第121章 好舒服啊 这种酒在外面根本没有 张海波刚喝了一杯 就感觉到身体里面热融融的 这酒好像太阳之火 在身体经脉中迅速流窜 每个细胞都活跃无比 然后逐渐强大 明显有较强的脆体效果 这完全就是 如同自己梦里修真剑那样的脆体酒 虽然比较起来效果差点 但这可是在地球上 与修真剑那样的世界 完全无法比较 如此美酒必然很昂贵 雷大虎摇头 看看 兄弟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刚来这里 身上几乎没有什么功勋 喝酒这件事 要量力而行才行 不要成为酒鬼 这酒随着境界增强 就没有太强效果了 不可能天天喝都是有效的 哦 脆体效果不错呀 张海波点点头道 虽然只是喝了一杯 他已经感应到着 神仙醉得好 如此美酒 超乎俗事 没来到这里前 还真不会知道 这里会有如此美酒 自己以后可要多喝点 即便没啥效果 天天喝对自己 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不过这个神仙醉 应该不可能让出去卖吧 如此稀有的美酒 如果出去售卖货里 很可能 就会影响世界 或者泄露这里的一些秘密 这样连着干了几杯 张海波感觉有些头晕 这酒镜头真大 不愧名叫神仙醉 入口味道相浓带着甜头 虽然不像果汁 但也微甜 不知是什么药材 或是某地有天才地宝 让出这样的美酒 不愧是神仙醉 对化境强者来说就是宝 脆体打击杵对于武者习武根基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伙子 五百功勋一壶 有没有兴趣购买几壶 就在这时候 酒馆老板走过来小声道 说话的时候 向周围看看 好像担心被别人发现 神神秘秘 突然让张海波感觉 有某种街头的意味 于是张海波笑了笑 忍不住就看向雷大虎 这位才是这里的常客 该知道酒的价格 雷大虎笑道 价格公道 你可以买回去喝 也可以来这里喝酒 老板还会赠送牛肉 一壶酒五斤 不便宜啊 张海波点点头 既然如此 老板就给我拿一壶酒 就这样 他直接刷卡 身份卡如同银行卡 社保卡差不多 上面有具体信息 储存了功勋值 能随意转账 这可以说就是非常方便 至于牛肉附加 对张海波现在来说 算不了什么损失 于是就这样 张海波和雷大虎 一边喝酒一边说话 聊了一个多小时 渐渐知道了这里的很多信息 晚上 住的楼房 装修豪华的三室一厅 而且每天有人进行打扫 哗啦啦 张海波在洗澡间洗了澡 痛快 没想到这里 能像在外面一样的自由自在 这样的生活 也是非常不错 养兵千年 用兵一时 说不定什么时候 自己就要出任务了 现在这样的享受 应该也是高配置了吧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眼 每个人生下来 就有自己的责任 张海波觉得自己 来到特勤部地下世界 就打开了世界的另一面 以后即便面对更多的风风雨雨 人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手机没有任何信号 与外界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 可惜这里 与外界已完全隔绝 即便想打电话 自己也是没有办法 除非出去 张海波摇摇头 想着这里的一些事 出道宝地 对这里仍然是比较陌生 得多待几天才行 慢慢就能够渐渐熟悉了 好在还有保密电话 特勤部内 只要认识的人都留有号码 能够相互通话 这样方便联系 且有保密作用 修炼一回吧 吃过饭然后洗过澡 张海波没有立即去床上睡觉 拿出一块翡翠放身边 嗡嗡嗡 张海波盘腿坐地上 身体保持微弱的颤动频率 在这样的修炼之中 慢慢地修为强大 这是在运行功法修炼 房里修炼的密室 是舞者用来进行修炼 和感悟功法的地方 地下也有细微的灵气 地下空间在大山里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微弱能量 华夏古老传说 大地深处存在的龙脉 其实就是灵脉 灵脉自然就是有着灵气 地球现在是末法时代 所以 现在灵气极其稀薄 能够修炼的人也极少 这地方虽然没多少灵气 但是我有储备 翡翠还有修炼使用的灵气 可以继续修炼 张海波心中想到 炼气觉很快运行起来 翡翠的灵气被经脉迅速吸收 就这样修炼两个多小时 不错 挺好 修炼有了些进步 今天下午和雷大虎一起喝的神仙醉 酒里含着丰富的精纯能量 不但能对身体进行淬炼 同时也能够增强修炼实力 化境巅峰已经很近了 修炼有很大进步 没想到今天在酒馆喝过神仙醉之后 对修炼竟然有这么多好处 既然如此 就应该多买些神仙醉 这样的好酒放起来 不过 五百功勋一壶酒 的确有点太贵 平均下来 神仙醉应该一斤 就是一百功勋 不得不说 还是非常昂贵的 即便如此 还是非常值得 可惜 看来是该多执行 能争取功勋值的任务才行 张海波微微皱起了眉头 有些事就是这样 能让人主动行动 神仙醉 接下来说不定仓库里面 还有很多宝贝 张海波认真想到 如果想得到这些东西 就只能够以功勋值购买 这就是真正的交换 想要得到 就先复出 晚上深度睡眠 张海波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不过这里是地下 完全感觉不到太阳变化 外面到处都是明亮的灯光 睡得好舒服啊 床上爬起 伸了个懒腰 从现在起神秘的生活 要开始 十里以后会有更大进步 张海波喜术一番 换好身衣服向外走去 就在他打开房门时 走廊对面的房门 也突然被人给打开了 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一起 张海波有些诧异 真是没想到 他才刚刚打开房门 竟然遇见了这样的情况 对面出来的是位美女 这女人长得太漂亮了 第122章 性感美女 好漂亮啊 这是一位大波浪美女 绝对是个 沉鱼落雁的绝世家人 可惜对方的目光太冷 看人冷冰冰的 就仿佛在看罪犯 或者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 呃 你好 张海波微微一愣 收起自己心里的想法 笑着打招呼道 在房间里睡了一晚 没想到 早晨起来后 竟然给自己这样一歪的言语 可是对方那冷冰冰的眼睛 实在是让人不敢苟同啊 这位真的太绝了 难道是性冷淡吗 这不应该啊 张海波摇摇头 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主要因为对面的美女 身上穿着是漂亮的衣服 完美的红色紧身旗袍 那性感程度 表明此人性格 因是热烈如火 与美女表情的冷冰模样 几乎是彻底的 天差地别 张海波再分析微表情 人的衣服穿着 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状态 可是现在 好像这种有理论的研究 似乎失灵了 这位大波浪美女 身材妖娆 烈焰红唇 红色旗袍紧紧裹在胶躯之上 现出诱人的完美曲线 脚下穿着高跟鞋 也如同身上的旗袍一样 都是那样的大红色 就仿佛从烈火中 涅槃的一位女子 嗯 你好 美女嘴角微微张开 好像淡淡地笑了笑 声音微不可闻 大大大 二人目光对视打招呼 几乎加起来没有过秒 美女就已经扬长而去 身材真好 可惜 这样的烈性女子 绝对不是自己的 张海波有些遗憾地摇摇头 这世界上的美女太多了 有冷淡的 火热的 还有妖娆和多姿多彩的美女 其中的精英女性极多 一般人轻易招惹不得 否则这样极具个性的女子 必然都有很强的性格特征 惹到她就可能麻烦极多 以前的时候 张海波看过很多小说 都市小说里面 对类似女子都有过深刻的描写 杜老 你好 中午十二点吃饭 张海波来到神仙醉酒馆 让他意外的 是在这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就是非常神秘的杜菲老人 昨天过来时 老人在门口接待他 态度非常热情 非常温和 听别人说起好像还是非常有神秘感 哟 海波你来这里喝酒啊 这里酒非常不错 我老人家每天都喝点 可以延年一寿 看到张海波后 杜老直接说道 这个年轻人 杜老感觉不错 之前看过他的档案 资质条件很好 而且 家里面非常的清白 张海波也很厉害 在七十年以前 也是和杜菲战场上 一起并肩战斗过的 那时候战火纷飞 国际局势严肃 伟人参与了这场战争 参与且打出威势 让下民族 屹立在世界之巅 任何时候 实力最重要 前辈你好 没想到在这里也遇见了您 真是幸运 张海波走到杜老的桌子旁坐下 不要叫我什么前辈 我也不过是活得岁数大了点 呵呵 你别说什么幸运 哈哈 只要不生病 顽强地活着你也呢 杜老撇撇嘴 淡然说道 每个人都叫前辈 是不是都说他活得太久了 呵呵 年龄大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 过程要活得精彩 想当年我可是哈哈 不说了 老前辈爽朗地大笑着 欲言而止 嗯 杜老 您不能这样 想当年您到底干了什么 今天动地气鬼神的大事 给咱普及一下 不然我这样的年轻人 都不知您的神武 以后 人们就会渐渐忘记这些 张海波摇摇头 认真的道 安静的小酒馆里面 还有其他的人也在这里喝酒 众人都在倾听谈话 是啊 杜老您就讲讲吧 曾经的激情岁月 需要带带传承下去 杜老是我们的榜样 这部海波刚来 他不知道您的故事 是非常传奇的风云 旁边坐上喝酒的人们 都是特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 大家每天工作 闲暇至于来着喝酒 低头不见抬头见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只有张海波一个人 对大家来说算是晚辈 完全是个真正的新人 需要大家扶持帮助 让他尽快了解这里的状况 尤其是那些传统 更需要宣讲给大家 这些才是特勤部的根本 虽然在外称呼是安全局 但两者实际 是两套班子同一个系统 二者保护的都是国制安全 呵呵 杜老轻轻咳嗽一声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知道瞎胡闹 我老人家今天是来喝酒的 就这样 老人挥挥手 拿起酒壶就仰头喝着 根本不搭理其他人起哄 哦 脾气这么倔啊 张海波有些哭笑不得 看着众人的表现 都细以为常的样子 就明白了前辈的脾气 应该是我行我素 根本就不在意其他人的想法 以前的事 应该有很多充满神奇的秘密 或者是想起了 会影响杜老心理情绪不悦 谁还没有自己的伤心事呢 老人家不想提起往事 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呵呵 喝酒喝酒 众人都知道杜老厉害 有时候非常倔强 如果真的惹不高兴 恐怕直接就被翻脸了 以前不是没发生过 第二天早上 张海波接到了通知 到一个非常宽阔的院子里 这院子里三层楼房 在最里面深处 院子旁边有条暗河缠缠流淌 哗啦啦的流水声 让这里更加的幽静 空气微微湿润 山洞墙壁旁边 长着些不知名的花草 嫩绿的叶子 修长微蕊 在这地下的世界 随处可见长得繁茂的绿植 为这里的空间增添绿色 增加了柔和 这个隐秘的地下空间 整体来说 如同大树般 繁衍出枝叉 街道纵横交错 形成一个互为来往的网 人不多 却有人情味 街上大家遇到 不管认识不认识的 都会热情打招呼 就仿佛是好久的朋友相见 海波 你好 来到院子的大门口 张海波坐着电车 推开车门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熟人 是之前擂台上的裁判 雷大哥 你怎么在这 院子门口空荡荡 张海波只看到了身材高大的雷大虎 第123章 霸道凶悍 昨晚接到通知 让张海波今天早八点 来这里报道 没有说具体任务 今天开始 我是你的上级 昨天我刚刚调来组建培训 我是队长 你是培训成员 雷大虎突然笑眯眯地说道 看到张海波脸上的意外 雷大虎又说道 你是这里的新人 还有新人很快就到 加上我还有其他人组成培训班 这是基本架构 他说话的时候 表情严肃 张海波听得认真 点点头 然后站在雷大虎旁边 看来接下来 还有几个人要过来汇集 雷哥你好 这次培训的人 是不是都是画镜修为 张海波也是好奇得很 不错 一共五个画镜 我是这个培训班的教官 雷大虎点点头说道 过了五六分钟 有一辆电车过来 车上坐着个身穿紫色 紧身衣的美女 而且这个人 张海波还有点熟悉 宿舍对面的邻居 嗯 居然是他 张海波此刻面无表情 不过心里 也有点自己的固执想法 这个女人不简单 经常穿一些深色的红色紫色的衣服 气质高冷 又热情似火 明显性格与众不同 应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美女胸涛如海 紧身衣包裹着两座高峰 圆润挺拔 给人以强烈的势力诱惑 嘖嘖嘖 这时电车轻响 又来两个身材高大 肌肉发达的猛男 只看此二人 以及其身上胳膊的隆起 身体的轻盈程度 便知这两人修为 最起码应该是化井初七 哎哟 还有大美女呢 其中某大汉 眼睛色眯眯的 看向站对面的紫衣女子 滚 流氓 张海波已经看到 站不远处的紫衣女子 嘴角轻轻冷笑 拳头已经紧紧握了起来 哈哈 美女 你怎么学会骂人了呢 我可是 大汉的眼里充满欲望 嘴里吹了声口哨 明显充满强烈的挑逗意思 还没有真正的适应 和改变她现在的状态 觉得这里是在大街之上 随便对美女就能搭讪 紫衣美女勃然大怒 可是你妈 美女说话间抬腿 鞭腿呼啸 迅疾如风 直接如刀劈去 我靠这么猛啊 男子站呐 好像心里面想着什么 得意忘形 突然被美女吓了一跳 眼看对面的鞭腿 已经到来 如此条件反射之下 男子正准备躲 却猛然发现 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被踢中了胸口 啊 男子被踢飞十多米 狠狠撞在不远处的石壁上 瞬间停顿 然后惨叫着 慢慢滑落下来 果然火爆性格 这一脚踢得有点重 张海波按道 在旁边看着 都感觉痛 呵呵 雷大虎在旁边无语 嘴角显出淡淡的冷笑 有些人就是不知道 这地方的规矩如山 有些东西绝对不能碰 否则就要承受之后的 严重后果 比如现在的情况 臭女人 你敢打我 那男子胸口疼痛 地上爬起来 仍然活蹦弯跳 好像没受伤 本来心里面 还是有点担忧 没想到这样 让她觉得 美女不敢 对她真正的下手 女人 你找死啊 男子 就嘴里口吐乌浊 舒小蕊脸色冰冷 看向旁边站的雷大虎 队长 你说我废了她 会不会承担后果 语气不带任何温度 旁边几人听的 都是不寒而栗 这紫衣女子 就是舒小蕊 北方省的强者 她之前被选拔来到这里 就知道 会有打人的机会 而且心里 也做好了某些后果的想法 哪知道 有人真敢惹她 而且还故意 对她耍流氓 这是绝不能被原谅的 砰砰 一道紫色人影过去 直接对着男子拳打脚踢 根本没有任何的留情 张海波就这样 看着这个美女打人 落花流水 毫不手软 啊 住手 第二个男子看不下去了 兄弟被人揍 他怎么能旁观 雷大虎脸上阴沉 冷笑一声 董浩杰 你们两个是不是想离开这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是你们能胡来的 现在立刻向舒小蕊道歉 这个男人名叫董浩杰 在地上挨打的是他的兄弟 兄弟的名字叫董浩雄 英雄豪杰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不错 却被他兄弟的行为给污染了 故意戏耍女人 这样的行为 简直是混账王八蛋 滴滴 这时候有电车来到 骑车的男子 戴着个黑色的炫裤头盔 只见他停下车 轻轻摘下头上的简易头盔 露出屋 里面一个年轻面孔 大家好 我是徐瑞 很高兴认识大家 你们这是干什么 难道是在打架完吗 这个青年有点猛逼 看向正在揍人的舒晓蕊美女 这是直接单方面 下面那个挨揍的兄弟 真是没有任何的反抗吗 哎哟 他叫得好惨啊 雷大虎脸色很不好 这最后过来的年轻小子 竟然自己骑着车 就这样大咧咧过来 这家伙的措施迟到了 归队 雷大虎重重冷哼 都安静些 你们过来 我有事情要安排 首先谁最后到 直接扣除荡月全情奖 哼 别以为 你们来到这就可以随心所欲 这里有非常严密的几率 你们给我记住了 这里不是法外之地 不仅要谦虚谨慎 还要有最起码的认真态度 就这样直接训斥三分钟 队长 他刚才打我 董浩雄鼻青脸肿 愤怒看向旁边的舒晓蕊 目光里充满浓郁的不甘 还有着一些恐惧 就这个臭女人 当这么多人的面 就狠狠打她 今天 实在太丢脸了 董浩雄非常生气 他之前从来没有受过 这样的委屈和侮辱 发誓以后必须打回来才行 闭嘴 雷大虎眼睛一瞪 董浩雄故意找事 扣除奖金 干脆就这样一锤定音 哼 舒晓蕊打人 固然也有点不对 但情有可原 董浩杰 你兄弟俩记得给人道歉 信董的兄弟俩 吓了一跳 什么 我为什么道歉 董浩杰感觉自己很委屈 兄弟打人 歌手罚 你有意见 雷大虎又是眼睛一瞪 不管你们是谁 不遵纪律 就给老子滚 这里老子说了算 语气非常的霸道凶悍 第124章 精彩来临 在这个地下世界 空气清新 环境优越 但是这地方也不是外面 不是外面那普通的地区 无规矩 不成方圆 董浩杰此刻有点傻眼 弟弟刚才被打是受害者 为何要让自己这个当大哥的 向对方道歉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 他心里实在有些想不通 这完全是被兄弟连累了 但是队长如此的严厉 董浩杰下的闭嘴 同时狠狠瞪了兄弟一眼 这家伙天天找事 不消停 如不是这样 也不会被队长教训 真的是要被气死了 老子不管以前 你们到底什么身份 是什么领导等等 不过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 我手下的兵了 必须遵纪律听指挥 雷大虎又是一番殉骄 严肃警告 接受培训的几人 知道他们都是比较年轻 基本都是刚刚突破华镜 在国内这一辈 就是天才 华镜境界 不是什么人能轻易突破 要讲究其资质与悟性 徐瑞站出来 你今天为什么是最后迟到 雷大虎这样说了大段话 突然就话题转移 正在左右打量别处的徐瑞 赶紧站好身体的姿态 报告 我没有迟到 说话的时候 徐瑞抬起自己手腕看表 刚八点钟而已 说明他之前并没有迟到 呵呵 雷大虎脸色突然变黑 这小子故意抬杠了是吧 刚才 我强调的第一条是什么内容 目光冷冷看向徐瑞 必须遵守纪徐 徐瑞嘴里面说出来的声音有些低 记住 老子的话就是纪律 说你迟到就是迟到 怎样 难道说我刚才说的不对吗 雷大虎目光冰冷地看他 啊 队长说的对 徐瑞突然被吓了一跳 心脏直接就是砰砰乱跳 厉害啊 真是好家伙 队长身上微压太强 直接让他身体差点后退 好在他刚才强行控制给撑住了压力 今天这是有点乱 这几人几乎全都不让省心 呵呵 有意思 雷大虎目光发冷 看向站旁边看戏的张海波 点头心道 没搞事的就只有这位了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 你们几人全部 给老子来个切磋比赛 炸刺是吗 那么就相互兼比试 按照排序进行循环切磋 看谁是第一名 雷大虎微微停了下 然后继续大声道 有奖励 至于奖励是什么 最后你们会明白 你们虽然年轻 但也不能过分骄傲自大 否则在我这绝对不让你们好 呵呵 听到了没有 安静的大院里 雷大虎在这里进行严厉的训话 这位 想要干嘛 张海波心里咯噔一下 刚才雷队长盯自己的目光 好像有些圣人啊 应该是想让自己也参与进去 是要混战吗 不给人摸鱼的机会 张海波摇头 感觉队长突然就像变了个人差不多 之前和自己说话时 在酒馆里喝酒时 不是这样 原来人都有两面性 工作状态是严肃认真的 平时生活才是放松自然的悠闲状态 如此才可以真正的理解 大家好啊 性感火辣迷人的美女 心中怒火在酝酿爆发 下面 切磋开始 队长雷大虎笑眯眯的道 看着站在面前的五人 这就是他的培训对象 徐瑞 你和小蕊 你们两个先切磋我看看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这样的正常安排 张海波轻轻点头 队长这样安排的确比较好 第一场 应该简单点 徐瑞和舒小蕊 两个人的确没有任何的矛盾 让我上 徐瑞听到队长安排 心里莫名其妙就是易冷 他很快想起来 刚才舒小蕊爆打某人的一幕 这女人非常狠啊 刚刚打董浩雄的时候 几乎都是拳头暴击 没任何留情 这样的女人 暂时惹不起 姐姐 手下留情 院子就是牢固的场地 地面是结实的原生太花钢岩 完全可以承受他们的切磋折腾 舒小蕊冷道 小心 说话之间 两人已经开始了切磋 众目睽睽下 没有任何留守 砰砰 舒小蕊是化镜中期修为 徐瑞是化镜初期 所以根本就不是这位美女的对手 两个回合的功夫挨了很多打 美女姐姐 饶命啊 这样的情况下 徐瑞这化镜初期直接完败 脸都肿了 即便叫姐姐也是不管用 哎呦 打人不打脸 你到底是让我丢脸 还是丢脸呢 徐瑞捂着腮帮子吸冷气 刚才不到两分钟 他几乎牙齿都差点被打掉 惨啊 实在是太惨了 舒小蕊胜 雷大虎点点头道 接下来 你们董姓兄弟谁上 不管谁上 最后 他们兄弟都是挨打的份 就是这样的简单 兄弟两个上去后 果然被打 尤其是兄弟董浩雄 打得太厉害了 胳膊都差点被打断了 惨叫声传出老远 就这样 三下五除二 张海波上 雷大虎笑眯眯的道 看着张海波走到场地中央 精彩来临 目光集中 哼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要把你们 所有人都击败 让你知道 女人也顶半边天 舒小蕊心底发出了呐喊 他出生在农村 爷爷奶奶在他小时候 就重男轻女 让舒小蕊吃了很多苦 如果不是义务教育 爷爷奶奶差点不让他读书 如果真的不识字的话 他就是睁眼瞎 一辈子恐怕都难走出那深深的大山 所以他恨 恨社会不公 恨自己无能 对男性有固执的偏见 感觉自己的委屈 都是男人造成的 这是小时候产生的心理 小蕊 你说什么 张海波有点诧异了 清楚听到这女人的嘟囊 不要叫我小蕊 美女冰冷的声音响起 恼火地看向张海波 哼 出手吧 今天要让你见识我的厉害 呼 眨眼睛 边腿袭来 舒小蕊的大腿非常健美 张海波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第125章 美女蛇 这腿太漂亮了 修长笔直紧笨富有弹性 也充满杀气 霹雳而来 来得好 张海波嘴里轻笑 直接一拳打了过去 没有任何的怜香惜玉 这小凉皮太泼了 而且太狠了 得教训 之前第一次和他见面 舒小蕊就冷冰冰的 妈的 在这地方这样的态度给谁看 张海波有点默然 对方受过什么心理创伤 不然不是这样的脾气 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故事 就形成因此而造成的心理和性格 应急创伤 张海波想着这些 碰 边腿已经狠狠袭来 带动空气发出呼啸 力量极大 张海波右手为拳 直接砸在舒小蕊的脚心 啊 舒小蕊痛苦哼声 身体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出去 然后在半空身体翻转 最后才稳稳落地 张海波 舒小蕊第一次在这个地下世界被男人给重拳打败 居然受到这样的重击 脚掌心疼痛不已 他心里很不服 舒小蕊 你要认真才行 不要再这样狂傲自大 张海波冷冷站在那里 背着双手说道 舒小蕊冷笑 要你教我 目中带着强烈的不甘 这时候 他已经感到这个男人比自己要强大很多 于是 他咬紧了牙 身上很快出现强烈战役 这是他挑战的机会 只有和强者战斗 才能吸收到战斗经验 舒小蕊轻轻吐出一口气 开始认真对待张海波 脚掌心麻 麻得发痛 这种滋味绝对不好受 这家伙力量真大 舒小蕊心中暗骂轻哼 腿部用力踏下 诱人的身体宛如蝴蝶般 飞扑向对面的张海波 哼 看招 美女双腿如同旋风 带着气势 狠狠像张海波胸口踢去 有多大的仇一样 还不服输吗 张海波淡淡笑着 手在空中画出美妙的圆弧 身体瞬移躲过对方袭击 手掌握过去 直接握住舒小蕊的小腿 紧绷绷 非常有力 弹力十足的美腿 表明他是经常锻炼身体 身材极好 骑马武力上也非常厉害 王八蛋 感觉腿被人抓住了 舒小蕊心里慌了一下 另只脚随后跟上 就像张海波的脖子侧面 狠狠地踹去 动作非常之凶狠 这一下如果真的砸到 恐怕脖子要被直接踢断了 嗯 厉害啊 徐月站旁边不远处 看着两人打来打去 的确非常精彩 心里忍不住轻轻赞叹 同时站在旁边观看的 有董家兄弟 董浩雄嘴角仍然肿得高高 非常憋屈 打 狠狠打呀 刚才董浩雄被美女暴打 如果不是调戏人家 怎么会挨打 这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当时 董浩雄是开玩笑 但他的玩笑开得过头 所以被舒小蕊很揍 紧接着 在刚才切磋之中 他们兄弟二人 又先后被这个女人 给继续狠狠打了一顿 所以他心里非常愤怒 现在观战 就觉得 好像是有别人帮自己出气 董浩雄心里兴奋又激动 恨不得自己上去 狠狠把这个女人打一顿痛快 碰 空气发出震动 舒小蕊致命一脚踢空 身体在半空中失去了平衡 于是 他巧妙轻轻扭身 如同软体动物 直接缠绕 向张海波身上迅速地缠上去 速度竟然是非常快 这种缠绕有力 就像巴西柔术似的 美女身体很柔韧 我靠 张海波心中惊呼 真没想到 这舒小蕊竟然如此直接 就这样贴了上来 美女软软的娇躯 如同灵活的美女蛇一样 身上香气吸人 让他心里产生某种 意乱情迷的感觉 这是种美好的享受吗 绝对不是 舒小蕊目光冰冷 如同冷血动物的蛇斑 袭击过来 身体紧紧缠住了张海波 嘎嘎 张海波感觉到身体 骨骼竟然在想 仿佛下一秒 就要被这女人给勒断 这种感觉非常的恐怖 后果很严重 这瞬间的享受 只让张海波有点犹豫 自己这样就被女人给搂住了 啊 真的说 张海波 怎么样 舒小蕊满脸都是冰冷 胳膊如舌般 要缠她的脖子 如果被缠住 那就完蛋了 美女身上的香气 非常诱人地进入张海波的呼吸里 感觉到了另一种特别体验 这以前 张海波没有过 如此这般近距离的刺激感受 嘎嘎 张海波身体柔动 突然软下来 就仿佛是流水差不多 轻松摆脱了控制 男人怎么可以被女人给迷惑 呵呵 真香 张海波嘴角淡淡一笑道 舒小蕊 你不是我的对手 片刻的功夫 张海波已经真正取胜 舒小蕊此刻 身体站在原地不能动 他背后某重要位置 直接被张海波点了穴 呃 你这什么手段 舒小蕊脸上红扑扑 心里有些羞涩愤怒 怎么可能 他感觉自己身体发麻 就突然僵硬在这 居然真的一动不能动了 这难道就是 传说中的点穴手 我没干什么 主要是你刚才的动作太暧昧 我有点感觉太过那什么 张海波轻轻说道 声音非常小 直接以传音入密的手段 传到了美女耳中 混蛋 你 舒小蕊的脸色更红了 刚才施展柔树 他之后立即就有点后悔 可是心中强烈的胜利欲望 让他没有停手 以至突然有点感同身受 不要胡说 舒小蕊心脏砰砰乱跳 也是感觉有些羞涩不已 他想到刚才 紧紧和张海波贴在一起 男人的阳刚气息 就像是猛烈的欲望美酒 让他差点窒息眩晕 身体心底那强烈的欲望 不知怎么 就有一丝冲动 舒小蕊心里面很后悔 好 张海波胜 就这样 经过了比赛切磋 舒小蕊彻底败给张海波 接着其他几人继续切磋 最后毫无悬念 张海波第一 舒小蕊第二 董浩杰第三 徐瑞第四 我靠 董浩雄有点不相信 他连续被这三人碾压 除了他哥哥董浩杰之外 遭遇连续打压 最后成为倒数第一名 哼 等着瞧 舒小蕊轻轻撇嘴 眼神不善 瞪了张海波一眼 冷笑道 心里却感觉到了异样的滋味 第126章 都快哭了 你 董浩雄差点被气死 感觉自己很憋屈 今天来到这里 被美女拿捏住了 哼 你什么你 雷大虎冷哼 去围绕前面大街跑20圈 什么时候够数了再回来 这是你的惩罚 队长 为什么 董浩雄彻底傻眼 不知自己 哪里又得罪了队长 哈哈 院子顿时哄堂大笑 大家都知道 董浩雄这次算是倒霉 之前故意调戏美女 后来被美女连续压着打 队长又设计了连续切磋 这下 升级 导致董浩雄更加倒霉了 就这样被几个人连续打败 所以他身上的伤势更加严重 那身体 简直肿了又肿 脸几乎胖了一大圈 好了 言归正传 今天你们过来报道 已经相互认识 经过切磋加深感情 很不错 看着董浩雄跑远的背影 大家都笑了起来 除了他哥哥董浩杰外 大家都很高兴 今天 大家可以说是种真正的不打不相识 诸位学员 本期培训一共有20天 你们都要认真学 雷大虎表情严肃 浩杰 等一会儿你兄弟回来的时候 你向他传达 咱们今天例会继续进行 下面 大家就这样站在院里 如同是老师罚站学生一样 雷大虎在上面站着讲话 张海波 舒晓蕊几人 老老实实认真地站着 认真地听雷对这位前辈的长篇大论 半个小时后 董浩雄气喘吁吁 终于跑完了20圈 真是累坏了 报告队长 热误完成 雷大虎点点头 很好 有错必改 你以后要记住 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对待自己人和睦如青 否则老子 直接让你滚出这个培训小队 董浩雄 这下彻底老实了 谢谢队长 我知道 说着话 他转向了苏晓蕊 对不起 之前都是我的错 是我嘴贱 这道歉的态度非常好 嗯 归队 雷大虎点点头道 看到旁边的美女苏晓蕊 原谅了这家伙 便挥手让这倒霉弹归队 以后这院子 就归他们小队暂时居住 为办公地点 同时也是训练的场地 这是小型山洞 四合院刚好位于山洞旁边 旁边有五米多宽的暗河 水流平缓 河流带来的空气 让这里更显凉快 也适合长期居住 雷大虎走进房间 拿出了一叠厚厚的资料 然后直接分发给这五个队员 这是密库的资料 你们看看上面仓库 宝贵物资的介绍 你们可以拿上身份卡 去仓库转转 喜欢的东西买了都有用 雷大虎认真地道 这些物资很珍贵 而且也非常值钱 在外面可是买不到的 实际外面也没有 有些物资属于特供 都有专业的用处 不是随便哪里都能买到 雷大虎看着这些年轻人 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 那时自己也是如此啊 活力四射 激情飞扬 青春无限 随着年纪增加 对世界认识的越来越透彻了 慢慢心里面有些沉重 感觉压力很大 不过还是想开点比较好 地球离开谁都会转 天塌不下来 出事了有个高人顶着 有能力也就出点力吧 世界有很多黑暗东西 也有很多阴险狡诈的物和人 人类面对这样的强烈危机 只有团结一致才行 好了 都看到了吧 雷队长轻轻拍了下手掌 没看完的 进去房间再看 这里面的房间不少 每人都有为你们这段时间 白天的休息地 我有话说 你们虽然年轻 不要觉得自己就很强 人类发展到了现在 靠的从来都是协同合作 团结力量大 单打独斗 就像项羽一样 所以今天 我要强烈批评董号兄学员 第一天来就找事 居然调戏自己的队员 你小子以为自己是谁 这地方是你家 如果在外面 老子一枪崩了你 雷队长突然愤怒起来 目光冰冷 看见旁边不远处 正在瑟瑟发抖的董号兄 按道这个家伙也会害怕吗 果然还是教训不够 都记住了 你们是背靠背 能共同战斗的战友 需要的不仅仅是信任 还有团结合作 就这样 说了一大堆 张海波等几个人 在旁边听着 都是点头赞同 队长说的真对 有人是 老鼠使坏了锅好汤 这样的人 就应该是大家 共同打击的对象 我 真委屈 董号兄都快哭出来了 感受到 大家共同敌视的目光 呵呵 活该 舒小蕊无嘴偷笑起来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虽然是编的 但也有非常好的现实意义 听过龟兔赛跑吧 但还有龟兔合作的小故事 这个故事 非常有教育意义 张海波有些好奇了 很有意思 没想到 这位严厉的队长 竟然还会讲故事 听听 这应该是一个好故事 雷大虎严肃地讲道 在水里面 乌龟驮着兔子一起前进 他们共同跨过大河 然后在陆地上 兔子背起乌龟 一起向前奔跑 这样 他们就达成了 合作共赢的局面 大家说 这样的故事好不好 有没有意义 这个故事 实在是太好了 应该说 有种完美的 合作共赢的意境 故事非常好 很多人都说 义乌人团结 比如他们全家人 相互帮助着 先后发家致富 这种团结 类似于刚才队长 所讲的故事 也比如以前 我们国内全部国民 真正地团结起来 打败了小约本 舒晓蕊说道 队长 您刚讲的这个故事 很有意义 我想 某人应该能够理解 俗话说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古代早就有这样的俗语 张海波认真的说道 团结就是力量 伟人说 我们要团结一切 能够团结的力量 协商合作 单打独斗 是要吃亏的 我也急不太轻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这样 大家开始畅谈 目的就是说 团结的意义 聊天的气氛非常和睦 呃 我真是 董浩雄听着听着 心里面已经快哭了 真是好家伙 你们这是在集体批斗吗 第127章 智脑小灰 董浩雄非常无奈 感觉自己有点被孤立 而且心里也非常后悔 之前的作为 完全是有点浪 而且嚣张 大家好 我真的知道 错了 合作协助的故事很好 就在这时候 董浩雄突然站了起来 说了这一番非常认真的话 队长 我一定真心悔改 以后 做个讲合作团结的人 听队长您的话 队长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让我打狗我不碾击 大家伙忍着想笑 这人真有趣 队长其实应该不是 专门针对他的好吧 居然站出来 承认自己有错误 看来也不是什么坏人 还是太年轻 为人跳脱 做事情不行 也缺少历练 以后精力多些就老实了 雷大虎轻轻咳嗽一声 好 董浩雄 我刚才说的并不是你啊 团结很重要 你能承认自己的错误非常好 哈哈 徐瑞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 有意思 张海波和舒小蕊都笑了 感觉这家伙挺可爱 知道赶紧承认错误 人还是不错的 上午大家看过了资料 然后又结伴去仓库 看看里面到底都有什么宝贝 丁 仓库大门口有电子门禁 电子音非常柔和 请输入身份卡验证 每进入仓库一次 需要扣除功勋值十点 率先刷身份卡的是徐瑞 我靠 怎么回事 之前不知道 居然还有这样的程序 队长 进入仓库 难道还需要付费吗 呃 扣除功勋值 十点功勋 是不是扣得太多了 就是就是 功勋值获得不容易 要执行任务 还有擂台上相互切磋 才能够获得功勋值 且还是在比赛赢的情况下 如果输了 还得倒贴 这应该是规矩 减少人们频繁进入 同时也为了安全 毕竟仓库里的东西非常珍贵 张海波点点头 大家进入仓库得付费 这是个啥意思 真的想不明白 都不明白 雷大虎呵呵笑道 你们以为这里是公共区域 能随便溜达 这地方是最重要的仓库 就这样 大家开始排队刷卡进仓库 身份检测很快 毕竟都是高科技技术 都是电子化 科技化 刷身份卡 只是第一步 接着进入仓库 前面竟然有第二个大门 这里需要验证人的眼魔 同时还要扫指纹 这就是过三关 守护严密 安全程度可以说 就是一只蚊子 也不可能飞入 这地方是特勤部的密库 非常的重要 之前办理身份卡时 每个人就已采集过眼魔 以及指纹 这是基本操作 代表着每个人的身份特征和信息 指纹和眼魔是人的生理符号 每人都有不同的特征 产生的身份是独一无二的 滴滴 电子音柔和 身份特征对比采集通过 请入仓库 就这样 大家进入里面 雷大虎在后面刷卡 和大家都进入到仓库里 他笑着开始介绍起来 这里共分为三层 第一层仓库有引导图 按照物品分类 有不同的区域 有资料介绍 张海波点头 队长 我想购买防弹服 在哪里购买 这里都是电子自动化 360度 有各种监控 如果看中了物品 直接拿出扫描刷卡就是 完全自动化的特勤仓库 可以轻松地购买 雷大虎笑着指示 不远处墙上有指导图 非常详细记录分类 看图 哇塞 还有激光枪 就在这时候 徐卫突然惊呼出声 他拿着仓库的资料 正在翻看 面前就是武器的介绍页 上面画的图案 有各种枪型机械 有冷兵器 刀剑 与此同时 还有各种热武器 其中 最为稀罕的 就是图画上清晰的激光武器 实现了微型画超小型 就像普通的手枪一样 哈哈 这不错 我想买一支利用来防身 张海波看到 然后又看到资料上的价格 居然这么贵吗 500功勋值 太贵了 雷大虎说道 这已经算很便宜了 属于基本价格 而且里面有电池 还可免费兑换电池 你们想想 这是多大的实惠 的确是这样 如果有这样武器 来进行防身的话 那很安全了 在张海波自己看来 他想买的不是激光武器 购买普通手枪也很好 毕竟他现在的画镜修为 已经很高 手枪要射成远威力强的 不错 还有担药 纳米离子铠甲 悬圆剑 虽然是仿制 但是也应该非常锋利 这里还有各种车 能折叠的降落伞 还有跑鞋 食物 大家有些眼花缭乱 密库里的物资太丰富了 张海波很满意 这样想买的东西比较多 功勋不够 干脆捡便宜的 先买点防御类 就这样 大家开始选购 看到每件东西都特别喜欢 都想购买后加入包里 这丹药 可以加强武者修炼的速度 能够提升境界 还有各种武器都是非常的需要 还有各种装备 防弹服务 以及各种飞行器 隐身衣 太神奇了吧 靠 居然还有隐身衣 滴滴滴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智能人走来 诸位 欢迎光临 我是智能导过小灰 我观察 你们有五分钟八秒 购买者可向我询问 智能导过小灰真诚服务 哦 还有高科技智脑 舒小蕊有些好奇走过去 想要伸手去摸摸机器人 美女姐姐 我是高科技智能机器小灰 您需要什么 可以向我询问详细情况 智能机器人非常有礼貌 柔声说道 舒小蕊突然有些惊呆了 有没有化妆品 比如美颜单 或者让变漂亮的护肤膜 智脑小灰说道 美女姐姐 仓库无化妆品 只有提高修为保护生命的物资 姐姐需要可去外面购买 本仓库系统不提供这些商品 哈哈 张海波旁边看着笑了 舒小蕊一瞪眼 张海波 你这家伙太没礼貌 笑什么笑 没看到我正在和小灰聊天吗 张海波说道 小灰你好 我需要防弹衣 怎么买 麦米防弹衣 智脑小灰说道 二楼 防御类专柜有货 一百功勋 第128章 波涛汹涌 安静的仓库里面 空间宽阔 只有雷大虎带着几个队员 在这里购买东西 智能小灰 你好 尊敬的顾客先生 新型纳米 顶级防弹衣一百功勋值一套 包括上衣和裤子 购买防弹衣请 出示证件 声音柔和 非常好听 智能机器人 是一个女生平和的声音 非常柔美 就这样在这仓库里购物 张海波非常从容 发现其他人在买东西 徐位这家伙 买了把激光枪 苏小蕊买了一把猎枪 董家兄弟俩 买的都是防弹衣 以及非常锋利的匕首 都有基础的功勋值 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能空手 就这样 购买需要的 张海波最后买了激光枪 还有两身纳米高级防弹衣 还有锋利的纳米匕首 两把手枪 同时还有几百颗精美的子弹 其中最贵的是激光枪 每把激光枪 需要五百功勋 防弹衣 一百功勋一身 其他的就不太贵了 晚上 在食堂吃过晚饭 张海波正准备好好修炼 却听到房门被人敲响 哦 是你 打开门一看 外面站着的 却是个身材妖娆的美女 就是住对面房间里的书小蕊 帅哥 这么挡着门 应该是刚洗过澡 美女身上有淡淡的香气 头发湿漉漉的 轻轻披散着 让我进去嘛 今天我有事想和你说哦 书小蕊笑眯眯的 手轻轻抵着张海波的胸口 轻轻用力推 推张海波 嘿嘿 不好意思 张海波轻轻咳嗽一声 身体仿如铁塔般站着不动 咋感觉这个女人 好像有点不对头呢 夜晚了 我要休息 她非常明确 直接拒绝对方 书小蕊轻轻一笑 张海波 你这人真是不解风情哦 面对美女的要求 怎么可以这样的扑克脸 让我进你房间里 咱们聊聊天不好吗 声音妩媚诱人 手指在张海波胸口 轻轻地画着圈 不必了 张海波一动身体 直接把美女给丢在门口 砰的一声 眨眼间已经关上了房门 砰砰砰 书小蕊有些恼火 混蛋你怕什么 女人是恼火 我今天过来找你有事商谈 赶紧给我开开门 让我进去 安静地走廊里 旁边两个房间的门 突然就被人打开了 徐瑞有些好奇 美女 晚上不睡干啥呢 你不会被拒绝了吧 不知想到什么 徐瑞忍不住笑道 滚 关你屁事 书小蕊恼羞成怒骂道 举起拳头 对旁边开门出来的董事兄弟 轻轻挥动 意思好像是在说 敢废话 老娘揍你 这绝对是个女性霸王龙 徐瑞吓了一跳 和董事兄弟二人赶紧向屋里跑去 咱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这女人就是麻烦 张海波无奈 屋里听到外面的动静 没有去管这些事 直接就走到密室里去修炼 修炼才是最重要的事 其他的杂事都可以抛制脑后 今天 他的收获比较大 尤其买了两套防弹衣 其中为薛涛队长准备了一身 自己也留一套以后再传 这样的物资 在外界应该是基本没有的 张海波主要也是为薛涛队长的安全考虑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感天动地 还是默默无闻怎么样 生命才最珍贵 特勤队责任重 薛涛队长随时会遇到意外 既然这样 张海波认为 自己要把队长的安全放在心里 就在张海波迈步 即将进入密室修炼的最后时刻 砰砰砰 他的房门又被人敲响 而且用力非常大 几乎要把这门给打破了一样 妈的 这女人搞什么 张海波心里有些恼火起来 干什么 扭回身去拉开房门 拳头差点打在脸上 二人四目相对 我 我想问你问题 你这人怎么这样难弄啊 根本就不让我把话说完就关了门 舒晓蕊脸色有些胀红 突然感觉心里有点不好意思 张海波 有话快说啊 舒晓蕊说道 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我看资料上你的年龄 和我是同岁啊 修为境界上你 怎么如此厉害 哼哼 什么意思 张海波轻轻一笑 感觉这个女人的确有点过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为何要告诉你 修炼的诀窍 你想的可真美 修炼问题 可以这样问吗 他们二人之间 也不太熟 舒晓蕊抿着嘴 你怎么这样吝啬 不就是问你个简单的问题吗 既然不想回答 我可以去问雷队长 张海波说 随便 碰 的一声 他直接又把门给关上了 气得站在门外的美女跺脚 拳头握起来 狠狠像墙上砸去 哎呦 痛死我了 张海波在门里面微顿 听到外面舒晓蕊发出的痛呼声 一夜无话 第二天仍然早起 继续训练 在仓库里 还有各种各样的功法秘籍 张海波经过深思熟虑 他决定找时间 在密库购买两部5G秘籍 虽然有玉佩古老的传承 但是现在有条件 那么 也要随大流学习下 上午 依旧是比试 每天武力切磋 5G只有不断练习对打 才能真正提高 这就如同锤打钢铁 百炼成钢 时间很快 这又到了面对面切磋 舒晓蕊站出来 身上都是强烈的战役 眼神锐利 冷冷看向对面的张海波 张海波 你不过是天生力量大而已 我必须追上你 让你知道 我也不是好惹的 在这宽阔的大院子里 脚下是花岗岩地面 是原生态的 最坚硬的地板 能够经受住他们的折腾 张海波轻轻摇头 有点害怕这个女人的纠缠了 而且任何事情就怕认真 他无奈地说道 画镜需要感悟力道的融合 天人合一 你这样争强斗狠可不对啊 你还不如向咱们队长 去好好请教呢 哼 舒晓蕊冷笑一声 看打 我要狠狠打败你 不需要你这样所谓的说教 美女非常倔强 已经展开了攻击 她修长矫健的美腿 灵魂强悍 波涛汹涌一般 灵力地袭向了张海波 第129章 战役生疼 身体如剑一般 舒晓蕊攻击非常迅猛 美腿形成有力的连环机 向张海波身上的几个要害 狠狠踢去 如此循环 源源不断 混蛋 让你不给开门 让你不想和姑奶奶说话 我要让你好看 你就是一个混蛋 舒晓蕊心里面愤怒 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 气得他整个晚上都没睡好 张海波笑道 美女 这可是你的不对 我要休息睡觉 你却故意敲我的门 想干啥 这明显是故意骚扰啊 两人切磋打斗 张海波表现得游刃有余 轻松而自在 舒晓蕊非常生气 你给我闭嘴 我不过就是 向你请教个问题 你就是个混蛋 我绝对不会饶过你的 说话之间更加发狠了 美女身体的力量彻底爆发 就像一头女霸王龙 腿部的力量啪啪响 哄 张海波轻轻侧身躲开 舒晓蕊爆发的力量 直接就劈在了地上 地面都发出微微颤抖 反坐用力也非常强 啊 好痛 美女嘴里叫呼一声 感觉小腿好像可能快要断了 不过起来走了两步没事 你肯定故意的 算了 我不和你比 太委屈 舒晓蕊感觉自己 刚才受到了某人的戏弄 呵呵 怎么退却了 张海波淡淡地道 舒晓蕊怒了 张海波 我今天记住你了 不管怎样 你都是个不懂得 怜香惜玉的混蛋 嗯 怜香惜玉 张海波笑道 呵呵 你又不是我媳妇 还想让我温柔 舒晓蕊炸了 你说什么 旁边观战的董事兄弟也是有点好奇 昨天晚上 这两个人的情况好像就有些不对了 现在 好像在闹别扭 难道他们俩发生了什么故事 徐卫眨眨眼 突然大声喊道 美女 你是不是恋爱了 海波也是厉害 你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祝福你们 幸福美满啊 舒晓蕊眼前一黑 混蛋 徐卫你想死吗 信不信姑奶奶一会打残你 接下来 二人有一场切磋 徐卫赶紧摇头 这姑奶奶 她是惹不起 美女 昨晚上我看到 你敲张海波的门了 你们干啥 是不是两个人真的谈恋爱了 就在这时 董浩雄笑呵呵的道 好像故意这样说 非常胆大 谈恋爱 我逮你一头 舒晓蕊差点被气疯 今天情绪过分的失控 不对 怎么感觉自己有点太暴躁 于是他慢慢冷静下来 行 徐卫 董浩雄 你们两个给我记住 以后每天切磋的时候 我要狠狠操练你们 舒晓蕊冷冷的表情 目光开着这两个倒霉蛋 心中冷冷的说道 自己打不过张海波 还打不过你们两个废物 这世界上 有的人就是真正的欠揍 大家就这样切磋一番 每天的项目 按时间进行 切磋 学习 老师讲授世界格局 以及某些家族 以及隐秘世界里的秘密 很多都是未闻之秘 很多事情 超乎想象 比如在南极 就有一个地下世界 生活着奇怪生物 在北极 有宇宙飞船 还有海底深处 不知哪里的宇宙外 飞船残骸 散发着强烈的异界气息 被倒霉国打捞 后来发生过很多奇怪的事 再比如 日本国的地震 都是小日子 偷偷进行爆炸 偷偷进行试验 导致海啸 比如世界上 有很古老的吸血鬼家族 生活在底下 大部分只能在晚上出来活动 在非洲 古老的土著 有很奇怪的仪式 能沟通意见 北大洋裂谷 地下的深处 有很奇怪的黑洞存在 探险者下去后 就失踪了 非常神秘 比如华夏传说的修炼 在某些大山里 依旧有传承 仍然有很多隐士的家族 古老的易经 其中有很多隐秘和密码 深入的研究 有大能智者 能参悟宇宙奥秘 易经是世上最神奇的古籍 只有在华国文明土壤出现 五行文化中 才能诞生 易经啊 神奇如你 包含着人类很多的秘密 神秘幻象 比如乾隆在渊 龙飞在天 时间过得很快 张海波越来越感觉 自己就像是个容器 学习很多东西 而且感觉到 自己有很多不足 整个人的底蕴 迅速增加 就像海绵一样 不断吸取营养 半月很快过去 上午 又是切磋比赛 舒小蕊笑眯眯道 海波 我修炼了柔道 玉女心经和八卦拳 还有游龙飞天 这些功法和武技非常神奇 我强大许多 这些天我不是白修炼的 宽阔的大院子里面 大家在这生活十多天 都熟悉了 相互切磋也更加凌厉 不发生什么危险 雷大虎这位队长 就不会进行阻止 其他时间 大家学习文化和其他知识 各种历史博文 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秘密 大家的心态更加沉稳 见识多了 就感觉到 自己渐渐好像越发渺小若沉 大家更加去刻苦地修炼 相互间不断切磋 在天天的战斗之中 关系越发好起来 这样的切磋比赛 就是磨刀 每个人都在进步 循序渐进地打磨自己 仿佛锋利的兵器 即将出窍 听到苏小蕊的这样自夸 张海波轻轻一笑 有意思 难道你觉得 这些天我没进步 太想当然了吧 这些天的时间 张海波购买两部武技 努力修炼之后 效果非常不错 他虽然有自己的古老传承 但是 这很不一样 现代社会里 特勤不密库里的武技 基本是大众属性 这种武技 适合他以后展示 可以当作武技的外衣 张海波自己 传承了玉佩里的强大武技 此为秘密 这些强大的传承 当作自己的秘密底牌 呵呵 舒小蕊奄然一笑 准备开始第17次 与张海波切磋 气氛很快就又热烈起来 张海波 我要再次和你进行切磋 虽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我每次战斗都有进步 你就是我的魔刀石 舒小蕊此刻更加坚决 仍然信心十足 战意升腾 接下来两人间 似乎要有真正的 龙争虎斗激烈切磋出现 让人非常期待 第130章 世外奸牢 就在这时候 徐瑞笑着大声喊道 舒小蕊 加油 我相信你接下来 一定能打败张海波 然后你们就能够 共同进步了 就是就是 每天看你们两个人切磋 非常有意思 董浩雄笑哈哈地说道 这段时间以来 舒小蕊是个唯一的美女 也是非常刻苦训练 在密库里选的武器 也非常强 徐瑞 董浩杰 董浩雄 他们三个人 经常被舒小蕊抓住机会 进行切磋 每次美女都把三人打得狼狈 呵呵 赶紧打呀 董浩雄心说 要不是你比我修为高一剑 能打败我吗 现在队里都五人 境界最低的是董浩雄 修为是刚步入画镜而已 这两天 实力突飞猛镜 不过大家都有进步 所以 董浩雄还是垫底的 每次只能挨打 天天切磋 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即便董浩杰 也只是强点 兄弟二人 可谓是难兄难弟 看招 舒小蕊跃跃欲试 鞭腿抬起 狠狠向张海波身上砸去 气势非常凌厉 呵呵 舒小蕊冷笑一声 张海波 今天让你见见姑奶奶的厉害 我可不是白给的 有龙步 没花腿我踢死你 绝美的容貌 诱人无比 但美女下手不留情 对着张海波 一次次凶猛攻击 其实张海波小时候开始 就学太极八卦 现在他加上自己的传承 修为更强大 面对美女的鞭腿 根本没太在意 只是当做每天的例行任务 哪知道 这个丫头 居然每天找自己切磋 越战越勇 张海波也是烦不胜烦 这是连环腿 哼 又是这样一套 如果不是欣赏美女身姿 又有人美好的身段 早就下重手了 张海波只用了二分力 就能和舒小蕊打个平手 毕竟只是普通切磋而已 没必要直接出杀招 好在每天 大家只有一次切磋比赛 这都不算什么事 这样能共同进步 其余时间都学习武技 然后回到自己屋里修炼 尽管只有半个多月的 共同修炼加切磋 但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变化 张海波觉得 修为随时都能够突破到 化境巅峰 基础重要 至于突破 他现在觉得 不能太过着急了 应该顺其自然才最佳 培训结束回家 此刻 高空飞机上面 有位漂亮空姐 笑音音来到张海波身边 先生 你有什么需要的 为您提供周到服务 空姐身上有淡淡的香气 不知道是哪一种化妆品 气息直接飘到了周围 阿切 张海波打一个喷嚏 嗨嗨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过敏 美丽的女士 离我远点好吗 旁边几个座位上面 几位男旅客 都有点诧异 心里面都说我了个草 这人怎么回事 如今美女空姐主动搭讪 你竟然对人家打个喷嚏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奇葩男人 实在是看不懂不理解 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抱歉刚才我打扰到您了 看到张海波的反应 这位漂亮空姐 差点忍不住一耳光打去 老娘这么漂亮的美女 主动跟你说话呢 居然爱她不理 真是气死人了 直接拒绝不就行了吗 居然对着我打一个喷嚏 哼 如果不是有职业道德 这位美女空姐 接下来恐怕就要 来一个扑腹骂大街 张海波无语摇头 闭上眼 然后开始闭目养神 只是留下一句话 抱歉了美女 刚才的喷嚏与你无关 我最近鼻子有点过敏 您去服务其他的人吧 在之前的二十多天 张海波经历了 特别严厉的特勤培训 修为虽然没突破 但修为境界更加的牢固 在特勤不密库里 张海波买到很多宝贝 其中有防弹衣 重要武器和手枪 还有对修炼和养生有用的 所以说 她收获很大 但是也增加了一个烦恼 舒小蕊这个女人 竟然从开始的冰冷 脾气慢慢改变了 每一天都要纠缠她比武 除了课堂上的正规切磋 有时候 张海波的房门 总是会不正常的 被经常敲响 敲门的人 就是美女邻居 这个舒小蕊 张海波知道 这女人真的是 太难缠了 除了在武器上的 勤教学习 生活中 她还要往上凑 比如喝酒 神仙醉这个酒 后来舒小蕊竟然也喜欢上 变得每天没有酒就不行 可见 酒是好酒 神仙醉的确 名不虚传 美如其名 但如果有美女 天天喝醉的话 就不太好 而且有一次啊 张海波在酒馆里 看到舒小蕊喝醉了 所以就把她背回宿舍 过程自然免不了身体接触 就因为这样 舒小蕊越发地纠缠张海波 她非常无奈 自己毕竟是有老婆的人了 很快就要举行结婚典礼 美女是老虎 必须远离才对 马上就要回家 这次培训实力进步很大 其他的收获也非常大 张海波最挂念的还是家人 家才是自己最温暖 最幸福的港湾 所以面对空姐时 张海波也是冷静得很 修炼之后 她整个人气质变化很大 精神更加纯粹 而且 整个人也更加帅气白镜 让人看到 比电视剧上面的那些演员 还要更帅 所以 吸引力由此暴增 真是幸福的烦恼 所以 在飞机上张海波才这样 都闭着眼 没有理会其他 当作真正的休闲之旅 心态放松是不错的享受 特勤部地下事件 她几乎每天都修炼 修炼 修炼 能够放松 当然是极好 一时慢慢放空 张海波看向玉佩里 这里的空间世界 都是绿意盎然 大片地方都开辟出了土地 之前 腾氏遇到两人 都是抢劫犯 是警察抓捕的落网之鱼 想打击暴富塔 让张海波 发现给扔到空间了 二人就是刀疤脸和黄毛 这段时间里面 这二人非常的苦逼 在空间世界劳作 耕地播种 玉米骨子小麦都 已经有二十多亩了 二哥 这是哪里啊 黄毛非常疲惫地走进草屋 然后 直接瘫软在地 我们被逼着耕地 种地 这还不算什么 乌乌 这地方踏马就像室外监牢 荒芜人烟 我们是被扔到流放的地方了吗 黄毛扑倒在地上大哭起来 第131章 歹徒节肌 这里空虚寂寞冷 黄毛感觉自己实在太难 这里 就他和刀疤脸两个人 没有娱乐 没有现代化各种电子设备 更没有人群 还没有小吃和各种各样的美食 这里 只有寂寞的空气 黄毛每天只能在地里劳动 他学着用拖拉机耕地 然后就是建苗厨地 每天劳动实在太累了 还要辛辛苦苦种菜 不劳动 就没有饭吃 还会受到那人的严厉惩罚 黄毛觉得自己要疯 这样一天天的 没有好日子 就像是被劳动教育一样 呜呜呜 太没意思了 哼 他妈费什么话 刀疤脸摇摇头说道 这里很不错 不但有山有水 还有美丽的环境 我们能种地 这样活着就好 的确是这样 刀疤脸是聪明人 想得也非常清楚 人活着才有机会 黄毛 别偷懒啊 地里的玉米也很多 都开始长嫩玉米了 他会让我吃吗 改天等过来我再问问 咱们这位老板 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刀疤脸名叫李海君 曾经也是聪明好学 在学校的时候 经常考前三名 小时候 他家失火 把家里的东西都烧完了 他父亲性格大变 不知怎么的 就学会了喝酒 酒后打老婆打孩子 那时李海君非常小 才七八岁的小孩 天天挨打 所以 后来就不上学了 每天流浪 一个人偷偷从家里跑出去 在城市乞讨 李海君这样慢慢长大后 打过架 偷过东西 除了没有学什么嫖赌 几乎所有好坏事都经历过 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 而且他为人机智 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 知道怎么忍耐 以及变强大 黄毛撇撇嘴说 我们开始都吃的什么 进来的时候 身上没有任何的力气 饿了好几天 好像被那家伙给忘记了 不过 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里的时间流速 几乎是外界十倍 所以出了个意外 张海波只是小疏忽 真没想到 外面十几个小时 在玉佩空间小世界里 已经过去五天 这次的结果就是 黄毛二人差点被饿死 别他妈废话 有这功夫你不如去干活呢 刀疤脸 李海君突然骂起来 发泄着情绪 尽管心里想得开 但他也有种坐牢 度日如年的感觉 张海波给他们里面摇 还有些过碗瓢盆 让他们自己搭建屋子 做饭吃 紧接着就是劳动重点 黄毛 老板说 只要我们能按照他说的做 重好地 时间到了 就会放我们离开的 刀疤脸 李海君笑着说道 心里也充满了期盼和野望 如果能出去 他的未来绝对不可限量 以后一定要走正路 绝不能再干那些违法的事 否则自己的整个人生 恐怕真要完蛋了 但是 李海君也不知道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去 老板说的话 应该没有假 他的老板就是张海波 李海君知道 自己必须听话 否则肯定会遭遇到一些惩罚 奖励李海君 烧鸡一只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传来飘渺的声音 与此同时 真空包装 从高空掉落 直接掉在李海君的脚下 而且 烧鸡是凭空出现 这样的奇幻场景 直接吓了黄毛一跳 啊 香喷喷的烧鸡 黄毛抬头看 半空中已经什么也没有 非常失望 二哥分我点好不 说着话 咽了一口唾液 刀八点 李海君说 等着等我吃了 给你丢点 很长时间没吃这好东西了 老板真大方 谢谢老板能够记得我的付出 后面的话 是大声喊出 李海君表示 对老板的感谢 呜呜 喂毛我没有 黄毛直接哭了 心里很快就伤心起来 都是劳动者 为什么还是这样的偏心奖励 刀八脸 扯了一根鸡腿 直接扔到黄毛身上 脸上有着淡淡的冷笑 你刚才说了什么 怨声再道 老板其实一直在注意我们的表现 你小子自己犯错生什么气 真香啊 烧鸡美美大 李海君大口吃着 终于感觉到人生的意义 吃饭才是现在最大的事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嘎嘣 鸡的全部骨头 被李海君吃的香味十足 这样咀嚼着 很快全部吃完了 黄毛 以后不但要勤快 平时表现也该对老板尊敬 绝对不能说老板的坏话 知道吗 李海君抹去嘴上的油字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 对正在吃鸡腿的黄毛说道 这些都是他总结的经验 飞机上面 张海波在闭目养神 精神意志部分停留在空间里 把空间整个扫描了一遍 仍然是老样子 山里苍茫的生灵之中 野兽咆哮 山下的平原 还有两群野马在奔腾 小世界最中心的平原 只有一个茅草屋 旁边是大片的土地 而且有二十多亩田地 都绿油油的 长着各种各样的庄稼 草屋周围 很多开出的肥沃土壤 有平整过的痕迹 这些都是黄毛两人的劳动成果 碰 就在这个时候 飞机后面传来一声枪响 清脆的枪声 就像放到炮炸 哎呀 紧接着传来混乱的尖叫 杀人了 不要杀我 飞机后面有个女人在惊恐尖叫 叫声非常刺耳 张海波立刻站起来 他知道 恐怕飞机真出事了 于是立刻把强大的精神力扩散出去 很快的 有场景出现了 飞机后面经济舱 有三个蒙着头套的高大男子 都带着手枪 明显是欧国人的面目特征 而且他们手里面还拿着炸药 嗯 怎么可能 上飞机经过安检检查 怎么会出现 血有枪支的歹徒 其中应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且现在非常危险 飞机正在高空进行匀速飞行 如果导致坠落 就完蛋了 砰砰砰 外面又传出来枪声 歹徒在飞行舱的外面 正在攻击舱门 企图闯入劫持 眼看飞机上越来越危险混乱 不许哭 不许喊 一个猛面歹徒 抬手向旁边中年男子腿上 狠狠开了一枪 第132章 惊魂未定 刹那 机舱安静下来 有妇女赶紧无嘴 搂着自己的孩子 瑟瑟发抖 悄悄的流泪 恐惧无比 生出即将死去的绝望 甚至后悔 今天为什么坐飞机 啊 就在这时候 有女人的尖叫 突然传了过来 商务舱的门被人打开 歹徒拿着手枪 抓着一个空姐拖了进来 空姐瑟瑟发抖 脸上都是泪水身体瘫软 啊 不要杀我 求求你千万不要杀我啊 漂亮空姐吓得要死 这个美女恰好就是之前在 头等舱服务的美丽空姐 此刻已经失去之前那种妖娆 她身体颤抖 涕泪横流 闭嘴 再他妈尖叫 老子一枪崩了你个婊子 蒙面歹徒拿着手枪 狠狠地砸在了空姐头上 而且用力量极大 空姐一瞬间头破血流 红色液体顺脸旁流下 呜呜 这些头等舱的客人 都吓得要死 都像鸵鸟一般 身体蜷缩躲在座位上 哈哈 你们给老子听话 不许乱动都听好了 否则我手里的枪会走火 谁是高建伟 身材高大的歹徒 非常凶悍 脸上虽然戴着一个头套 但依旧能看出他的痕迹来 这是一个白皮肤欧国人 说着流利的华语 看来明显有目标 想抢劫什么东西 豪华客舱很安静 给老子站出来 这样等了几秒 歹徒突然暴怒到 高建伟赶紧给老子出来 把你带的提包交给老子 可以饶你一命 妈的 不出来是吧 紧接着 这个歹徒变了脸 手枪突然就举了起来 对地上的空姐 就要射击 后面经济舱里 这时也有歹徒在那 用枪口指着人 让乘客不许乱动 造成影响 同时 驾驶舱门口 第三个歹徒拿出了炸弹 上面有塑胶 就要贴在门上 这时准备进行爆破 事情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看来这些人有预谋 早盯上坐飞机的高建伟 应该是高建伟手里 有什么重要东西 若不然 不可能这样 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后果 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能让歹徒铤而走险 直接在飞机上动手 这些人太疯狂了 飞机上有这么多旅客 如果导致坠落的话 该多危险 妈的 高建伟你他妈如果不站出来 我就杀死他 手枪已经止在了空姐的脑袋上 不听话的 就该死 蒙面歹徒疯狂大笑起来 拿着手枪 就准备射击 目标就是地上的空姐 噗哧 突然 一道雪花出现 而且还是非常的突兀 歹徒的额头上 突然出现一个血洞 鲜血鼓鼓地流淌出来 就像喷泉般流出了红白之物 啊 空姐瞪大了眼睛 突然看到这样的场面 心中惊骇欲绝 吓得尖叫 她眼睁睁看着死人了 而且死的这个男子 就是下一秒 即将准备杀死她的蒙面歹徒 这样的变故太吓人了 非常意外 商务舱几乎所有人 都是表情僵硬 没反应过来 只感觉就像在做梦差不多 可爱死的家伙 张海波嘴角冷笑 手里捏着几块茶杯碎片 刚才危险的时刻 他直接捏碎茶杯 用茶杯碎片当暗器 才把这个漂亮空姐救下 晚点空姐就死翘翘了 小小碎瓷片 就是个暗器之杀人剑 直接把蒙面歹徒给击毙了 与此同时 张海波身体消失 很快来到外面经济舱 发起救援 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刻 驾驶舱门口 有个黑脸蒙面歹徒 带着猙獰的笑容 把小巧的炸弹 刚刚粘在门上 接下来 后退准备引爆 接下来进去控制住飞行员 他们就能驾驶飞机飞国外 这些歹徒想得很美 而且 整个飞机刚有混乱 歹徒都拿着手枪 驾驶舱里的飞行员 暂时没有反应过来 仍然都处于震惊之中 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虽然这些情况 都有预案 但是 如果投降的话 飞行员很可能彻底完蛋 即便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这辈子也完了 不管怎么都不对 嗖嗖 这时 两道破空声响起 驾驶舱的外面 正在后退离开门口的歹徒 身体突然 后仰摔倒脑袋 出现个窟窿 咕咕咕流着红色血液 与此同时 另外经济舱内手枪 威胁着乘客们的歹徒 也突然被碎瓷片 击穿了胸口 胸口出现一个小窟窿 歹徒睁大了眼睛 魂归地狱 三个蒙面歹徒都死了 事情发生的突然 啊 死人了 乘客们都非常震惊 然后很快反应过来 他们已经得救了 歹徒们不知何故都死了 啊 真是太好了 歹徒都死了 该死的歹徒死了 呜呜 飞机里面有监控摄像 这时驾驶舱之中 两个飞行员都有些目瞪口呆 尼玛 这怎么可能啊 他们正准备向地面报告 哪知事情发生了彻底转变 刚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三个凶恶的蒙面歹徒 竟然就这样 稀里哗啦地死去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是谁出手救了他们 是他 就是刚才出现在那里的青年非常震惊 刚才在监控屏幕里 我发现他出手了 其中一个飞行员很激动 赶紧回放刚才的监控录像 驾驶舱里有两个飞行员 刚才他们害怕极了 心里正担心 接下来 他们面对的 就是歹徒的劫持 类似事情 以前也发生过 这些歹徒可能 逼他们架飞机去国外 如果那样的话就彻底完了 他们面对的 就是人生的黑暗时刻 妈的 歹徒彻底死亡 这下子 我们终于安全了 啊 我们得救了 飞机上都是高兴和激动 以及大家相互见的欢呼 呜呜 有人突然放声大哭 有的人相互拥抱 有人站起来 想奔跑发泄 有人看着地上流的血液 感觉到有些后怕 大家都惊魂未定 都在心里感叹 以后再不敢坐飞机了 这时 飞机喇叭 传来空解柔和 而有点颤抖的声音 各位乘客非常抱歉 大家刚才受惊了 请坐好 注意自身安全 不要喧闹 飞机要降落 第133章 太残酷了 地面塔台接到汇报 应急预案开启 警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各方都很震动 机场正在紧急布置 他们也都非常意外 一般很少会发生这样的突发劫持事件 哦 仅仅在几分钟之后 警车就已经来到了机场 大批警察从警车下来 手持武器 准备进行接下来的抓捕 哎 真没想到 张海波轻轻摇头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没想这次自己遇到这样的一个意外 飞机在缓缓地降落 接下来 会面对审查吗 这其实算不了什么大事 不过是 走个程序而已 哼 今天也算是做到临危出击 做了件好事 把飞机上200多名旅客救了下来 彻底解决了危机事件 张海波算是立功 因为身份原因 不能暴露自己影像 现在 他有特殊身份 还有特勤部门证件 公开的身份 是警都市南方某省某地警官 不管怎样 危机终于彻底解决 真不敢想象 如果他没有在这班次飞机上 那么这架飞机 最后到底是怎样的命运 有些事情真没有假设 不管怎么样 还是安全最好 飞机上的旅客 都非常惊恐 然后 很快的 有大批警察来到了 把飞机给控制起来 禁止任何人离开 排查后核定身份才能下去 警察进入飞机 看到的是地上三个死人 太残酷了 这三个歹徒都是蒙面人 有清晰的样貌特征 咔咔咔 有法医过来进行拍照取证 同时其他几个警察 开始一个个核实飞机上旅客的身份 危机上后 有条不紊进行 张海波满脸严肃 找到了这些警察的领导 某局局长直接亮明身份 然后把事情讲述一遍 哦 谢谢 太谢谢了 原来你正好在飞机上 这位局长看过张海波的身份证件后 英臣的表情很快消失 赶紧握住张海波的手 表示感谢 这真的是一个大好消息 好 太谢谢了 你在飞机上面力挽狂澜 与我算是同行 但我还是要好好感谢你 我定会向上面给你请公的 局长脸上露出笑容 心里也是狠狠松了一口气 这次真是太侥幸了 万一飞机出事 绝对是识破天惊的大案 好在有特勤 幸好就在这趟飞机的上面 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嘟嘟嘟 就在这时候 张海波手机响起来 他拿出手机一看 哎呦熟人 海波啊 听说你坐这趟飞机上面出了大案子 打电话的 正好就是特勤部的雷大虎 张海波有点好奇道 队长 你的消息怎么这样快 他这儿也才刚下飞机 哈哈哈哈 你猜 雷大虎电话里道 这不你离开之后 我们就知道 你坐的航班班次 消息传播的当然快 你可是很优秀的后备人才 言外之意 当然非常明确 也有另一种可能 张海波身上带的手机 就有定位功能 特勤部的秘密手机 当然也就具备了多种能力 这样的高科技 非常发达 而且敏感 有好处也有不好的 对特勤而言 当然会泄露自己的行程 所以有时候 张海波也感觉 这个保密手机 果然是 真的没秘密 要想探测的话 即便你没有这个手机 也会无所遁形 队长你好 之前我匆忙间 经过二十多天的培训 实在是受益匪浅啊 谢谢队长了 等什么时候 再回去的话 我请你喝酒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有点忙 张海波打电话的同时 并没有避讳站身边的局长 这样三言两语挂了电话 海波 这一次 你挽救了二百多名旅客的生命 击毙三个穷凶极恶的 歹徒 很好 局长不知说什么好了 反正是感谢的话 也不要钱 这次航班遇到危险之后 航空公司就接到汇报 所以最后时刻 飞机遇到紧急危险 根据就禁的原则 直接就在某省会机场降落 这样 国家相关部门 能短时间进行应急处理 而且对飞机上的乘客 也是负责的态度 谢谢局长 哦 对了 张海波很快想到自己之前 飞机上 危急时刻 我的行动可能有些录像视频 有点血腥 您尽快把这些内容都删除吧 为我的身份进行保密 张海波有诸多考虑 所以没办法之下 只能就这样 之前飞机上的突击杀人 虽然是为了救人 但是 张海波在飞机上突然爆发 暗期爆发有具体经过 会留下不少的监控 所有相关视频录像 都得删除 这其实是张海波 对自己的身份负责 哈哈 你放心吧 局长笑着点点头 这些都是分内之事 应该的 如果不是因为截机事件太过突然 非常棘手 我都想留你 然后找一个地方聊天喝酒 有事你先去忙 我会处理的 今天都是老天保药 看着张海波离开的背影 局长轻轻抹去头上的冷汗 中原省会飞机场 已经一片忙碌 记者得知出现了意外大事 发生截机事件 绝对是电视上的大新闻 于是 很多记者前呼后应 扛着摄像机来到机场 晚上 国内新闻报道 某团伙投机作案 是三个外国蒙面人预谋截机 被国内特警直接击毙 下午三点多 张海波坐着出租车 终于回到了云省自己的别墅 之前发生的截机意外 虽然是插曲 但事情却十分严重 而且是 极严重的事件 造成的影响也极其恶劣 导致很多人都不敢坐飞机了 中原省机场 转飞 张海波花费两个多小时 才辗转几次回到家里 这真的是不容易啊 哎哟 儿子 你怎么没有打招呼 就突然回来了 张海波进入院子 母亲刚好在院子里 看见她很高兴 这都二十多天了 你也不知道 天天给我打电话 把我给急得真是没办法 你小子 母亲沈小琴走上前 上下打量着 心疼地看着张海波 风尘仆仆的模样 妈 有事回屋说 张海波笑道 这样堵大门口 算怎么回事 难道不累吗 第134章 送鲜花 张海波的手里 还提着行李箱 和两个大袋子呢 袋子里面都是礼品 虽然不太贵 但都是心意 是他专门挑选买回来的 毕竟是去了一次京城 老妈 这里有你的礼物 还有深衣服鞋子 还有 张海波笑呵呵说道 这是京城买回的礼物 里面的东西比较沉重 回到家得 先把东西放下 喝口水吧 虽然他自己有点力气 妈你洗衣服呢 张海波放下行李箱 把里面的脏衣服拿了出来 这几天怎么样 我爸呢 有没有出去找人聊天 外面有几个老人 爱下象棋 都很好说话 离开家20多天了 张海波虽然培训很忙 但每个星期 都会打电话联系 心里也非常关心父母 毕竟 二老在这里住着 而且周围环境比较陌生 这里可是南方啊 对父母来说就是陌生地方 生活环境上 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方便 这都是什么 海波 你衣服都脏了 不会这么多天没洗衣服吧 母亲有些嫌弃的看着儿子 张海波点点头道 我这不是出差吗 太忙了 你呀 赶紧换衣服去 哎呦妈呀 您这是 在嫌弃儿子身上臭吗 不至于吧 衣服 就两身我也没来得及换 实际上 张海波的衣服 还是昨天下午知道要离开 美女舒小蕊就不干了 非得进行切磋 于是乎两个人就那样 近身搏斗 张海波没办法就只好答应战斗 然后把衣服给弄脏了 主要还是美女的进攻太极烈 这个舒小蕊 就是个疯子 天天就知道练武学武 学武切磋 切磋比试 就像野蛮的臭男人一样 也不知那么强的战役乃来的 整天都是神情饱满 精力十足 哎 出差真累啊 张海波把东西拎进了屋里 直接就坐在沙发上面 回家真好 张海波吐出一口气 身体全面放松 就像没有骨头似的 完完全全的瘫软在沙发上 之前 在特勤不低下 每个星期只能出来一次打电话 能够向外打电话联系人 嘟嘟嘟 张海波赶紧接通电话 非常高兴地说 老婆 我已经回来了 等会儿 我就过去找你 电话就是李雪璐打来的 两个人之前也经常通话 只不过 这次因为出差 他们相互通话 就有点少了 就这样 二人聊了会儿天 张海波喝了杯白开水 拿上车钥匙 要开车出去 得赶紧去和女朋友见面 交流温存一下感情 毕竟他们已经这么多天 没有在一起了 感情的事 需要交流 刚刚放下手机 嘟嘟嘟 拿起手机一看 张海波发现 居然是薛涛的电话 喂 队长我刚回来 明天找你去喝酒 今天我有事 还有帮我找个保姆吧 我父母他们在家 每天有点忙 毕竟家里的面积这么大 之前是我疏忽了 张海波轻轻摇头 把找保姆的任务交给薛涛 薛涛笑着说道 哼哼 这个没问题 海波你这次回来 身份有提升 对以后有什么打算 可以和我说说 张海波拿着手机笑了 队长 我正开着车呢 等有空了 我详细和你说 就这样挂断电话 经过在特勤部的秘密培训 张海波的修为 已经突破到了画景巅峰 可以说 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程度 就是大宗师 但是他毕竟还很年轻 为人还是应该低调 当国家需要的时候 就要挺身而出 就比如 这次回来在飞机上 解决了突发危机 这样的事件 以后可能还会遇到 不管怎样 人都有自己该尽的责任 强者也是如此 大酒店对面 一家咖啡厅里面 张海波刚刚走进咖啡厅 就看到卡座里的美女 正一脸笑容灿烂地看向自己 她就是李雪璐 正是张海波 朝思暮想的女朋友 未婚妻 先生你好 您 漂亮的服务员走过来 谢谢 我有位置 张海波顾不上和服务员说话 直接绕过了服务员 走到里面的卡座 李雪璐脸上红扑扑的 海波 你回来了 等你回来等得我好辛苦 张海波激动地说 老婆 今天不要浪费时间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约会 先去酒店庆祝 然后再去外面一起浪漫浪漫 呵呵 走 我听你的 李雪璐奄然一笑 然后很快站起 拿起包准备离开 刚才这是约定地点 二人好久不见了 李雪璐也非常想念 自己男朋友很优秀 他心里微微有点忐忑不安 有些激动期盼 你去培训 都还好吗 二十多天没见面 李雪璐也是有点担忧张海波 出差 应该就是工作 李雪璐知道 张海波的工作属于秘密性质 有些事情之前 二人都已经有过交流沟通 作为未婚夫妻 他们相互之间 也不可能存在着大秘密 信任是最基本的基础 我挺好 放心 这次培训最后考核 还获得了第一名 张海波非常高兴地说道 他们这样说着话 然后很快就走出了这个咖啡厅 哄 咖啡厅门口 突然行驶 来一辆跑车 直接把路给挡住 黑色跑车上 有一位风度翩翩的帅气青年 青年手里捧着大朵玫瑰 然后直接下车 旁若无人一样 雪璐 鲜花送给你 祝你永远都是这么年轻漂亮 青年的礼物 大捧玫瑰就像灿烂的晚霞 浓郁的花香 很快溢满了咖啡厅门口 起开 我不认识你 李雪璐脸上温柔的笑容 在看到这个青年的瞬间 立刻就已经晴转多云 张海波旁边看到 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这是送鲜花 无缘无故的 送到自己未婚妻面前 看到这里 张海波轻轻拥抱住了李雪璐的肩膀 准备绕开面前的青年 雪璐 我们走吧 这个青年有点破坏风景 莫名其妙遇见个现殷勤的 应该是在追求自己未婚妻吧 雪璐 我真的很爱你 真心追求你 请嫁给我吧 这个青年突然大声说道 第135章 丢人现眼 哦 你干什么 张海波皱起眉头 感觉这个青年来者不善 只看他身上穿的衣服 就应该不是普通人 雪璐 请你嫁给我吧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青年手里捧着花 脸上非常认真的表情 满目柔情 声音好听 说话就要 把玫瑰花往李雪璐的面前送 然而就在此时 手里漂亮的玫瑰花 被人给杰族仙灯 抢了过去 啊 你干嘛 周云松勃然大怒 眼睁睁地看着李雪璐旁边的张海波 把他的玫瑰花给夺走了 岂有此理 简直过分 这家伙就是那个香巴佬吗 张海波身体转移60度 把鲜花轻轻捧起 老波 我送你的 张海波笑眯眯说道 虽然是借花献佛 但也代表他的心意 毕竟这是玫瑰花 玫瑰者 烈焰如火也 张海波这段时间 实在也是太忙碌 没有时间送花 现在有机会了 而且还是 如此简单方便 何乐而不为 谢谢 李雪璐温柔地笑着 看到这样一幕 跑车上下来的周云松 差点气疯了 这个青年 就是李雪璐 二审周小慧的 侄子周云松 以前都在外国的精英 刘美人士 你们干嘛 李雪璐 这就是那个乡下来的爆发户 周云松脸色非常不好 不管是谁 自己的鲜花被人抢走了 怎么会高兴 而且 李雪璐很优秀 还是李家大小姐 有那么强大的背景 还是明台大学 毕业出来的研究生 他怎么可能 偏偏要嫁给面前 这个乡八佬 周云松心中非常不服 如此优秀的女孩 必须是自己的 滚 张海波冷笑 如果不是众目睽睽 早已经打对方耳光了 这人看到自己 就在李雪璐身边站着 这样做太过明目张胆 居然跑来 送仙花求婚 你他妈明显就是恶心人 咖啡厅门口 这样的一番动静 很快吸引过来很多人的注意 有人甚至从咖啡厅里面 跑了出来 看热闹是很多人的天性 毕竟 这是很有意思的 滚开 这是我未婚妻 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不管你是谁 但骚扰我家雪璐后博很严重 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张海波摇头 冷冷留下一句警告 带着李雪璐 就要离开这里 真是没办法 有时候总会让你遇到一些脑残祸 这样不但破坏自己的心情 也很杀风景 哈哈 你的爆发户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就敢大言不惭 我是留学国外的优秀人才 即便市长也得客气和我说话 你不会以为自己 有臭钱就了不起吧 周云松脸上冷傲 嘴角非常不屑地笑着 看向对面的张海波 听说你会赌食 不过就是个有些狗屎运的家伙而已 你那些都是小伎俩 骗人的 雪璐妹妹 这是个骗子 你小时候和我一起玩 可以说我们是青梅竹马对吧 你怎么可以装作不认识我 我想 周云松心中得意到 他觉得自己有先天的优势 咖啡厅里出来好几个人 他们都想看热闹 看他这三个人之间 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传说中的那种三角链 可就在接下来 从咖啡厅出来的几个人 突然发现 身边萦绕着一股臭味 哇 好臭 有人惊呼出声 赶紧向后退好几步 目光扫视周围 想发现是哪里传过来的味道 太他妈臭了 而且这还是一种尿味 难道有人故意在大街上 无所顾忌的随便撒尿 啊 快看啊 有个小姐姐吓了一大跳 捂着脸赶紧逃向咖啡厅 众人顺着目光向前面看 陡然发现 刚才开黑色跑吹过来的帅哥 竟然尿裤子了 大言不惭的 要送别人玫瑰 如此邋遢行为 有什么脸敢出现在大街上 丢人现眼 呵呵 这人尿裤子了 有人突然大笑起来 就这样 周围很多人看向咖啡厅门口的 跑车男 黑色炫酷的豪华跑车 最起码价值两百万以上 这人身上穿戴的都是名牌 家里不简单 应该是个富有的富二代 我草 周云松也吓了一跳 刚才 他正在愤怒地发脾气 差点被气死 恨不得上去和对面爆发户 狠狠打上一架 自己的玫瑰花被人抢了 这是怎样的羞辱 他这段时间 国外没回来就已经知道 李雪露将要结婚了 而且还是和一个爆发后结婚 所以 他心里非常的不甘 就找机会开始追求 疯狂地追求李雪露 送各种礼物 各种鲜花 只要李雪露出门 就是各种疯狂 吓得人家女孩都不敢出门 哇哈哈 他尿裤子了 周云松正在愤怒 然后感到自己的裤子 热热的湿湿的 心里在疑惑的时候 就发现 周围很多人的眼睛都在看他 笑嘻嘻的 咖啡厅门口 很多人对他指指点点 好像说他尿裤子了 妈的 怎么可能 这些人简直太过分了 他们在干什么 那充满讽刺 以及不懈的讥笑 仿佛在说 这人当众尿裤子 真是不知羞 啊 真的尿裤子了 与此同时 周云松发现裤子湿了 有液体从上面往外流 自己的小简直 就像没有闸门似的 突然 就像山洪爆发了 积攒了一上午的尿液 全流出来 啊 我踏马 就在这样的情景之下 周云松差点气死 疑惑自己为何会这样 当众尿裤子 这是小孩子才能干出来的事 却突然在他身上发生了 哼哼 我靠 这人母狗样的装帅气 开跑车追美女 故意追求人家的未婚妻 没想到 是一个控制不住尿液的废物 旁边有个小伙子 哈哈大笑道 就是就是 这样的在自己家里待着 不要出来害人 在外面污染环境 丢人现眼啊 哈哈 听着周围人们的议论 周云松感觉自己快点死吧 如果地上有一条缝的话 他会立即钻进去躲起 再也不愿听外面 这些人的讽刺冷笑 哼 他赶紧上车 踩着油门 直接飞驰而去 如同逃命 心里都已经要气死了 第136章 买彩票 哈哈 车后面传来隐约的笑声 在咖啡厅门口 很多人都笑得不行 指指点点 看着远去的跑车 有人笑得流下眼泪 刚才的事情 太有趣了 那个人居然人目狗样的 大言不惭 要追求别人 也不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居然在大街上尿裤子 把咖啡厅门口 弄湿大片 人们议论了一会 然后慢慢地散开了 这个时候 回过神来 寻找刚才的那对情侣 早已经找不到人影了 呵呵 真是 李雪露坐上张海波的车 有点好笑 摇摇头说道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让那家伙出丑 就在之前咖啡厅的前面 周云松突然尿了裤子 好像是小孩子管不住 哈哈 你猜 张海波也是哈哈大笑 有些事不能直对 那么就可以曲线救国 收拾这样的人 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直接让对方狼狈地逃离了 呵呵 你真是顽皮 李雪露也有些哭笑不得 不管怎样麻烦算解决了 我怎么能猜得出来呢 不过 我感觉 与你有一些关系 也不知道你从哪儿学的这些 感觉有点上不了台面 让一大男人 在街上尿裤子 不管怎样 都是一种侮辱 那是二婶的侄子 他之前经常纠缠我 还想要娶我 不看看自己是怎样的伪君子 他在国外学了很多洋枪洋调 虽然也有点学问 但却是非常虚伪 李雪露心里面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事情真是的 前些天 张海波去北方工作出差 周云松天天纠缠 不拦路送花 就是送礼物 今天更加过分 居然直接当着张海波的面 就要求婚 你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东西 配得上我这样的美女 李雪露心中冷笑 她也是有些骄傲的人 虽然小时候 有和周云松在一起玩耍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有些人就是自以为是 总感觉在所有人都要绕他走 老婆 今天想去哪玩 张海波驾驶车子在街上走 车子的速度并不太快 慢慢浏览路边风景 他很久没有这样享受了 城市建设也是越来越漂亮 那些高楼并不算什么 最让人欣喜的是 人们的精神面貌都积极向上 可见人们现在生活富足 安居乐业 整个国家现在都是欣欣向荣 哦 旁边有彩票店 李雪露突然看到前面的广告 不如买彩票 试试手气 张海波这样提议 就这样 他们的车子在旁边停车位缓缓停下 然后两人下车向前面的彩票店走过去 装修非常简单的店铺 里面有几个人正在刮彩票 这里不仅有极开型彩票 也可以购买国彩 种位很多 同时这个店铺里 还有其他文具用品在售 因为这店对面就是一个学校 而且还是个很有名的中学 南海市第16中学 在教育系统里是重点中学 其中有初中和高中部 每年很多考上北大和清大 还有很多学生 家里条件好 考高考分数 去外国留学 学校每年有很高收益 最重要的是 这是私立学校 在公办学校的包围中 闯出这样的一片天地 集团每年都在教育之中 大力进行宣传 老婆 你看这个学校 是不是也是你们李家的 张海波笑眯眯地问道 他清晰地看到 在学校大门上面的旁边 有李世家族的重要的徽章 就是个标志 嗯 那应该是吧 李雪露点点头笑着说 对这个倒是没有太留意 毕竟 李世家族的公司 这些年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涉及更多的其他领域 医疗和教育都有大投资 毕竟 教育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领域 哼 这就是眼光啊 你们李家 二叔也不简单 张海波点点头说道 然后踏着彩票店的台阶 和李雪露一起走进去 如目的是 店里面灵芒满目的商品 彩票销售只是部分 其实老板最赚钱的是文具 包括其中的笔合本啊 还有一些书籍 有些重点考试的名诗书 在市场上都很有影响力 这样说着话 进入了彩票店 两位 你们买彩票吗 店铺老板非常热情 看到他们两个进去之后 立刻就招呼道 张海波向周围看了看 店里还有四五个年轻人 其中两个是学生 正在刮着极开型彩票 旁边已经刮了好几张 里面都是 没有任何的奖励 收获寡淡 李雪露点点头 好的 那就试试手气 然后就开始选择彩票了 老板拿过来两叠彩票 你们都买 还是挑选买 如果全买的话 我给你们优惠 说不定接下来 就要中奖了 这明显就是销售的套路 可见这个老板非常精明 海波 我们比比看哦 李雪露玩心顿生 然后对张海波笑着说 你我直接各挑选十张彩票 看看运气 极开型彩票 好像都不会有什么大奖 张海波笑道 好 我也想看看自己的手气怎么样 一张彩票需要两块钱 即便买上二十张彩票 对张海波也不算什么 就当陪女朋友这样 好好的开心一下 李雪露也非常兴奋 他还是以前读高中时 开过这种彩票 中了十块钱 那时也是玩得特别高兴 今天在路边 看到旁边的彩票店后 他就有了想法 李雪露就想着 在这里重新回味 读高中时浪漫的场景 有些记忆虽然过去 但历久迷心 当时的自己 最是无忧无虑 时间真是匆匆不留情 老板高兴地笑道 这是崭新的 没人挑选过 极开型彩票 别期望会中大奖 你们就当开心了 我这人做生意比较实在 绝对不会骗人的 你们不要 学人想赌博发财 彩票这东西 就是为国家积累福利基金 这是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哈哈 老板您真周到 担心我们买多了会赔吗 张海波好笑地调侃道 老板赶紧摆手 怎么会 我是做生意的 今天看见你俩如此亮眼 就觉得心情特舒畅 想对你们说一些心理话而已 第137章 老坑毛料 张海波点点头 谢谢老板 我们知道 今天就是逛街来这里玩的 这个店人流比较大 就他们说话的功夫 有三个青年从外面走进来 都是买彩票的 就这样 在两叠彩票中 张海波和李雪露 分别在里面 各挑选十张彩票 这样的极开心彩票 非常便捷爽利 如果真正会玩的话 给人发现探索的感觉 但千万不能有赌博的那种赌徒心理 呵呵 我已经选好了 李雪露得意到 这一次过来重温以前的美好回忆 他随手选了十张彩票 并没有期待 里面会有什么奖 就当是在这里开心下 全当游戏 张海波点点头 我也选好了十张 这算是什么游戏 应该算猜谜 哈哈 这是瞎吗 实际也差不多 这种及时性的彩票 完全就是运气 与盲人摸像 没有任何的区别 开始刮出内容之前 根本不可能知道 里面是什么 现在 张海波要开彩票 即便自己有透视眼 但也没有想用 用在这个彩票上面 根本没什么意思 想使用透视能力 除非赌时看原始 知道有没有好翡翠 才会真正使用金手指 作弊的事 还是少做也好 赌时 是为了发财 这样的极开心彩票里 即便有奖 应该也不会多 最多能有多少 张海波根本不在乎 今天想和女朋友 开彩票玩 彩票能不能开出奖品 全靠天意 店老板忙完之后 继续说 哈哈 你们说的对 彩票这种东西 靠的就是运气 我们这是顶呱呱彩票 有游戏的性质 大奖大 小奖多 甚至外地都有人中大奖 就前段时间 南昌有人中150万 那是直接上了电视新闻 旁边有青年说到 新闻我也看过 不过那都是运气 听说两人连续买彩票 然后他们俩意外买下的彩票 中了150万 是啊 这是不能羡慕 我们买彩票 是为国家做贡献 同时心里面也开心 哈哈 名字就叫福利型彩票 其中有部分 进入国家专项公益基金 成为国民福利 店里面几个人这样聊天 张海波笑着没说话 慢慢刮着自己手上的彩票 顶呱呱 这彩票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哇 我中了 李雪璐惊呼道 举着手里的顶呱呱彩票 跳起来 旁边人被吓了一大跳 店铺老板问道 多少 姑娘你中多少 这么开心 看来你们今天的运气挺不错呀 他并不认为是什么大奖 主要还是因为 老板这里的彩票店 之前开出最大奖品 不过是十万块钱的顶呱呱 哦 这就中奖了吗 看着李雪璐激动的样子 张海波也有些诧异 不过随手抽取的彩票 就像游戏盲猜 没想到李雪璐这就中奖了 非常好啊 看来自己未婚妻的运气挺好的 我靠 店铺老板扭头一看 嘴里经不住直接出来个国骂 怎么会啊 120万 120万 这姑娘中大奖了 老板赶紧去外面放鞭炮 值得庆贺 说不定 他们刚才买的里面还有奖 大家这次都得瓜分一下 恭喜恭喜 彩票店里很快热闹起来 海波 没想我今天运气居然这么好 中了大奖 李雪璐忍不住扑进张海波的怀里面 狠狠在他脸上亲了一个香喷喷的吻 湿润润的 充满了激情和火辣的感情 霹里啪啦 店铺老板也是很高兴 直接在外面就开始放鞭炮 顿时引来很多人的注意 老板 这位姑娘刚才在哪里开车彩票 我也要买 我也买 咱们都平分 张海波摇摇头 把自己手里没有刮完的彩票拿了起来 给店里面热情的顾客让地方 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 激动的样子 很值得分享 呵呵 我再继续刮吧 李雪璐轻轻吐出一口气 又继续刮剩下的彩票 一个两个三四个 最后又中两张彩票 两千和十元 可以说运气特别的好 今天大收获呀 值得好好去庆祝一下 张海波搂着自己的未婚妻 非常开心的说道 哦 你的彩票呢 李雪璐拿过张海波的彩票 心情充满激动 继续刮 结果里面只中了五元 也算是聊胜于无 首期最好的就是李雪璐 他俩下午玩得非常开心 明天可以去福彩中心领奖金 眼看着夕阳已经要落山了 雪璐 晚上去我家 我妈说 要好好招待一下你 毕竟这么多天 我们都没有在一起吃饭 张海波拉着李雪璐的手说道 三天之后 缅甸 原石工盘展览会 时间卡得非常紧 张海波出差回来之后 就遇到缅甸原石博览会 也就是原石工盘召开 海波 这一次 你要跟着我们可不要随便乱跑啊 赵东风在前面带着路 他们刚下飞机 还是几个老朋友都在一起 结伴来位的 就是能参加原石博览会 赵东风 周哲李 李老板 还有其他几个人都过来了 缅甸风光真美啊 周凯笑呵呵看着周围 然后叹口气 就是这机场 还有这飞机破破烂烂的 也不知道花钱去好好维护改造一下 难道他们的国家 就是如此的穷吗 缅甸这个国家 各方势力汇聚经常打仗 好像军阀混战 他们即便有一些钱 哪里真会去建设公共设施 机场周边 大家拦了两辆破旧出租车 前往大酒店 之前早有人打前站预定了房间 缅甸原石工盘期间 一般情况下 房间都非常紧张 房间几乎都是爆满状态 如果不提前预定的话 恐怕你可能会没有房子住 这其实并不是开玩笑 完全都是真的 因为喜欢翡翠原石的大老板们太多了 攻盘期间有很多人来到缅甸 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 就这样 大家进入了酒店 赶紧洗过澡后吃过饭 结伴到原石街去溜达 老板 我这是老坑毛料 过来看看 非常便宜的 街道旁边 有个长得黑油油的缅甸居民 大声招呼道 声音非常大 也非常热情 第138章 咬牙切齿 缅甸的原石街道 这里搭着两排捡一棚子 一排排架子上 有很多毛料 里面有很多表现不错的原石 看看吧 我们应该能买点好原石 然后租车运回去 赵东风看着身边跟着的人 大家随便逛 然后最后到这街口会合 千万不要乱跑 记得最后都要回到酒店集合 周哲里笑着说道 咱们就随便走走 过两天就是攻盘的时刻 到那时候 才是我们真正大展身手的时机呢 就这样 大家分开两三个人 结伴开始四处浏览 有去观看周围风景 也有去选原石的 这里的异国风光 风景也是非常有意境 这时候 张海波和赵东风二人 结伴行边走边看 张海波看了看前面说 大哥咱们一起向前走 找家店铺看看 原石不错的就买下来 好啊 看着再说 大家能够来到缅甸 才能看到最好的原石毛料 而国内那些店铺里面的一些原石 不知都过了多少手 已经被人们挑过很多遍 原石的翡翠极少 所以 还是缅甸这里原石品质高 很多都能够开出好翡翠 而且 品质极佳 张海波先是边走边看 然后和赵东风分开来 在两边看着铺子里的原石 慢慢挑选 老板 这块黄沙皮原石 您这出价太高了吧 架子上放着一块毛料 两个拳头大的原石料子 表现普普通通 但是经过张海波的透视眼透视之后 发现原石内有好翡翠 而且这是块全堵的料子 直接就被张海波看中了 八万块钱 不讲价 老板抽着香烟 在棚子里避着太阳 面前桌上放着茶 明显似乎很不在意的样子 老板 三万怎样 张海波开了一个底价 就这样试探着老板 对于生意买卖 搞价是最起码的锻炼 小伙子最少六万 我给你优惠了很多 你看这黄沙皮的表现多好 里面肯定有翡翠 而且还可能是冰种翡翠 这个皮肤有黑的老板 开始胡周起来 其实他也不知道 原石里面到底有什么 呵呵 五万 张海波淡淡一笑说 如果实在不行 我去其他地方转转 你这个原石的表现不好 老板有些犹豫起来 然后点点头说道 行 五万 说话声音有些嘶哑 带着明显的缅甸地方口音 老板长期与华人打交道 语言交流没问题 能达成交易的话 自然就有收获 缅甸这些老板很有钱 就这样 张海波完成第一笔的交易 得到一块好毛料 里面有表现很好的冰种翡翠 三四斤重的原石 除了原石外的表皮 里面都是肥肉 如果开出翡翠 最少能够价值三百万 张海波拿着皮包 从里面直接拿出五叠人民币 都是崭新崭新的纸币 交给了老板 钱货两清 完成交易 就这样走走停停 只要表现不错的好料子 不管是半堵 还是全堵的原石 他都买下来 随着时间流逝 张海波推着小推车 很快就几乎已经装满了原石毛料 如此这样扫货 而且他还推着手推车 可以说就是很惹人眼球了 偶然有人路过的时候 都是点头笑起来 大家相互之间都非常客气 只要表现极好的毛料 张海波都会买下 原石占地方 有差强人意的 就不能占用资金 每分钱 都是财富密码 经过张海波扫货 之后赌食的老板 恐怕再无大收获 其中的好原石 已被收割 这里只是部分商铺 缅甸的原石料子太多了 如果张海波能逛便的话 需要很长时间 而且两天之后 就是原石攻盘 1.张海波 前面街道路口 在一个原石店铺的外面 张海波遇到某个 他并不愿意看到的人 是周云松 这个伪君子 不是个好东西 当然周云松也是人才 能在国外就读名校不简单 没想到居然又遇到了 你这个爆发火 莫非你是想在缅甸 遇到发财的机会 哈哈 周云松哈哈大笑 然后看到张海波 推着装满原石的手推车 一脸嫌弃 有意思 果然 周云松就想耍嘴皮子 长谈阔论 进行语言奚落 张海波却冷笑道 周云松你这个尿裤子的 那天你回家以后 看医生了没 哈哈 你到底怎么回事 前列腺尿不进 还是突然的老年痴呆尿失戒 虽然说 打人不打脸 但张海波已经忍无可忍 根本不愿意看到这混蛋 呃 什么尿裤子 周云松身旁几个朋友 都有点猛逼 表情差异无比 目光充满好奇的 看向周云松 不会吧 真的不会吧 周公子怎么会一尿 难道他真的有了那个啥病 是不是国外胡搞染病了 这些狐朋狗友 一下子就充满无限的想象 感觉周云松经常在欧美 不愿意回国 其中说不定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 于是 众目睽睽之下 混蛋你说什么 周云松差点被气死 眼睁睁看到旁边朋友的脸色 不是这样的 大家千万不要听他胡说 我是无辜的 这家伙就是骗子都不要信他 周云松不解释还好 这样一说 朋友更相信了 周云松你忘记了吗 那天在咖啡厅门口 众目睽睽的 你突然就尿了裤子 已经被很多人看见好不好 还想狡辩 我手里有咖啡厅的录像为正 张海波笑着 狠狠地打击这个周云松 正经实话实说 然后拿出了自己手机 大家都看哦 这是我专门拷贝的那天的监控视频 其实根本就没有视频 不过 周云松并不知道 于是周云松立即恼羞成目 该死的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出五十万买这些视频 这样你也不吃亏 周云松咬牙切齿 恨不得上去报答这家伙 张海波忍不住大笑 看看 大家已经看到了 他想要毁灭证据呢 周云松身边的朋友 立刻就知道 尿裤子这件事应该是真的 不然 周云松不会购买视频 第139章 这个妖精 小子 你耍我 周云松差点被气死 本来想来缅甸发财 刚才遇到这个爆发户的张海波 想羞辱下 哪知道自己被曝光了 这是什么话啊 周公子真是贵人多旺事 那天 还有人拍小视频配音 发在某音视频上 你不会没看到吧 对了 人家已经马赛克你的具体特征容貌 张海波摇摇头 又继续笑着说 周云松有点后怕了 不 绝对没有这回事 你在造谣 张海波冷冷说道 关我何事 人家拍你的视频 都在网上了 你以为像鸵鸟样藏起来 就可以躲避 可笑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都曝光了 说完这些话 张海波扭头向前继续走 来缅甸赚钱 才是最重要 原石里面是宝贝的翡翠 都含有浓郁的灵气 想想都感觉非常激动 就这样走着 前面路边有家装修极好的店 于是张海波走了进去 推车也推了进去 如果不是人多 早就把这些原石 放到空间里面了 真麻烦 原石沉重 简直就是幸福的烦恼 之前在街上 那路边棚子里 卖的都是全堵毛料 这装修不错的店铺里 料子就多了 既有全堵的 也有半堵的原石 石头切面里 甚至能看到极好的翡翠 吱吱吱 店铺的屋子里 谢石师傅正在进行解释 还有不少老板在这里购买原石 非常的热闹 小兄弟 你也是来参加这两天的原石工盘的吧 老板是三十多岁的女人 浑身上下珠光宝气 带着一串玻璃种帝王绿项链 那绿晶莹剔透 太漂亮了 价值最起码五千万以上 张海波笑着点点头说 老板你好 你这店里可是日镜斗金啊 我得沾沾你的福气 在这里选择几块好原石 店里的这些毛料 表现非常好都在架子上放着 很多都是老坑的料子 小兄弟 你嘴巴真甜 漂亮老板娘笑着说道 这条街上我的店铺最大 我老公是带枪的 没有谁敢来这里捣乱 这意思就非常明确了 怪不得这位女老板 身上穿金带银 奢侈的让人想抢夺 原来真是有背景的呀 张海波这样聊了两句 然后开始扫描 有最简便的透视眼 不用真的堵食 这样就非常节省时间了 旁边有一个半堵毛料 原石料子已经被切了小半 浓郁的绿洋溢出来 不错 就塌了 张海波拿出来手电筒 在这块半堵料子前面 仔细地看了几分钟 用手摸着切面 感受到里面无数的灵气 同时透视也看清有好翡翠 美女老板笑道 二百万 小兄弟愿意要的话 一百八十万点你好吧 姐姐就赚个辛苦费 这话说的倒是非常爽快 张海波拍拍手 姐姐 既然叫你一生结 一百五十万 我可是真心实意地想要购买 哎呦 弟弟你真会搞价 老板娘惊呼一声 你这是想割我的肉啊 一百五十万 这可不行 姐姐 我也是需要吃饭的 一百六十万 最后这样一锤定音了 可以转账吗 张海波拿出银行卡 对着老板娘晃了晃说 没办法 不能拿这么多现金 姐姐知道吧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带现金 转账吗 小弟弟你真是 老板娘嘴角带着笑 前段时间 这不是马上要召开原始工盘了吗 我男人就从国内弄了个刷卡的机器 我是从国内架过来的 刷卡方便 老板娘向张海波抛了个媚眼 张海波点点头笑了 拿出来银行卡 直接在机器上滑动过去 交易成功 幸亏他是银行的贵宾 来缅甸以前也是专门又跑趟银行 提高流水交易额度 不然哪有这么的方便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美女老板一脸的娇媚 弟弟你真爽快 爱你哟 伸手想摸张海波的胳膊 嘿嘿 我说大姐 您这里的原始料子这么好 我可得多挑选几块 让你多赚些钱 张海波下的后退一步 好家伙 这位老板娘真是柔情似水 神情太柔美了 仿佛一汪柔情的深水 行吧 不和你开玩笑了 兄弟你想买什么原始 不管多少 我都和你打九折好不好 老板娘表情认真起来 把玩着修长的手指 笑着说道 白嫩嫩的小手 就像牛奶一般柔美 细腻柔和雪白 看着无比的诱人 张海波的眼角微微跳动 不知怎的有欲望在跳跃 灵气 我要灵气 店铺里面 些许淡淡灵气在周围飘荡 张海波知道 这就是自己最需要的能量 周围那些原始料子里 只要切开切面 暴露出原始里面拥有的翡翠 那么翡翠里的灵气 就会慢慢向外一散 当然 普通人是感觉不到这些灵气存在 这是微弱能量 但是张海波是修炼者啊 如今有机会来到 参加缅甸原始工盘 最大的目的 不就是这个灵气吗 翡翠里面的财富当然重要 但是其重要程度 绝对没有这个灵气重要 红色翡翠 蓝色翡翠 毛料切开的面 有很多精彩绝伦的翡翠 非常漂亮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之后 张海波又扫荡一遍 找出来不少极品料子 其中最刺的是 冰种翡翠 还有五块里面有玻璃种 帝王绿翡翠 同时 买了三十多块全赌价格 比较便宜的原始 老板 这六块半毒料子 我都要了 您看了多少钱 张海波压抑着心里的激动 赶紧买下来才行啊 老板娘微笑着 慢慢从柜台后走出来 眼底流淌的 都是默默柔情 恶挪多姿的身材 让人心里忍不住 会充满了某种幻想 妈的 这个妖精 张海波轻轻摇头苦笑 此女天生媚眼 诱人的眼眸 迷人的小蛮腰 以及高雪山风 都让男人沉沦进去 这女子 简直就是男性的杀手锏 呵呵 我来了 老板娘明嘴轻笑着说 帅哥 这六块半毒的原始 你给我两千六百万就行 另外这些全赌毛疗的数量 也不少呢 五百万就可以 全部一共三千一百万 第140章 异国他乡 离开这家店铺 张海波仍然意犹未尽 这位老板娘非常热情 人长得漂亮 做生意也是非常大方 懂得让利 就会发财 毕竟回头客 应该也是很多的 张海波推着一个大推车 走到路边 角落处没人注意的地方 然后他就把表现 极好的料子 都收到空间里面 就这样一下子 这辆手推车里面 原始就空了大半 这样就非常完美 前面路口拐角处 赵东风和周凯在那站着 哇 张海波 半天时间 你就买了十多块原始料子 周凯远远地就看见了 走近时 周凯和赵东风二人 向手推车里面看去 就像看到新大陆一样 周凯惊呼起来 靠 你这是捡破烂啊 赌石哪有你这样的 这不到三个小时 就买这么多 你以为里面都有翡翠啊 张海波轻轻地一笑 大家热不热 你们都在这里站着 咱们找地方喝水吧 缅甸这个时候 季节虽然已到了秋天 但还是非常热的 大家都知道 这地方热 没想到今年天气反常 太阳火辣辣地 如火球一样 周凯笑道 海波 这不有矿泉水吗 我刚才去买矿泉水 没想到十块钱一瓶 真黑 他们是不是专坑我们这些人 事实上 应该也是如此 果然 张海波知道 缅甸的物价 绝对就是不同 有水喝 就已经很好了 由于生活习惯不同 缅甸当地人 很少喝矿泉水 而且水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如此贵 也是因为经过的程序比较多 除非有钱的缅甸人 才可能会天天喝矿泉水 海波 你喝水不 周凯笑着说道 我今天在外面转了转 就买了一块原石 表现特别好 而且还是老坑料子 已经放在酒店房子里面 就这样说了一会儿话 不久后 周哲理也过来了 还有李云龙老板 身边保镖推着小推车 上面放着十几块原石 呵呵 周老板发财 张海波笑着 和周哲理李云龙两个老板 打打了招呼 这次来缅甸 周哲理老板的身边 跟着一位赌石老手 所谓的赌石师傅 在玉石公司的地位很高 赵东峰点点头说道 周老板发财哈 你这些原石真好 看着表现都是老坑 如在国内的话 非常少见 都是精品 周哲理买的这些原石 的确很不错 表现都非常好 那是 我这都专门把公司里的 大师傅带来了 参加这样规模大的工盘 不能大意 周哲理笑呵呵地道 他身边跟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 男子身体高瘦 五十多岁 是玉石公司的赌石师傅 经验非常的丰富 工资也很高 女子三十多岁 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娃娃脸小酒窝 旁边周凯走过来 对张海波小声说起来 这位美女 是我亲姑姑 以前在国外留学做生意 这次专门回来参加 缅甸公盘博览会 其实我姑姑 这人非常好 周凯在张海波耳边 开始介绍起她的姑姑 周娟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名字 嗯嗯 知道了 张海波点点头道 怎么以前从没听你说过 你原来还有一个姑姑呢 结婚了吗 周凯苦笑 不婚主义 时间很快到晚上 上午坐飞机到的时候 大家都挺累的 于是到晚上吃过饭后 大家便早早休息 每个人都是豪华单间 有洗澡间 也比较宽敞 这在缅甸来说 条件很好 嘟嘟嘟 张海波拿着手机 和父母报平安后 又和李雪璐打电话 简单说了自己今天的见闻 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 到异国他乡 今天所闻所见的 都是比较新鲜的事 晚上躺被窝里打电话 和爱人诉说中常 是非常惬意 而且温暖的是 自己在外面跑着忙碌 赌食创造财富 起码也是为了 自己的家庭幸福 就这样说了十几分钟后 二人互道晚安 关灯睡觉 第二天早上 张海波完全非常自律的 早早就起床开始锻炼 简单的洗漱 他就站在酒店的高楼上面 观望东方 透过房间玻璃 看向远处 咚咚咚 缅甸有古老的寺庙 南方寺庙里 敲起响亮的钟声 悠扬钟声波浪一般 远远传地 蔓延到了方圆百里 浩渺宏伟的钟声 让人精神震荡 东方阳光出生 朝霞满天 远处高大的山峰顶部 露出太阳的轮廓 刹那间 东方的天空 光滑闪耀 突然金光闪闪 就仿佛被天神降临下了 金色的甘铃 世界变成金色 远处的高楼屹立不倒 楼层穿破云层 形成独特的金色景观 缅甸人一般都信佛教 所以 南部有大片的寺庙 张海波现在住的房间 远远就能看到 远处那片建筑 三天之后 原石工盘博览会开启 很多人来到这里 参加赌食 这两天的时间 张海波每天都会去街上 选购表现很不错的毛料 然后拿回来 放入自己酒店的房间 其中大部分都放入空间 空间才最安全 而且地方宽阔 与此同时 空间里的两个人 刀疤脸和那个黄毛 也都渐渐习惯劳动 田里作物已经收获两次 他们又开始学习养殖动物 比如一些 鸡鸭猪牛 张海波在外面采购部分幼崽 然后 送到了空间里面 空间要慢慢建成农场 现在也不过是出具出行 以后 还要在里面养些奶牛 再增加一些配套机器 应该能形成比较现代化的农场 至于工人 就是黄毛和刀疤脸两个人 自力耕生 也是对这二人进行培养 咔嚓 张海波手中拿着鸡蛋 这是空间世界里 刚生出的鸡蛋 小肌肤出的第一代鸡蛋 味道 应该也是不错 张海波打开蛋壳 然后迅速地喝了生鸡蛋 这样吃凉凉的 感觉很舒服 而且还有消炎去火的作用 生鸡蛋 也是一味良药 张海波记得小时候 有时上火就会喝生鸡蛋 那都是自家养的柴鸡蛋 味道可以 但如果与现在空间里鸡蛋比较的话 品质就差了太多 张海波口中生鸡 竟然感受到有一股甜香的味道 第141章 无理取闹 毕竟空间里有灵气 天地造物 有这种特殊的高级能量 物质自然不一样 不管鸡蛋或鸟蛋 味道特别好 哗啦啦 刀疤脸在生火做饭 没想到身边落下大堆原石 这样的动静 吓他一跳 这是我在缅甸弄的原石 不要惊慌 好好工作 表现好 我会奖励你好东西的 张海波的声音 从玉佩空间世界的高空 轰隆隆传出 就像一位创世神灵般 让刀疤脸李建军 都有点恐惧了 老板 我知道的 您把这地方交给我好了 李建军轻轻咽口唾沫 卑微地笑着说道 妈的 这地方太奇怪了 以前刀疤脸李建军 还想怎么能够逃出去呢 后来走了很远的路 然后跋山涉水的 鞋都被磨破了 大山里差点被野狼吃掉 最后二人又回到原地 明白这辈子都出不去了 他们二人慢慢发现 这地方的野味非常好吃 吃过鸟肉身体比以前还要更健康 而且身上全都充满了力量 只是鸟太难扑捉了 李建军从此不想再逃 开始去努力劳动 种地养鸡喂猪 吃妈妈香 身体被棒 比以前打打杀杀更有意义 八鸡 天空有只烧鸡落地 李建军知道 是老板赏自己的 野地里的鸟和兔子很难抓 还是老板送的烧鸡箱啊 李建军很高兴 直接抓起烧鸡的包装袋 撕开就吃起来 吃得嘎嘣脆 满嘴都是油 二哥 你又偷吃啊 黄毛听到动静 赶紧从庄家地里跑过来 太过分了 老板怎么就如此的偏心呢 他不敢说 也不敢问 哈哈 给你一个鸡腿 老板 其实也是挺好的 你不要偷偷嘀咕墨戒 不然就没饭吃 黄毛流着口水 二哥 我在地下挖出了破旧东西 好像是古董哦 非常的坚固 砸了几次都没有破 这是不是好东西啊 哈哈 如果是古董 找地方卖了 就真的发了 黄毛很得意 啪 李海军很吃惊 直接狠狠给了黄毛一个大耳瓜子 什么东西 他妈赶紧拿出来让我看看 还想卖了发财 这地方东西 都是老板的 骂的个笔 出得去吗 李海军恨铁不成钢 真想打死黄毛 鬼孙子傻逼玩意 这混蛋 怎么就没有心眼呢 二哥 你为什么打我 黄毛心里面委屈的不行 刀疤脸 李建军呵呵冷笑 这里就你我两人 你叫我大哥就行 现在你是老二了 妈的知不知道 古董给我看看 这东西 千万不能私藏 小心让老板知道找麻烦 最后半句话 刀疤脸不敢说 我是老二了 老二 黄毛有点猛 自己的地位 终于能升级了 妈的 是不是骂人的老二 就是这东西 黄毛拿出个 袖级斑斑的 黑乎乎的圆盘 直径约20厘米 上面有凹凸不平的痕迹 这是金铜 又不太像 古董带着泥土 黑中透着淡淡的黄铜色 非常古朴 看来厚约五六厘米 就像风水的罗盘差不多 缅甸 原石工盘 很多从各地来的老板们 都已经办理好身份牌 张海波和赵东峰几人 之前预交十万块钱 办好身份牌 这是进入原石工盘要的 而且还是必备的通行证 如果没有 不让进 上午八点多 人们已经聚集在 缅甸原石工盘的门口 前面十几个人 鹤枪实弹的缅甸军人 个个都非常严肃 仔细检查 每个人的身份牌 就在这时候 张海波 你应该没想到 我今天也会过来吧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呢 张海波突然听到说话 而且是个女人 冰冷的声音 周凯惊讶到 黄亚倩 你不会吃错药了吧 怎么说话呢 阴阳怪气的 你怎么回事 却原来 是之前意外闹矛盾的 黄亚倩在说怪话 周凯 关你屁事 黄亚倩冷冷对了一句 脸色很不好 看周凯就像看墨生人一样 旁边的几个人也感觉到了 有些不对劲 相互之间对视了一眼 呵呵 你谁啊 张海波冷漠地道 阴阳怪气说话 怎么的 感觉别人惹到你了还是怎么 我不欠你什么 想借我钱 你想得真美 周凯有些惊讶到 借钱 黄亚倩想从你那借钱 这时候 大家才终于明白 就是这个原因吧 黄亚倩怒道 不就是个爆发货吗 我也可以赌时 这次来这里参加缅甸公盘 我一定赌时 弄得大大的玻璃种帝王率 超过你这个虚伪的伪君子 我们黄家必须要翻身了 黄亚倩脾气突变 原来竟然也是如此的暴躁 周凯点点头想明白了 之前就听说 黄亚倩家的房地产公司 资金周转不开 正在想办法筹集资金还贷 可也不能向私人借钱啊 真实原因 据说是黄亚倩的父亲搞期货 赔大发了 有些人就是贪得无厌 想要在缅甸公盘上 赌时还银行的贷款 想得太简单 赌时这东西实在是风险太大 与期货比较也不相上下 有的人赌时借贷 想发笔真正的大财 结果赌时输了 最后想不开跳楼的不少 就像炒股票 使用股票的金融杠杆 风险成倍增加 想发财的时候也是风险俱增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张海波冷笑 黄亚倩 你是不是疯了 说我是伪君子 你到底什么心里能说出这样的话 真的是不可理喻 无是生非 这个黄亚倩 没经过社会毒打的女人 装什么装啊 不要觉得错误都是别人的 哇 出绿了 前面的棚子里面 解释机发出刺耳的声音 突然有人大声惊呼 好像原始真解出来什么了不得的翡翠 张海波笑道 周凯我们过去看看 难道有好东西 就这样 大家穿过人群 看到前面解释机下面台子上正好有绿光闪耀 果真是出了冰种翡翠 而且个头特别大 原始已经被中间一分为二 里面满满的 都是绿意 哈哈 我发财了 有个中年男子兴奋的大喊道 情绪激动的 忘乎所以 第142章 翡翠公盘 切割机下面的翡翠极好 周凯摇摇头 唉 为何切出翡翠发财的人不是我 即便刚出现了切面 那卸石台子上面的原石就仿佛是美丽的大姑娘 被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她现在是那么的漂亮 让人想要拥有 翡翠切面 绿意盎然 让人忍不住想收入囊中 周围观看的人越来越多 三百万卖不卖 这时候 突然有个身材矮小的老板大喊起来 看到表现极好的翡翠就得赶紧抢购 我靠 这么贵 周凯也被吓了一跳 他以为只有一百万左右呢 没想到翡翠行情这么疯 张海波轻轻一笑道 这两年物价上涨 翡翠也涨得厉害 有了好的料子都在疯抢 周凯听到这话咽了口唾沫 妈的 这次我绝对要好好地买几块好翡翠 即便不赌 也要收购几块好表现的明料 明料就是开了窗的原石 其中风险就降低了很多 哼 看看热闹就算了 咱们还是去周边找好原石 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张海波笑着 拉着周凯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满身的汗 这里天气也是特别热 此刻老家的北方 现在已经是秋收的天气 秋高气爽的 这才是最舒服的季节啊 海波 周凯突然问道 这个黄雅倩刚才怎么回事 你们以前两人之间关系 不是挺好的吗 张海波无语道 那天街上偶然遇到 他突然向我借钱 原来这么回事 我也听说他家的公司 被银行催贷了 他父亲玩期货 然后暴底仓大亏 这样就影响了公司运转 周凯意味深长底 笑了起来说道 张海不好奇 你笑什么 这个笑容极其诡异 就好像里面有什么内幕一样 周凯撇撇嘴 你看黄雅倩不是来到缅甸了吗 呵呵 这应该是想孤注一掷吧 缅甸公盘规模很大 周边国家很多的玉石老板都过来了 其他领域的老板也过来 主要还是这几年的翡翠 特别的疯狂 有的人在其中突然暴富 从平平无奇成为亿万富翁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传说了 海波 你不明白吗 他们家只是被逼上绝路了 应该是想学你这样突然暴富 要在缅甸公盘这里面 找到一条生路 周凯这样说了几句 就把黄雅倩的目的给揭露出来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说着 哦 原来如此 张海波点点头 在旁边的摊子上 看中了一块黑色的原石 黑油油的料 老坑料 外表毫不起眼 不过在他的内部 却是一片红色的翡翠 虽然翡翠只有半个排球那么大小 也比较普通 老板 生意兴隆 看着这块不错的原石 张海波蹲在了老板摊子前 开始慢慢浏览这些毛料 小伙子 你是从华国过来的老板是吧 我的这些料子 很多都是以前收藏的老坑料 你如果喜欢的 可以挑选一下 这个老板非常高兴 那有黑的脸庞 绽放着光芒 看来是非常有经验的缅甸人 嘴里说的是华国语 带着很隆重的口音 得仔细听 老板笑着说道 这前三天是原石的基础盘 本地的老板们可以摆摊 能够在这里进行随便销售 然后的两天 才是名标和暗标的投标 到时候 我们就要出去在外面卖毛料了 反正今年规矩又有点改变 哦 变了什么 张海波在旁边好奇地询问起来 老板神秘兮兮的 这次因为某些原因 加大出货了 然后我们这些老板 也得把以前收藏起来的好东西 都拿出来销售 需要多向上面缴纳石水额 哎 这都是很久的宝贝 老坑料子已经收藏了好多年 张海波有些震惊 老板你是舍不得吗 卖出去就是大笔的财富啊 发财不好吗 哈哈 当然好 老板的脸色一阵大笑起来 也得是来了生意 否则老板可不敢这么说 这些年做生意 他也是有了一些经验 老话说的 顾客就是上帝 只要老板高兴了 就会在他的小摊上购买原石毛料 老板 你们国这些年发展得特别好 听说都非常有钱 你如果在我这里卖毛料 给你打九折优惠 我这些原石 可都是收藏起来好多年的老料子了 缅甸老板笑嘻嘻地说道 脸上带着得意和期盼 希望张海波能光顾他的生意 这黑石头多少钱 张海波点点头 直接说道 这光溜溜的 就像河里的鹅卵蛋一样 会不会你们在矿区的河里捡的 缅甸老板有些尴尬 看来小兄弟您是懂得 这块光溜溜的黑石头 的确是他在矿区附近河里 那些年找机会悄悄捡回家的 主要是那时他还年轻 经常在矿区那干活 河里面 当然也有一些翡翠原石 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缅甸的河里 特别是那些靠近矿区的 长期以来经历的山洪爆发等各种原因 那么在河里面很多大石头 就是原石精品 曾经有一段时间 当地的土著 疯狂在河里面刨石头 就像淘金一样 小伙子 这黑石头 虽然是在河里捡到的 但它的确是老壳毛料 我真的不骗你 而且 这都是大家知道的 这块老料一口价十万块钱 老板最后咬着牙 给了个高高的价格 张海波摇头道 六万 绝对不行 九万 现在行情这么好 我不能亏 老板非常坚决地摇摇头 然后说道 好吧 九万就九万 对于这块黑石头来说 看上去非常普通 不过 在张海波透视下面 这款黑石头 就像美女的衣服 直接显露出里面内容 都是几瓶翡翠 所以他现在必须拿下 对这个缅甸人来说 这是他年轻时候 在河里捡的石头 那时 他人年轻很机灵 毛料基本上没有任何成本 他一边在矿区里工作 挖原石上班赚钱 然后一边在河里 捡了很多石头收起来 藏到家里面 慢慢积累原石 第143章 爱吃不吃 这样过去20多年 老板家里原石毛料 已经很多 这些年 卖出去部分原石 不过随着现在翡翠火爆 价格每年都上涨 就开始吸收 但是今年又有不同 上面的军阀老大说了 必须往外买 张海波向周围看了看 你这都是老坑原石吗 这位老板摊子上的石头 的确挺有年代 而且表现都非常不错 当然 我不骗人 黑油有的老板笑着 露出了满嘴大黄牙 就这些 可是我积攒了十多年 二十年的宝贝 你以为我舍得卖出去 这些毛料 可都是我养老的好东西 张海波点头 然后在这个小摊子上 选出来六块原石 这些里面有好东西 表现一般的 就不买了 现在的主要战略 是集中自己的资金优势 多购买内部表现不错的料子 回去放保险柜 以后即便是不开出来 也是一种投资 翡翠里面都含有灵器 行吧 那我要这几块原石 你给我算算多少钱 张海波拍拍手 把六块原石放在一起 好 老板眯着眼睛笑了起来 看着地上的六块老坑料 这都是他从河里搬回家的 一百八十八万 直接就给了这样的高价 今年公盘特别热闹 这老板也不发愁 这些东西卖不出去 所以要价就有点夸张 张海波咒没到 老板 您这人不实在啊 这么贵 闹去八万一百八十万 这已经很好的价了 小伙子你要知道 这石头可都是老坑的料子 现在是非常稀有 缅甸老板不松口 反正他也是不愁卖不出去 就这样 张海波成功交易 直接给对方转账 非常方便 现在是网络社会 有账号转账是非常方便 而且还有银行卡之外的 某富宝这些支付工具 完全能够进行正常的交易 我靠 咋回事啊 海波 你这又买了六块原石 我好不容易才挑选出 两块比较不错的 周凯在旁边站起了身体 用拳头捶着后腰的位置 这不是机会难得吗 张海波笑了笑 把六块料子放在小推车上 这次来到原石工盘博览会 必须进行大面积扫荡 不然也对不起他自己的特殊能力 呵呵 小心点吧 可不要把你家子都给赔光了 你这就是乌鸦嘴 张海波摇头 然后推着车子往前走去 周凯在后边也找到个车子 把原石放进去 一前一后推着向前溜达 海波 我感觉你应该距离那个黄雅谦要远点 你不知道 他父亲的家伙 就是个赌徒 两人走着说话 然后还一边挑选原石 把工盘初期这些老板的毛料 直接几乎都给扫荡了个遍 就这样时间流逝 很快又到了中午 头顶太阳火辣了 第一天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大阪 周凯休息会儿吧 咱们找个地方吃饭 然后继续 关于其他别人的事 就别说了 原石工盘 缅甸官方有专门位置 负责存放贵重物品 他们推着车 就把上午买原石 放进了铁柜子里面 只需缴纳百元的保管费 完全不用有什么顾虑 周凯用手抹掉汗 嘴里边骂骂咧咧道 妈的 赶紧找地方喝点啤酒多好 真要热死我了 没想到今天这么的热 心境自然凉 你看看 我只是稍微出点汗 张海波自在地背着手 向路旁边慢慢一个饭店走去 周凯 我不是说你这家伙 以前也不知道锻炼身体 看看你这气喘得像的什么 的确如此 周凯以前出门 不是坐车 就是其他交通工具 哪里受过这样的罪 这一上午 尽管原石工盘位置 有棚子遮着阳光 但是人来人往的火热气氛 再加上忙碌着挑选原石料子人 就很累 哼 你就是一个怪物 天天早上锻炼身体干什么 还不如搂着美女睡觉爽快呢 周凯撇嘴道 然后想起前几天在家里 被老爸教训 让他好好当交警 不要去和胡鹏酒友 搞乱七八糟的事 不然就把零花钱全部停了 哎 海波 你真幸运 我天天在家 被我老爸教训 周凯长长的叹口气 你很快要和那谁结婚了 你说 你这都什么好命啊 真让人羡慕 我这样优秀的帅哥 为什么没有追求者 你却偏偏抱得美人归 张海波摇摇头笑道 听说你当交警了 专门蓝美女的车 直接被你们队长教训了 这事情 也是听别人说的 大家定期 都会聚会喝酒 当然 相互消息会交流 周凯的事情 自然不是什么大秘密 也就成为喝酒聊天 让人可以开心一笑的话题 嗯 你说这个 那美女 其实是我初中的同学呢 周凯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就想起了某位美女 她某天在当交警执行时 就远远看到这位同学 开着跑车过来了 于是 激动之下 忘记自己 是在工作的时间 挥手喊停 刚好交警队长就在旁边 这一下子 周凯这刚上岗的新人 不就撞枪口上了吗 虽然和女同学重新认识 但在领导面前出了错 可不是小事 哎呦 在想什么呢 张海波感觉有些好笑 你小子 不是正在四川吧 周凯苦笑着说 没呢 女同学不想和我结婚 妈的 她说 我是顽固二代 没什么上进心 老子有一万家财 还要奋斗什么 其实 女同学还是比较不错的 张海波笑道 那你就想办法追求 然后结婚生子呗 说好之间 两人走入饭馆 两位您好 想吃点什么 这里也有华国的东西 还有青山啤酒和雪碧 每瓶十五块钱 一位美女服务员走了过来 周凯笑道 你们想把我们当傻子杀吗 饮料都这么贵 服务员身体一扭 眼睛瞪着周凯冷笑道 哼 爱吃不吃 就剩两张桌子 有一会别人就站满了 有钱买翡翠赌食 没钱吃饭 服务员的脾气挺火爆 心情烦躁 好像有点 本姑娘真不想伺候你的意思 第144章 连续扫货 如此模样的爆脾气 张海波摇摇头 美女给我来五瓶啤酒 两罐雪碧 然后再弄俩好菜上点大米饭 鸡肠碌碌的 还费什么话 周凯冷笑着道 我说美女你这可不对 顾客就是上帝 我来你家吃饭是送钱来的 你应该热情地招待我们才好 没想到这姑娘直接扭头 哼 这么能说 有本事不吃饭 你去喝西北风啊 这是服务员家开的饭店 这大热天的 心情有点不好 所以看见周凯 这女孩心里不知道怎么 心情烦躁 就想对几句 你这人真有意思 不想吃就给我出去 本姑娘还不想伺候你呢 这个 也许这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磁场效应 周凯到哪里 都遭人反感 张海波赶紧大声说 吃饭 谁说不吃饭呢 就我刚才说这些 赶紧丢我们上吧 快饿死了 逗 咱们大家不要发脾气啊 每个人活着 都是非常不容易 美女服务员笑了笑说 这位大哥说得好 听人劝吃饱饭 我立刻就把饭店里端上来 说着话 狠狠瞪着周凯 嘴里轻轻冷哼了一下 我靠 都怨我 周凯坐在座位上叹口气 这丫头脾气不好 来这里 吃饭给他们送钱的 就这样带我 女孩子进入厨房之后 周凯有些懊恼的小声道 过了两三分钟的功夫 这位漂亮服务员 应该是华人后裔 同时脸上有着缅甸人 那特有的有黑肤色 很快就端着大盆的米饭 给送了过来 随后 又拿来了啤酒雪碧 还有两盆炒菜 分量特别大 看样子 即便再加个人 恐怕也是吃不完 这饭店 就是这么实在 吃 饿死我了 周凯不再多说什么 拿起来啤酒 咕嘟嘟喝了半瓶 然后抓起筷子家吃起来 吃了多半碗米饭 周凯抬头开始说话 海波你现在的身家 应该很大吧 大概有八亿 或者比这更要多 实际大概 很多人都知道 张海波的财富应该不少 最开始在蓝海会所 玻璃种帝王率 就获得了三个多亿 后面卖给乔星五亿帝王率 仅仅这两部分加起来 就有八亿多 所以现在 周凯心里也是非常羡慕 能怎么办 他觉得自己没有那好运 关你何事 张海波表情一冷 好好吃你的饭吧 操这么多闲心 有功夫的话 赶紧去追美女对象吧 早点结婚 应该是你老爸的愿望 你不能整天 就这样游手好闲 我靠 你说教管我 你又不是我老爸管这么宽 周凯一听 立刻就不愿意了 嘴里说道 二人就这样说话聊天 很快就把桌上的菜消灭了 周凯撇撇嘴冷笑道 海波你这么能吃 是猪转式的嘛 感觉你这家伙太能吃了 饭量怎么都比我 多了三四倍的样子 的确是这样 张海波从修炼后 饭量自然就大大的增加了 不过能吃也是好事啊 下午继续扫荡 缅甸原石工盘博览会 有很多表现不错的老坑料 如果下手晚的话 可能会被别人买去 所以挑选料子 必须抓紧时间 前三天就是缅甸国内 原石老板们集中出货的时期 张海波走到一个摊位前面 稍微观察了片刻 老板你这里原石挺多 这黄沙皮毛料多少钱 很快的张海波看到 在这个摊位上 有个较大的黄沙皮原石毛料 经过透视眼 看到里面的确有好东西 一百万不讲价 老板六十多岁的样子 满脸的沧桑抽着汗烟 巴达巴达的满不在乎 嗯 这毛料有点贵 如果是九十万我就要了 张海波每次都有搞价的想法 于是说道 这次当然也例外 只要能搞点价格 就可以节省点钱 周凯在旁边看着 老板 你这里的原石的确表现不错 如果价格合适 我们会多买点 毕竟每次来缅甸挺不容易 需要办理各种护照 还有缴纳交易的税费 非常麻烦 九十六万 老板搓着粗糙的手掌 拿起旁边的水喝了起来 你们这些华人很精明 我这里很多都是老料子 绝对货真价实 我最多给你们打九五折 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折扣了 张海波有点满意 那好 老板 这块黄沙屁原 十毛料我要了 还有这块和那块 加起来一共八块原石 直接给你刷卡行不行 张海波发现好毛料 直接就进行扫货来 好东西很难得 当然行 我这里有刚从华国内弄过来的鸡 我之前也在这上面转过账 挺方便的 而且 我这可以用美元 欧洲的货币进行付款 缅甸老板咧着嘴 天天吸烟 牙齿都熏黑了 高兴得很 随着科技发展 转账很方便 之前在国内的时候 张海波就已经向银行申请了交易额度 频繁转账几个亿 没问题 很快完成了转账 老板咧着嘴 露出黄牙 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小伙子 你果然是好眼力 刚才买的八块原石都是好料 表现非常不错 这位老板也非常精明 懂得如何搞价 而且知道 给别人优惠 与别人不同 这样就提高了原石毛料交易额度 如此出货 加快速度 不至于等公盘结束 还有存货 就这样 扫货一路溜达着 傍晚的时候 张海波装满两大推车 满满的都是原石毛料 与他结伴型的周凯 都是有点吃惊 哎 我下午就买了五块毛料而已 你咋弄这么多 只见张海波的小车上 黑的黄的白的 各种颜色表现不同的原石料 周凯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嘖嘖称奇 就这样 第一天就结束了 喝酒 敬您一杯 晚上酒店的大包厢里 周哲里和赵东风 以及从国内过来的几位 比较熟悉的老板 正在包厢里喝酒聊天 周董您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认识您 您身旁的师傅 果然是翡翠赌食的行家 今天 我是真正让王师傅给教育了一次 第145章 后起之秀 呵呵 来 喝酒 周哲里的旁边 坐着一个胖乎乎的老板 脸上都是坠肉 正在旁边和他拉关系说话 王师傅真的很厉害 今天那块原石那么大链 别人都不看好 王师傅偏偏就看中了 然后从我手里买过去 这不就发了 胖老板笑迷迷地道 眼睛里闪过一丝的后悔 哈哈 周哲里摇头笑道 那块毛料 大家都不看好 毕竟有那么大的链 而且非常明显 可能已经破坏到翡翠 这样的情况 魏老板 你不都放弃了吗 现在说这些后悔的话 可没什么意思 旁边这位胖老板 名字叫做魏秋生 是中原省过来的 也是一家玉石公司的老板 在业内也小有名声 这今天的赌食 刚刚开始 缅甸攻盘第一天 就和周哲里遇到了 大家都在仔细研究 一块有猎的好毛料 原石有猎 怎么可能好呢 当然原石表现好 但各种表面特征 都说明其中有翡翠 而且很可能是极高的兵率 但是就因为外面有猎 很多人最后就打了退堂股 跟随周哲里来的王师傅 胆大心细 最后拍板 直接让周老板 把这块原石给买下了 有猎 风险就加大 所以这块原石 并不是特别的贵 185万 有猎而表现极好的毛料 引起很多人关注 本以为那猎口 已经破坏了里面的翡翠 哪里知道 恰恰相反 周老板购买后 直接就当着众人的面 开始了解石 那时候 围观者特别多 张海波点点头 听周凯介绍这些情况 才明白原来是他周家的师傅 今天在弓盘里面 堵了一大把 把很多人都震住了 而且那块有裂的毛料 里面是极品 绿的透彻的满冰种翡翠 哦 原来这么回事啊 看了你家公司的这位师傅 经验老道 底蕴非常深厚 张海波有些佩服地点点头 低声道 在赌石这个行业之中 有很多能人 其中有人甚至被称为赌王 非常厉害 有的是慢慢积累经验 而有人却是有传承的 赌王的师傅 可能就是赌王 以此类推 周凯得意地笑 那是 我们周家这些年发展不错 玉石公司也有 很大的功劳 你应该不知道 我爸发家 就是赌石开始的 第一桶金也是 和你差不多 哦 还有这回事 张海波倒是第一次听说 厉害厉害 没想到 你父亲 竟然是如此的不简单 包厢旁边的沙发上 二人窃窃私语 那些大老板们 在喝酒聊天 他们年轻人不参与 海波 我其实也学了点 赌石本事实践过 最后赌石 却是五五开 你说 我学了个屁 周凯突然有些懊恼地 自接伤疤 就好比人们投掷硬币 正面反面的概率 就是五五开 所以说啊 周凯很恼火 这样的赌石本事 简直是和没有几乎差不多 但实际上 周凯却要比普通人强更多 因为原始含有翡翠的概率 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比率 哈哈 喝酒喝酒 魏老板很快恢复正常 不再后悔下午的事情 那块有烈的原始毛料 其实他能得到 最后犹豫之间 才选择了放弃 这就好比一个人去爬山 已经快登上山顶 但是在最后 却意外地从山上撤退 这无论如何 都不是真正登顶 差一步 也是功亏一篑 无数登山爱好者 爱攀登珠穆朗马峰 那是怎样的精神 不仅仅是种挑战和勇气 同样的 也是强大的信仰 翡翠赌石 更多时候是赌石经验 加上心中的信心 赌石的刺激就在其中 就在这时候 周老板拿着酒走来 魏老板今天很巧 我向你介绍一位年轻朋友 后起之秀 同样也是赌世界 真正的未来之星啊 张海波听到这个话 心里就有点不高兴 咋的 老周这是在显摆什么 周凯 胆紧告诉你爹 我想低调 不想曝光 张海波因为自个身份原因 只想闷声发财 至于其他的陌生老板 根本就不想认识 爱谁谁 有个小圈子就可以了 周凯翻了个白眼 轻轻嘀咕道 好家伙 我老爹亲自给你介绍人 你居然不领情 天底下就没你这样的人 你这人真没有意思 这时候 周哲理已经走来 非常热情地招呼张海波 哈哈 周老板大声着 海波 这位是来自北方的魏老板 在御师界名声特别大 不但会雕刻 而且对于赌食很有研究呢 魏秋生也是一脸笑 不过眼底却有些不以为然 他看到张海波这么年轻 心里便有些轻看 这样的年轻人 到底能有什么本事 值得周老板介绍 所以 面对张海 这个魏老板不仅敷衍 而且脸上只是 但笑 你好张先生 很高兴认识你 果然年轻有为 仪表堂堂 非常不凡 说的不过是客套话 而且只是说 张海波外貌如何 年轻 有为 仪表不凡 魏老板你好 今天也很高兴认识你 听说你是位赌食大师 正是幸会 张海波站起来 伸出手与对方握着手说道 哈哈 小伙子很不错 既然周老板推荐 说明你很有前途 魏老板淡淡笑着 目光有些意味深长地上下打量 二人就这样寒暄两句 然后魏老板就转身离开了 周凯又悄悄走过来 呵 张海波 没想到 你居然还有设恐前置 周凯有些哭笑不得的道 介绍给你认识 不过就是说些客套话而已 毕竟在这个社会上 混麻都是这样 张海波摇头 我不喜欢这些虚伪客套 真的浪费时间 周凯撇撇嘴 呵 你说的或许有一些道理 但是这社会 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形成的 也是群体大杂烩 你想除物你而不染 莫非是要白日做梦吗 在社会上 很多情况都是这样 有些人没必要认识 很多是虚伪的应付而已 张海波就这样固执 不想虚伪地做些什么 他只想做真正的自己 好好去享受生活 第146章 彻底崩溃 缅甸供盘更加热闹 张海波买了很多原石 然后放在专门地方保管 只要交上足够的宝金 可以保存无忧 刺刺刺 打磨机在转动着 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声音 里面肯定有翡翠 如果没有翡翠 我就吃了它 有翡翠的可能很大 看着表现老坑极好的料子 很多人都在争夺这块毛料呢 呵呵 是啊是啊 表现这么好的老坑原石毛料 没想到被个黄毛丫头 咬牙拼命拍到手里 平台周围 站着很多人 正目光热切地议论着 我感觉最起码是兵种 哼 说不定里面会出一个玻璃 中地亡绿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美女就要发财了 围观者都在瞩目观望 谢时台上 正在切割的老坑原石 毛料表现非常好 里面翡翠的价值 应该非常可观 很多人都是非常的羡慕嫉妒 妈的 如果我再有一千万 就买下这块石头了 有个身体矮小的老板 非常不满地说道 三个小时前 黄亚倩 以及黄亚倩的叔叔 都在喂了一块老坑料而疯狂 很多人看中了 今天突然出现在 宫盘的老坑料子 料子完美地表现精彩绝伦 所以 后来卖家干脆就在 公盘的现场进行拍卖 最初价格1800万而已 然后竞争激烈 很多文讯赶来的老板们 都在激烈竞拍 最后被黄亚倩 以9600万拍到 这样的价格 直接就翻了几甚至是五倍 让很多人震惊不已 我靠 都疯了 周凯在人群外 很快弄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块表现极好的料子 被黄亚倩家拍到了 黄家还有钱 周凯心里有这样的疑问 不都被银行催贷了吗 而且都拦着别人 在大街上耍坡打滚呢 拼命想借钱 怎么还有钱过来这里 参加原始竞拍 绝境逢生 可能吗 周凯和张海波相互对视 只感觉黄家的人 果然是都快要疯了 之前 黄亚倩父亲在国外开账户 炒作原油期货 最后爆店 导致爆仓 直接导致了黄家房地产公司 资金断裂 与此同时 黄家没办法 干脆把三座别墅都卖了 同时还卖了一个建成的楼盘 这样筹集资金 还了银行部分贷款 几乎被逼上绝路 赌诗啊 不能带有情绪 张海波摇摇头 感觉这是不管怎么都不对 在攻盘第二天 直接出现了老坑的原石料子 这其中 到底是怎样的故事 有没有 什么秘密或阴谋 想到这里的时候 张海波直接开启透视眼 对这块正在解释的料子 进行细致深入扫描 其中隐藏的 内部果然是让人震惊 唉 太惊人了 接下来绝对会超出大多人的想象 看着在进行解释的毛料 旁边的很多围观者 都是羡慕极度恨 眼红不已 周凯撇撇嘴 黄家人彻底的疯魔了 赌食这样的事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筹集的钱 如果打水漂的话 就彻底完蛋了 张海波说道 没办法 脚下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周凯凝重的摇摇头 道 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对这块料子 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有种特别不好的感觉 你说我这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呵呵 他们二人的谈话虽然音低 但是旁边的人也听到了 呵呵 你们胡说什么 身边有位高大的中年人 有点不屑地 看向刚才说话的周凯 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乃会知道老坑料子的神秘 几乎每块原石里面都有翡翠 只不过其中的翡翠等级不一样而已 现在正打磨的这块大原石 据说重量有2390斤 很多人都看好 这个中年人特别得意 正在夸夸其谈 非常的自信 好像在说 台上打磨的原石料子里面 绝对有好东西 这样盲目自信太奇怪了 不知怎样形成的 好像对于老坑料子 有一种迷之自信 我草 出雾了 就在很多人期待之时 谢氏师傅慢慢停手 然后拿着水冲刷了切面 结果让人震惊的是 原石切面里 居然是白花花的一小片 没有看到翡翠 这种情况让很多人无比失望 怎么回事 这块老坑料表现得特别好 难道废了 有人不相信的揉揉眼 黄亚倩和她叔叔 两人站在人群最前面 此刻心里也是非常的失望 他们压上全部身家 本想在缅甸工盘上大翻身 哪知道 现在 这刚刚切开原石 九千多万买的老坑料 没有开门红 那就继续让师傅向里面切吧 师傅别磨叽了 干脆把这块原石 直接一分为二算了 这么大块的老坑毛料 即便从中间切开也不会损失 我们等的太阳都快落山了 是啊 是啊 我们等的周围花都快死亡凋零了 谢时师傅 心中也是无奈 小心翼翼打磨半天 累得身上浑身湿淋淋的 也实在是太辛苦了 没想到会这样 老坑原石 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白我 原石毛料 内部出现白花花的石头 简直不可理喻 就好像山里随便捡了块石头 黄亚倩咬牙 师傅 辛苦您接下来这样 中间切吧 好 我听你的 谢时师傅输了口气 拿起旁边的毛巾擦擦汗 又拿起矿泉水瓶 咕嘟咕嘟喝了点水 接下来 切割机疯狂转动 刺耳的声音中 直接把台子上的老坑料 从中间切开 结果真是 惊为天人 或者说石破天惊 我靠 这怎么可能 里面怎么都是白花花的 竟然没有任何的翡翠 都是踏马的石头 围观者个个都是非常的紧张 有人甚至都闭住呼吸 最后竟然看到这样的结果 太吓人了 这原石怎么是个废料 不可能啊 老坑毛料 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黄亚倩不幸地摇头 她脸色苍白 惊恐万壮 身体发抖 额头都是冷汗 身体发软 直接就要瘫软在了地上 我不相信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黄亚倩很快彻底崩溃了 第147章 之根之底 张海波摇摇头 心中无语地轻轻叹息 事事果然无常 黄亚倩买的这块老料原石 这下居然堵垮了 周围 很多围观者和来自各地的老板们 都非常诧异 有些不敢相信这个现实 这怎么可能啊 表现这么好 却是狗屎 啊 为什么这样 表现这么好的料子 怎么会垮 黄亚倩疯狂大喊大叫 痛苦地哭起来 刚才的一幕 是真的超乎想象 老坑毛料 在翡翠原石堵石界里 有很好的口碑 但不代表每块原石 都会有好东西 丫头 不要哭 这时候黄二叔说道 师父继续给我们欠 一块块都解开 我要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翡翠 难道其中全是白花花的石头 非常坚决 黄二叔的话里 充满了破釜沉舟的意味 其实之前已经这样了 黄家已然没有任何退路 他们筹了多方资金 还借了高利贷 这其实就已是破釜沉舟 黄家如果没九千多万 就没有现在这块料子毒垮 刺刺刺 切割机老师父点点头 切割机继续转 发出充满魔幻 而且诱人的刺耳声音 让很多人又爱又恨 纠结不已 翡翠赌食 天堂和地狱 结局随时可能反转 让人心中极是疯狂激情 却也刺激又绝望 同时 心里又可能存在绝地反击的希望 所以 黄二叔要继续切下去 这块老坑料太大 而且足有两千多斤 那就继续切 切割成灿烂桃花朵朵开 说不定里面就有好翡翠 黄二叔心里面惊恐 充满忐忑和一丝稀计 他不相信这块毛料会彻底垮掉 任何事情都充满双面性 既然有好的一面 那么 毛料在坏的结果之下 继续切割便没有任何的损失 毕竟现在已经是最坏的程度了 二叔 慢着 黄雅谦突然站起来 抹去脸上泪水的痕迹 摇摇头道 二叔 我觉得这毛料 仍然有可能会出好翡翠 不过也可能会有大意外 周围的老板若愿意的话 可以都来打个赌 赌毛料里面 会不会能够出好翡翠 啊 什么意思 我怎么有些听不懂你说什么 黄二叔有些弄不太懂 这个侄女突然 就让他有些看不懂了 真是莫名其妙 直接继续切下去 难道不好吗 围观的老板 有人想离开 这时候 却又被吸引住 难道这事情 还有转接 已经切垮的料 其中出现好翡翠的几率 实在太小了 除非其中会出现一个漏 在这切废的毛料内部 某个角落 还存在着翡翠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而是赌食也是很不确定 也会让人觉得是天方夜谭 毕竟一般情况 原始毛料内的翡翠 大多在中间发现 偏僻的地方 当然可能有 哈哈 有趣 这位美女 刚才话里意思是 进行一场赌局 你这就不够看了 毕竟这块好料 已经从中间一分为二切垮 黄雅谦笑道 诸位前辈 大叔大哥 我今天放话在这 如果这原始里 最后没出翡翠 大家出多少 赌资我返还多少 当然 如果赌赢了 原始里面有翡翠 那么我要在所有赌注里 获得一半资金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人想着说道 你的意思 不论输赢 如果这块料子里面 真的有翡翠 大家就得给你钱 你这太鬼了吧 不行 凭什么我们大家赌赢了 给你钱 哈哈 这位美女说的意思 是她和大家进行对赌 有位大老板出来说道 这位黄雅谦说的 意思是 她认为 这块毛料里 肯定还会出翡翠 你们谁想投入赌注 现在只能赌垮 最后 如果毛料开出翡翠 你们所有人的赌注 他就要留下衣 大家现在听明白了没 这个解释就非常清楚了 哦 原来是对赌啊 有人终于恍然大悟 笑起来 纷纷感叹 这美女真聪明 但是现在 很多老板面对这块 已经一分为二的老坑料 大家心里的确实不太看好 所以 黄雅谦这一番话 直接就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 如此这般的对赌 实在是 迎面非常大 周凯眨眨眼睛 有点不敢相信的说 黄雅谦真聪明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真是的 不过如果赌输的话 那赔的就太多了 他们家现在的情况真是 想到这里之后 不可说 有些事情 对在参加攻盘的人来说 根本不知内情 更加不知道 黄家已经是陷入绝境 大家的目光 只看着这块料子 表现这么好的老坑毛料 如此精美的原石 已经切垮 很多人已经是愈悦愈试 呵呵 对赌好啊 我就喜欢冒险刺激 这块料子 已经一切为二 里面有翡翠的可能性不大 我要参加对赌 这样子也可以耍一把 一百万 我出三百万 骂得这个美女的胆子真大 真让人佩服 一位年轻的帅哥激动地说道 说着敬佩的话 却在吓住 赌的就是 接下来 如果这个料子再切下去的话 会切垮 人们天生就拥有赌性和主动 去寻找刺激的奇怪心理 这种情况下 和而猛飙升 人的心里会产生某种惊恐 却兴奋的情绪 张海波摇摇头 谁的事情谁当家做主 你别操这个心了 小心最后 好心没好报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周凯叹了口气 说道 这个是主要他的父亲太贪心 那次原油期货 涨到很多 然后暴跌 据说很多人发了大财呵呵 不说这些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 对赌没什么意思 张海波好笑的摇摇头 皇家的事情 就是个麻烦 这是对赌啊 以前我只听别人说过 却没有参与过 周凯却是有些跃跃欲试 我们参加对赌好不 说不定这块毛疗彻底就垮了 到时候 哎 这样他们家也没办法给钱 说到这里 想到了什么 周凯一拍脑袋 就准备和张海波离开 总之都是熟人 也知根知底 黄亚倩这样做 不知道适合考虑 自己还是不要参与为好 第148章 胆大包天 可是就在这时 他们身边突然就有人在说话 而且还是个熟人 周凯 你怎么在这呢 这时候黄亚倩走来 笑眯眯地看着周凯说 周凯你 也在看我这个弱女子的笑话吗 今天我这样 其实也是被逼的 周凯嘴角抽出了一下 学姐 你真的胆大 怎么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来 就不怕竹篮打水吗 这事情 可千万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这才是朋友的劝说 如此说 周凯也是因为朋友关系 可以直截了当地劝说 周凯不会管别的闲事 但是黄亚倩的事 也有些复杂 就这样吧 接下来我有很多事要做 这块表现特别好的老坑料 我有一种直觉 里面肯定有很好的翡翠 黄亚倩意味深长地笑了 冷漠地看了张海波一眼 目光淡淡 没有其他 就好像是不认识的陌生人 这种特别的眼神充满漠视 仿佛之前二人的认识 完全都是虚妄 学姐 你赶紧去忙吧 周凯无奈摇摇头说道 和张海波一起向外走 这个黄亚倩啊 简直是 真的疯没了 黄家在破产边缘 公司被银行催债的时压迫 已经处于即将崩溃的边缘 若不是这样的缘故 也不会疯狂堵食吧 周凯 你们出来了 张海波和周凯向外走 遇到赵东风和周哲理几人 老爹 赵叔叔 你们也过来这里了 里面特别热闹 周凯笑着 就把刚才的事说了 脸色也是有点复杂莫名 周哲理点头道 黄家的事的确比较复杂 咱们回酒店 不要在这里缠和他们的事 而且已经是中午 咱们都有收获 回去休息一下 然后再继续战斗 赵东风赞同这个想法 于是他们几人结伴回酒店 上午买的原石都放好了 自然有专门放置的安全地方 很多的原石柜子 有人在守护 张海波他们几人 把原石放在这里 付费保管的确很安全 哎 老爸你不知道 今天黄雅间像疯了一样 又哭又笑 然后开始对赌呢 也不知道他哪里学的 忽悠人的本事 周凯回到酒店 在房间里说道 哦 应该是有高人指点 周哲理稍微思考就明白 很多人不太懂这对赌 而且对赌这事 其中所包含的风险非常大 其实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 才会这样做 对赌的输赢局面 有时可能是翻盘的希望 或者彻底的毁灭 失败 赵东风有些疑惑地道 黄家这是闹得很大 已经滋不抵债 没想到 这里竟然还闹风闹雨 真是想破釜沉舟了吗 绝处逢生 逼急了吧 有的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他们几人聊着 然后吃过酒店服务员 送来的饭菜 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 继续出去购原石 这次缅甸出现的老坑料 也特别多 很多老板也是特别积极 据说上面军老大下了命令 让这些老板 多出原石料子 多多卖出 目的当然就是税收 时间特别快 转眼之间 已经到了最后两天的投标 气氛热烈 这两天会有最后结果 之前的小老板们 赚了好多都已经彻底离开了 如今 大批名料安料又出现 而且 开窗的原石非常多表现 极好的也多 最后两天时间 攻盘涌入更多的商人 都在仔细分析 看原石表现 按标原石前面 都放着个箱子 看中了就可以往里投标 如果价高 就获得购买权 张海波一边走 手里拿着纸盒笔 写着数字 通过透视眼看清楚 原石箱底的价格 就把写好的高价 投入到箱子里 而且 投的价格也比较高 确保自己最后能中标 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哇 出绿了 大掌 竟然是玻璃种翡翠 旁边棚子下面 有人突然大呼小叫 与此同时 缅甸官方在宣扬气氛 每天都会解释 有源源不断的好毛料 出现在攻盘 而且官方还现场拍卖 这拍卖的原石都是精品 而且解出来的翡翠 直接就面对所有的老板 公开拍卖 导致人们情绪越发激烈 火热的天气里 老板们 好像更加冲动 出价时候也更热情 攻盘的这些原石毛料 大部分都是全堵 然后开出翡翠 就以高价被拍卖了 整个会场都是热火朝天的火爆场面 很多老板担忧买不到 他们担心 接下来几年 原石料子的价格还会上涨 现在是购买的好机会 来自全世界 无数的老板都在这里疯狂抢购原石 导致很多老坑毛料价格攀升 张海波又重新写了价格 真是让人无奈 投标的价格竟然还得重写 由于缅甸官方火上浇油 不断爆出好料子 很多老坑料出现在市场上 开出帝王绿 甚至还有红色蓝色极品翡翠 每块翡翠也都拍出天价 老坑料子又开始火爆了 同时 这些暗标火热 就在这前一天 张海波已经对自己看好的标 都填好数字 全部进行了暗标投标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不少目标价格又出现暴涨 周凯在旁边奇怪看着 哎哟 海波 你不是之前都写不出投标了吗 怎么又重新继续投标 是担心之前写的价格太低 达不到投标价 嗯嗯 的确有这个担忧 你看看现在这火爆场面 今年的公盘就像天气 火热的一塌糊涂 周凯点头笑道 你的做法是正确的 那么我之前 看的那几块标的 也得重新写出投标 这真就是一个麻烦事 与此同时 这情况也在许多人中间 产生连锁反应 很多大老板们都急了 我靠 就那个人 我之前也看中了那块标 他也投过标 没想到他又再继续投 周凯瞪大眼睛 看向不远处 在一个半赌原石前 有个中年男子 在纸上写字 然后 扔进前面箱子里 妈的 我还得重新写 再写一个高高的价格 周凯被气得不行 就准备要重新投标 不然他心里非常憋屈 今年这个缅甸原石攻盘 还真是非常的邪性 第149章 无耻之徒 张海波伸手拉住他 别过去 那块料子我仔细研究过 虽然很不错 但是 给我的感觉 却有点看不太懂 真的 你可别骗我啊 周凯身体一抖 吓得大跳 然后喃喃自语 我之前写了280万这个高价 看样子 你真的不看好 那就这样算了吧 果然是听人劝吃饱饭 周凯这家伙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 不过他老爸 也是有钱人 并不太在乎这些 就这样 两人继续溜达 看中的标就投标 张海波在透视之下 把自己看中的 都重新投了一次 而且 明天就要出最后的结果 暗标明天上午出结果 下午还有一场拍卖会 海波 黄亚谦的事 也是非常有趣啊 周凯突然开话题 他那块解垮的原石 没想到里面 居然真有翡翠 听说还是块不错的玻璃种 不过翡翠个头太小了 只有鸡蛋那么大 这个事情 张海波也是听说过 事情果然是有了一些转机 玻璃种的确很值钱 周凯点点头 然后又哭笑不得的说 他们当场就把那个玻璃种 给卖出去 听说卖了一亿八千万 这下彻底翻身了 哼 不过那些和黄亚谦对赌的人 也都全部输了 这样 黄家对赌 就挣到两个亿 黄亚谦的胆子非常大 直接对赌 很多人觉得 那原石要垮 然后下了很大赌注 这下现场赔钱的人很多 缅甸官方现场抽税 直接得到十两千多万的税金 咸鱼翻身 张海波轻轻一笑 不过也没有感觉会怎么样 有些人 即便暂时能够有些好运气 但是如果继续疯狂下去的话 可能还得倒霉 赌食这东西 十赌九输 周凯笑着说道 那可不一定 说不定这就是鸿福齐天 黄家要彻底翻盘了 嘟嘟嘟 张海波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赵东风打来的电话 让他们出去会合有事 酒店外面路口 张海波和周凯 看到了赵东风几人 然后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什么事 大哥 张海波上前笑着问道 这个时候应该有什么事吧 周这里说道 刚才我接到了的电话 有个缅甸人家里 有很多老坑原石 我们去看看 赵东风点点头笑着说道 的确是这样 如果真有老坑的原石毛料 也是个好机会 大家来这里就是赌食 好的原石毛料多多益善 哦 还有这样的好事 周凯在旁边惊呼 那老板的家里 还藏着这么多的原石 既然这样 我们就赶紧过去看看吧 可千万不要 让别人得抢先了 哈哈 大家赞同周凯这个想法 于是立刻在路边拦出租车 浩浩荡荡的十几个人 一起出发 目的地 就是缅甸本地有关系的 原石商人家里 据说这商人的姐夫 是某原石矿区的老板 能轻松获得很多毛料 半个小时之后 大家终于来到一个山庄 我靠 这里环境不错呀 有山有水 景色秀脸 周凯向周围 看嘴里发出赞美 这地方的确是环境好 再远处就是深山 而这里距离市区也不太远 交通购物都是非常方便 出租车停在别墅门口 这个山庄的规模非常大 大片的别墅群落 很多当地的富人 都是在这里买别墅居住 缅甸当地原石矿很多 只要有些关系的 都能发财 各位老板里面请 这次来的地方 是某个缅甸人的家里 这家伙有个非常拗口的名字 拓帮森林 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此刻正在大门口等着众人 他先生 我们来了 周哲里笑着上去 直接和对方握手寒暄 两个人之前就认识 不过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家伙的家里 快请 在你们之前 已经有几个华人老板进去了 他们是和赌王先生一起的 拓帮森林笑眯眯地说道 眼睛里闪过一丝狡猾 据他所知 华人都是有钱的老板 是你 张海波和大家一起走进大门的时候 居然看到了熟人 而且就是南海市周家大爷 周云松 这家伙也在 周凯你认识他吗 没想到 这里还有其他的人 看来这次 我们有竞争对手了 身边的周凯 好像与那家伙也是认识 周凯点点头 冷笑一声 当然认识了 小时候我和这家伙打过架 这家伙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而且他上大学之后 直接就去欧美留学了呢 都是生活在南海市的 基本上大家相互都是认识 就在这时 周云松也看到张海波 以及身边的周凯和其他人 双方这些人 大部分也都认识 哈哈 赵老板 周老板 李老板 你们都来了 南海市有两个老板 也在 当看到赵东风 周哲里这些人的时候 立刻就哈哈大笑 立刻就过来打招呼了 脸上是热情洋溢的表情 张海波发现 周云松正在和某个老头 窃窃私语 而且 看人的目光有些冷 就在这时候 瘦血老头慢慢走了过来 目光中带着莫名的感觉 小子 就是你欺负我徒弟 小小年纪心思恶毒 竟然让云松在众人面前出丑 可恶 老头是云省的赌王 并且是周云松的赌师师傅 大家正在旁边说话 突然感觉气氛有些不对 赵东风两步上前 看着对面这个老头笑道 李赌王 你这什么意思 您这么大年纪 不会听信周云松的假话吧 关于张海波的事 赵东风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周云松也不简单 是南海市周家的大儿子 长期在欧美国家留学和学习做生意 不过杨墨水喝得多点 居然想抢张海波的未婚妻 这个人就是无耻之徒 你要管闲事 独王李默然表情恶然 冷漠地看向了赵东风 周云松冷笑一声道 赵老板不要掺和 这是我和张海波两个人之间的事 当众羞辱我 所以我绝不会饶过他 他记得那天上午 咖啡厅门口 众目睽睽下的场景 众人的哄堂嘲笑 周云松咬牙恨得不行 第150章 撵走徒弟 该死的家伙 如果不是因为他 自己怎么会出丑啊 周云松心里愤怒 独王李默然脸色不好 刚才徒弟告诉他 对面那个叫做张海波的年轻人 太坏了 他好不容易收个徒弟 而且很有天分 很有背景 绝对不能败坏了名声 张海波 因为你的缘故 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 前几天你故意羞辱我 我怎能饶过你 你这个混账王八蛋 周云松站在师父跟前 整个人都有些趾高气扬 李赌王 在翡翠玉石界 拥有着很高的地位 啪 张海波抬起手 直接就一耳光扇过去道 嘴里这么不干净 故意骂人 谁教你的 啊 你踏马 敢打我 周云松正在得意 却冷不防被对面的耳光给打猛了 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挨了结结实实的一耳光 啪 张海波又是一耳光 这次打的是周永松的左脸 这样打才是左右对称 住手 你这人 怎么如此不识好歹的故意打人 独王李默然此刻心中也非常生气 当着他的面在打人 而且还是打的爱徒周云松 简直在摸老虎的屁股 太过分 真的该死 李赌王把玩着手里漂亮的帝王绿匪翠猪串 脸色已经是阴沉无比了 手指微微颤抖 血压也蹭蹭蹭地往上涨 张海波摇头说道 老人家你千万不要生气 刚才这家伙骂我的时候 你在干嘛 所以请不要在这时 再帮你徒弟说话了 不值得 周凯也在旁边大声说 就是就是 老人家 你还不知道周云松这人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伪君子吧 千万不要这样被人引导了 偏听偏信 李默然皱眉摇摇头 现在不管怎样都不能退 否则 就会让人轻视 他是我徒弟 而且云松为人也是极好的 非常的聪明机智 善解人意 还对我这个师父非常孝顺 即便 有年轻气盛 也不可能做出多大的坏事 这真是让人无语至极 人们没有办法 去真正改变另一个人的想法 张海波说道 问问你徒弟 他究竟干了什么龌龊事 张海波 你不要太过分 周云松这时候 又跳过来指着张海波想说什么 啪 张海波又一耳光上去 直接把周云松打在地上 你找死吗 我未婚妻躲避起来不想见你 而你小子却一直纠缠不休 让他都不敢出门 今天不打你算我输 奶奶的 啪啪啪 左右开弓继续打脸 啊 师父救命啊 我不过就是追求自己的爱情 这是我的个人感情 没有什么错 再说 你们两个还没有结婚 周云松在地上不服输 嘴里骂骂咧咧 胡说八道 住手 李默然有点恶然 自己收到的这个徒弟 真的有这样不靠谱吗 简直岂有此理 真是可恶 丢人现眼啊 好小子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呢 我立即去他出门 不认这个刚三天的徒弟 现在唯有丢足宝帅 赌王名声 对现在的李默然而言 比什么都重要 事情到这里基本结束 不 不要啊 师父 这个张海波说的都是假的 他就是与我有仇 故意报复 周云松这下子真慌了 其实之前 为了成功拜理赌王为师 周家已经付出两块表现 极好的老坑毛料 付出的代价 也是极大 没想到才过三天 就要被赌王给扫地出门了 一场闹剧 就此结束 骂的 周云松紧咬牙关 眼里闪烁着恶毒的眼光 跪地在赌王面前磕个头 扭头准备离开 身上爆出浓郁的愤怒气息 之前的儒雅帅气外表 已完全消失不见 哼 是老朽眼镯 让诸位都看了一场笑话 赌王李默然闭着眼睛 转身向里面走去 那前面就是这家缅甸人的 原始毛料仓库 哎哟 周凯嘴里发出一声惊呼 事情有点不好 这位老爷子 可是一位赌王 影响力很大 在缅甸翡翠赌世界是大人物 他会不会在以后对付我们 张海波摇摇头说道 这个可能性很小 你想的太多了 人家至少是赌王 在社会上 缅甸的翡翠商界 也都有很大的名声 怎么会在乎他们这些小蚂蚁 可是 事实上不仅如此 张海波想的简单 接下来 他就看到对方的手段 哗啦啦 仓库里的原始不少 虽然与宫盘比较来说 很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但是 这些原始已经很多 最起码有两三千块老毛料 并且上面都积满了灰尘 可见 已经很久没人动过 各位随便挑 刚才在别墅门口 拓跋森林也是清清楚楚 看到发生的一幕闹剧 年轻人间的打架 打架很常见 而且也不是什么大事 即便是赌王 也必须讲道理才行 这里面的料子很不错 这块也不错 都收起来 张海波通过透视眼的扫描 低头迅速捡着原始毛料 动作非常快 每分钟都能够从地上捡起一块毛料 最重要的是 他通过透视眼扫描之后 原始有灵气 这是修炼强大 最需要的天地能量 宝贵的毛料 有灵气的原始 必须进入自己的手中 哟 哼哼 李赌王在旁边看到 嘴角戴出淡淡的冷笑道 小伙子 你这样不对 没经过仔细见别的毛料 可能会是废品 你这样 怕有赔掉裤子 李赌王淡淡的声音 充满了不屑 以及某种高高在上 说的还很有点道理 旁边其他人 纷纷点头赞同 就是 小伙子 刚才你在外面 打人就是不对的 不管怎样能随便打人吗 一位大富翩翩的老板旁边 直起身体 大声说道 眼睛却看向李莫然 这位李莫然赌王 忍痛割爱 把自己的徒弟直接撵走了 这是怎样的割舍和坦荡 非常值得大家尊敬 哦 真好笑 张海波一脸冷一道 真有意思啊 胖子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现在又出来嘚瑟 想巴结这位老人家 脸皮可真厚啊 第151章 有血性 胖老板有点猛逼 我不过是讲道理 说实话罢了 赌王先生 我觉得 您刚才不应该那么处理徒弟的 单凭这个人空口白话 说不定他是在冤枉你的徒弟周云松 胖老板说话眼睛明亮 似乎能猜透 赌王想的什么 李莫然摇摇头 不必 老夫为人言出必行 你这样 不是让我陷于不义吗 简直可笑 才入门三天的徒弟 算什么 是啊 呵呵 才入门才仅仅三天 周家还是付出了很大代价 直接把东西退还就行 假若周云松此人 真是徒有其表 金玉其外 那么恐怕他以后 还会有什么乱子发生 此事早早了结 对赌王而言 说不定真是个好事 毕竟福祸相依 看问题必须要长远才行 听到赌王这样说 刚才还喊洋洋得意 觉得赌王会帮说话的胖老板 有点傻眼 啊 赌王你这 这泥马算什么事 胖老板感觉一万头草泥马奔过去 哈哈 旁边有人哈哈大笑 周凯笑起来 突然感觉这个胖老板 也真是有意思 本来事情就与你无关好不 这样的情况也想出头 不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吱吱吱 外面解释机正在工作 发出刺耳的声音 有人正在那里 解释自己刚买下的毛料 啊 出绿了 有个人突然大喊道 听到这个消息 有的人就很快跑了过去 想看看情况 如果真的出现了好翡翠 那么就可以买下来 对一些老板来说 有翡翠才是最大的好消息 赌食的风险太大 很多老板有自己的规则 宁愿购买贵的翡翠 也不愿意冒着风险去赌食 翡翠的直接买卖 当然就有很大的确定性 周凯笑道 哎 我要不要过去买下来这个翡翠 去吧 可以看看再说 周哲里点点头 既然儿子想去看看 当然是可以的 毕竟他们家开着珠宝公司 有好翡翠 就要收购下来 这是最起码的扫货能力 叮咚 原石发出巨大响声 张海波动作麻利 从原石堆里面寻找着 挖出个头比较大的原石 这块原石特别好 被张海波透视眼 直接看中了 必须买回去 因为这块表现普通的原石毛料理 内部有大块极瓶翡翠 嘿嘿 小伙子 你这块石头并不看好 如果买回去 恐怕直接就是血本乌龟 看到张海波的动作 旁边选原石的李赌 王一直在留意着 突然笑道 作为赌食界的行家 李赌王已经发现 张海波找出的原石 表现明显一般 且上面还有明显破绽 赌王认定这是垮料 即便里面有翡翠 也可能不好 张海波摇头笑了 哦 是吗 其实恰恰相反 这块刚翻找出来的原石 那有乾坤 普通人根本看不出其中好坏 即便是赌王 也是不行 毕竟他们都没有透视眼 呵呵 真倔强 赌王李默然也是 有点无语 自己都已经告诉他 说不太看好 这个张海波 竟然就好像没听到自己的建议一样 自以为是 赌王心里这般想到 既然这样 就不用再理会这个年轻人 因为这小子的缘故 导致徒弟周云松被驱离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赤裸裸打脸 哼 不知所谓 赌王心里非常不舒服 目光带着淡淡冷意 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哪家的后辈子弟 等搞清楚了再做计较 张海波也想到过 赌王李默然 从来都有谋略 自然在意周云松的离去 赌王想知道张海波的背景 如果是普通人 那么 说不定他就可以使用雷霆手段 哈哈 海波我刚才已经拍卖下来了翡翠 而且竟然还是高冰翡翠 物有所值 周凯很快就回来了 手里拿着晶莹剔透的翡翠 而且还是双手捧着 就像宝贝一样 哦 你这就得手了 看来你的眼光很不错 这块高冰种翡翠拿回去 能出好几副手镯 你最起码也能赚到很多 张海波看着周凯笑着说道 周凯也是非常高兴 那是 你也不看看 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哈哈 他直接就拍自己老爹的马屁 周哲理在旁边也听到了 摇头苦笑 儿子就是如此的会开玩笑 哼哼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个多小时后 大家终于从这家的仓库里走出来 每个人都有不小收获 当然这其中 张海波跳出三十多块 表现不同毛料 这些毛料 有的还带着链 周凯看见后 也是有点细以为常 感觉张海波会经常出骑兵 这个应该也是 有一定经验 其他人可不敢挑选有猎的原始毛料 海波 你真厉害啊 赵东风走过来 脸上带着欣喜的笑容 经过张海波指点 他也挑了好几块料子 这都是二人暗中的交流 其他人并不会真正注意 周老板 祝你发财 张海波笑呵呵地说道 大家来这里进货 最主要其实还是有周哲理的一些关系 如果没有周老板在 大家根本不知道 这里还有老坑料 随着年代久远 很多老坑毛料矿坑 早已经绝产 老坑原石就成为了绝版 越来越被人追捧 从而导致市场上 老坑毛料的价值越来越高了 简直成为黄金式的 拥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位置 哈哈 海波 咱们大家一起发财 才是真的周哲理笑的眼睛迷起 今天来这里 没想到居然看到张海波打人 这小子 竟然是如此 有血性有底线 周家的小子周云松 以前一直都是在国外晃荡 没想到 不知何时 周云松居然偷偷败礼 默然赌王为师 其中必然存在着交易 利益是最强大的纽带 哈哈 张海波也是大笑道 这次能过来 还得感谢赵老哥 感谢周老板和大家的帮忙 不然我自己可没有这样的顺利 事实上 的确如此 开始知道 有缅甸公盘 办理证件 买飞机票 订酒店 以及公盘很多的各项手续 都是赵东峰与周老板 这些朋友们帮忙办理的 张海波必须要感谢才行 第152章 风风颠颠 大家其乐融融 周哲理说 哈哈 咱们是好朋友 不要这么客气 能够从国内来到缅甸 进入异国他乡 在这里一起参加缅甸的原始博览会 这样的公盘之中 有很大的机遇和风险 有时候 弄不好会丢命 在其他年月 也不是没出过事 赌石 其实就是一次冒险生死之旅 大家相互结伴 实际上是众人石柴火焰高 就像天上南飞的大雁 终会排成雁阵一起出发 单打独斗 最危险 华人团结了 赌王站在别墅的门口 看着张海波这些人 拉着毛料一起离开的几辆破旧车子 脸上笑容凝固 今天他在这里丢脸 真是可恶啊 周家的东西 退回企业 实在是太可惜了 赌王李默然心里想事 之前 周家给他两块极品的老坑毛料 作为礼物 然后周永松就成为赌王的小徒弟 这其实 也就是一种交易 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想要成为赌王的徒弟 哪里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其实这之前 周家早已经找各种关系 很不容易地认识了李默然 就在这时 师父 我回来了 赌王正在闭目想事 突然听到耳边有人在喊他 听声音就知道是周云松这个嘴巴很甜的 可之前 他已经当着众人说 要让周云松离开他的门下 不再是什么徒弟了 回吧 我会把之前周家的礼物都送回去的 你太年轻了 做事几乎没有任何底线 根本就不符合我收徒的道德标准 李默然摇摇头 冷冷地道 听到这无比冷漠的声音 周云松心中的期望 直接化为乌云 消失干净 不是这样 我喜欢那女人 其实是我的青梅竹马 师父你要相信 我没有错 成为赌王徒弟 才刚刚三天而已 就要被撵出去 周云松绝对不甘心 离开吧 赌王李默然淡笑道 所谓无风不起浪 周云松既然已经做了错事 怎么就不承认 如此 果然是道德败坏 看着离开的李默然 周云松的心里面都是愤怒 以及深深的怨恨 赌王太无情了 狗屁赌王 狗屎 一日 最后一天 原始公盘即将结束了 很多世界各地的老板 正在翘首以盼等待着暗标的结果 随着时间流逝 上午十点多的时候 终于有了消息 缅甸公盘官方 按照原始排号数目 直接在广场上张贴数据 每块原始具体多少价格 被什么人拍到 直接就展示在公众面前 哇 我中了26块 哈哈 张海波身边 周凯激动的大呼小叫 非常兴奋 然后又高兴地大笑 这样激动的情绪 周围人群出现很多 有人高兴地跳起 也有人叹息后悔不已 说 如果提高多少价格就好了 就如同众生相一样 有人哭有人笑 有人喜悦 有人悲伤 张海波收获不小 这次好几天的标投 目标都是极好的原始料子 每块里面最低都是冰种上 其中还有不少极品玻璃种 加起来 价值就已经很高了 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这些翡翠里面 所隐含的灵气 有了灵气 才能修炼强大 海波 你这次一共得中了多少块原始毛料 周凯自己心里面的激动 刚刚过去 就开始问张海波 你投这么多 我靠 看着前面屏幕上的详细内容 周凯忍不住惊呼起来 他发现了 经过简单仔细相加之后 张海波的暗标 最少有百块以上老坑毛料 这可是众目睽睽啊 很多人都发现了他人的秘密 有认识张海波的人心里面 就更加精彩 只是感觉 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大的魄力 真是不可思议 甚至有一些人都觉得有些不正常 你怎么回事 这么多啊 周凯摇摇头 有点惊讶到 你这样的手笔太惊人 而且 你投标命中的几率 也太高了吧 周凯有点羡慕张海波 有自己的实力就是好啊 旁边很多人都有收获 这次缅甸公盘 规模是非常空前的 有人藏了多年的老坑毛料 这次都放出来 在市场上造成很大轰动 张海波有这样的收获 也是抓住了这次机会 而且 收获斐然 下午还有一场拍卖会 这个就非常简单 为了原石 其中竞争的也是非常激烈 很多人直接拿钱往上砸 反正这两年 翡翠大涨 有些行外人都在参与 中午吃过饭后 下午的拍卖就开始了 缅甸官方营造了紧张气氛 并且在拍卖会门口 还摆放着十多块 最少有千斤的老坑料 那种表现 非常经典 只要有经验的行家 看过就知道 处于哪个老矿区 不过都已经是绝产的了 拍卖会即将开始 给大家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宽敞的拍卖会大厅 随着主持人话落 整个拍卖很快就开始了喧闹 三千块精品原石料子 摆放整齐滑衣 就在展台上摆放着 面对所有人展览 把切面展现得分毫毕露 周凯 我们临坐呢 周凯和张海波二人 在后排椅子上刚刚坐下 身边就传来一个声音 原来是黄雅倩 哦 雪姐你好啊 这次的原石公盘你怎么样 听说你前次的对赌 可是非常的轰动了 直接就赚了两个多亿 周凯笑眯眯地道 心里面又在想 这女人变化真大 身上气势 竟然如此强烈 就像那女强人一样 果然人都会变的 之前那疯疯活活的小美女 每天就知道赛车玩耍 吃喝玩乐 经过家里聚变之后 没想到黄雅倩也脱胎换骨了 这难道是 涅槃重生 哼 这或许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吧 遇难成祥 凯子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黄雅倩表情冷冷地 瞥了张海波一眼 周凯姿牙道 别叫凯子 否则我就和你翻脸了 黄雅倩冷笑着说道 你觉得你是个什么东西 天天跟着乡下来的爆发户 被人忽悠 你说 你这不是凯子是什么 黄雅倩 你找死啊 你怎么突然 就变了个人 疯疯癫癫 之前我没有招惹你吧 周凯突然就非常生气 第153章 欢声笑语 话不投机半句多 张海波在旁边 冷冷地注意 这些事情的发生 周凯 你小子敢骂我 你个小东西长本事了 以前一直追着我 后面和我好 说好话 黄雅倩表情苦涩 非常难过 周凯摇摇头冷笑 那不过是幼儿园的事情 我比你小一岁 怎么就是巴结你了 两个人突然如同降至 低声吵冒着 竟然不管周围的情况了 非常无趣 过了几分钟之后 诸位 现在拍卖会开始 每个座位前面有 电子拍卖器 只要手快最高价 即可拍的 主持人简单说了 就离开了 我靠 这么疯狂吗 周凯很快就恢复正常 拿着手里的显示器不断按数 他看中的几块原石毛料 居然价格数字疯涨 就好像坐上飞机似的 蹭蹭蹭 很多人都低着头 捧着拍卖器按数字 想要拍到自己看中的原石 这次是最后的好机会 缅甸官方下的力气很大 几乎放出了很多库存的精品毛料 原石毛料 就是财富资源 与金钱 其实是划等号的 一刀穷 一刀富 一刀上天堂 一刀下地狱 经过激烈的拍卖 拍卖器都快要按破了 很多次价格都是疯狂的上涨 还得不停地换手 毕竟不可能只拍一块原石 要拍卖多块原石手就乱起来 快快快 周凯疯狂地扔着自己的拍卖器 可是 价格就是一再再变 哎呀 我的天 随着时间结束 前面拍卖台上庞大的液晶显示屏 终于停止下了一条条信息的滚动 到这个时候 大家才能不喘口气 周凯说道 真的好累 好刺激啊 就像跑了千米 旁边的张海波闭上眼睛 一直都没有说什么话 他一共看中30块毛料 最后竞拍鸡链 才刚刚得手19块而已 其中都是精品 每块毛料里面都有毫翡翠 不过这是很贵的原石 加起来几乎都有多亿 其中得交给缅甸实税 也就是说 除了交易额的1亿多之外 还要多交1000多万的税 就是这么麻辣烫 谁让你来这里 想买到原石呢 商品交易 必须交税 随着最后拍卖结束 大家一个个的 都开始去官方窗口交割 这其实最后 就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然后 就该回家了 哎呦我说 海波你怎么一直不说话 向外面走去 看到张海波 一直沉默着 周凯就有些好奇 刚才你究竟拍到了多少原石 不会是看中的毛料没拍上吧 然后你就这样郁闷 不高兴了 这拍卖会的大厅门口 大家都开始向外走 有机灵的一些老板 已经挤在交易的窗口 正在交钱 拿到回职 等待着取货了 这次缅甸公盘正式结束 现场一片的狼藉 呵呵 只是一般般 我看中的很多料子 都被别人拍走了 速度太慢 没办法 张海波摇头无奈地道 这世界的事 不可能好处 让某个人全部都给得到 要知道 这次公盘参加的老板非常多 原石也是非常多 张海波只是其中的一个 他所看中的原石毛料 不过是其中的千百分之一 人要知足常乐 得之我性 失之我命 呵 不要讲太多 我们多少都有些收获 赵东风和周哲里几位老板 也前后都出来了 然后过来笑着说道 的确这样 大家这些天 每个人都有了不菲的收获 就看回去解释的结果了 翡翠公盘 世界上最大型的 类似赌博的原石公盘活动 其中的机遇和风险 会让人激动又疯狂 同时也痛并快乐着 有人会血本无归 也有人大发奇才 盆满钵满 大家交了钱款之后 拿到回职单据 凭借这个 就可以提货了 机长路路 其实不需要这么的拼 只要三天之内 拿走原石 缅甸官方给保存得非常好 夜晚 酒店 这次大家都完全放松 早上十点多才睡起来 吃过饭 把自己的货物都提出来 各种各样的原石毛料 标上自己的标记 辗转运输 有专门负责的运达公司 只要交了运输费 就可以安安全全送到国内 每年都是这样的操作 一般不会发生错误 也不会有人故意卖下货物 国有国法 行有行规 世间万物 也自有各种的规矩 破坏规则的 也走不长远 缅甸光盘结束了 张海波和大家一起坐飞机返回国内 开始新的生活 海波 快准备吧 回到家里 张海波的母亲就催促 马上十多天就要结婚了 可是张海波现在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对于一些亲戚 朋友 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们结婚 派主要的亲属来就行 现在没有其他的大事 主要还是程序上的安排 很多都需要和女方进行协商 然后安排相关事宜 然后结婚典礼就等着到日子就行了 下午 宽阔的大街上 张海波开着车正去买东西 副驾驶坐的是李雪露 老婆 喜欢什么接着 我给你买 这世界上最好的 张海波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也不用这么麻烦 买个看的过去的戒指就行 我不在意这些的 主要是我们两人的感情 海波如果有一天 你真敢背叛我的话 我绝对不会饶过你 这是一句玩笑 不过李雪露需要把话说在前面才行 张海波点点头 笑着道 怎么这样说 我对你的心天地可见 略略为正 绝不敢做对不起你的事 如果我做了 让天打舞雷轰 李雪露赶紧伸出玉手 轻轻捂住张海波的嘴 不许胡说 海波 既然你这样说 那么我心里也就放心了 你现在越来越优秀了 而且以后 你可能在外面 会遇到其他的优秀女人 我还真担心 有一天 你会红杏出墙 这里老婆用了个成语 听得张海波是直接大笑 哈哈 什么意思 我可是一个大男人 你怎么能说红杏出墙 老婆 你应该说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 采气飘飘才对啊 哈哈 还有痛 第154章 狠辣杀意 首饰店里 张海波今天准备要买 二人的结婚戒指 先生您好 您是选购结婚戒指吧 你女朋友真漂亮 看来你们也是 要准备结婚了 进入最大的首饰店里面 一位漂亮美女 导购说道 然后和他们两人介绍起来 美丽的小姐 这是我们最新款的钻戒 大师打造 非常精美典雅 价值八万八 李雪璐今天特别漂亮 就是今天最美丽的主角 经过仔细挑选后 选了又选 最后选中了一对耳坠 一对手镯 还有其他的部分精美饰品 李雪璐看中了一对 非常不错的大钻石戒指 美女 你眼光真好啊 这对钻戒 是最珍贵的经典 导购小姐心里非常开心 这对钻戒 价值八十八万 由外国欧美纳公司 打造的精品钻戒 并且是由经典陆大师设计 好的 包起来吧 张海波在旁边看着 今天他主要的任务 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赞美 以及最后付款 这才是老爷们该做的事 有喝 美女 他们刚走出首饰店 旁边有一辆红色跑车 车上下来两个青年 脸上都有着笑嘻嘻的 色咪咪的眼神 哈哈 美女 你这么漂亮 有没有男朋友 其中那高个子的青年 一脸色咪咪的 眼睛看着李雪璐 迈着步子 就要往前凑 然而 就在这时候 一个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 碰 结结实实挨了一拳 高个青年痛得呲牙咧嘴 鼻血直接就喷出来 啊 谁打我 哎呦 哎呦 惨叫着 旁边的小胖子 也被这样的局面吓了一跳 立刻就上前准备 拦住张海波 妈的 你小子压谁啊 竟敢打我哥们 你是不是找死 我草 扑通 这家伙口吐芬芳 直接被张海波 一脚踹到地上 砰砰砰 三拳两脚打倒在地 我靠 这家伙竟敢这样打我们 一起干他压的 小胖子被张海波 一脚踹倒在地上 然后站起来 直接又冲上去 想要和张海波决一词雄 小子 你知道我谁吗 敢打我 你惹到大势了 小胖子耀武扬威说道 这样的桥段 实在是有点让人不想看 非常搞笑 混蛋玩意 张海波真有点怒了 你们两个 告诉我 谁派你们来捣乱呢 张海波说话的同时 指头点住这胖子 轻松封住对方身上的穴道 直接让他原地不能动 啊 这什么手段 胖子立刻被张海波吓住了 他已经感觉到了恐惧 失去对身体控制 这简直太要命了 刚才对方用的 就像武打片里那种点穴手段 手指轻轻一点 然后他的身体 就完全地僵硬在原地 事情发展得快 啊 痛死我了 这时候 那瘦高个青年 捂着鼻子 眼泪也流出来 就像被打破 有多种滋味的瓶子 酸甜苦辣 喷涌而出 他们今天故意过来 实际上也是专门找麻烦的 因为他们的好友 周云松告诉他们说 如果今天 他们能调戏 某个女孩就答应他们 一起去公海豪华游轮上 参加豪赌 这二人都知道 周家有很强的势力 他们都想巴结周家公子 所以 才有今天这一幕 二人却不知道 实际上 他们被周云松荡枪给用了 直接就撞在铁板上面 不好 我的鼻子好像断了 赶紧送我去医院 瘦高个青年 瞪大眼睛 看着手心血淋淋的红色 比骨疼的眼泪直流 他心里已经害怕了 就不该答应周云松的要求 没想到今天点子扎手 居然是这样一个 让他们身体受伤的惨痛结果 简直就是出尸位 洁身先死 妈的 你他妈敢打我 把我鼻子骨头都打断了 这最起码都是轻伤 你就等得住橘子吧 妈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瘦高个青年 骂骂咧咧咧 睁开眼仔细看 他才发现他的兄弟 胖子这时 已经不能动他了 胖子 你搞什么 赶紧上去狠狠教训这家伙 我就不信你打不过他 你吃这么胖都是白吃的吗 赶紧给老子干他 要知道 胖子以前也是练过的 而且和瘦哥关系很好 两人今天绝对是难兄难弟 大哥 我不能动了 胖子差点都哭了出来 感觉身体麻麻的 就仿佛在鼠九寒天 被冻僵了身体似的 你说什么 瘦高个仍然不相信 然后发现 他自己也不能动了 张海波先后出手 把两个人都定在原地 倒要看看 这两个不长脑子的东西 究竟是谁派他们过来 故意找不痛快的 这二人胆大包天 也不知是哪个混蛋出的主意 兄弟 我也不能动了 直到现在 瘦高个才终于相信 胖兄弟说的是真的 原来 身体真不能动了 这到底是怎样的魔术 难道华国真的有点穴 如果是这样 他们今天就踢到铁板上了 既然如此 说明之前的出发点 都是错的 胖子瘦子终于反应过来 脸上立刻露出谄媚的笑 饶命啊 大哥 我们错了 今天这事都怪我们嘴贱 大哥你赶紧饶过我吧 就当我们两个是个屁 直接放了算了 之前二人有多么嚣张 现在这二人 就多么卑微若臣 呵呵 张海波一脸的冷笑 拉着李雪璐说 不要急 你先到车里坐着等我 我马上问清楚 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这两人有点古怪 不可能是意外遇到 才想找麻烦的 你小心点 千万不要再打人或者什么 看着害怕 李雪璐提着坤包小声说道 刚才他看到打人的一幕 觉得心里微微有些不舒服 打打杀杀的 女性对这些比较反感 即便对方是坏人 如果真把人家给打坏了 也不太好 毕竟现在是法治事件 总不能像古时候那样的越界杀法果断 看着李雪璐在车里坐好 张海波回头 冷冷地看着此刻完全不能动的二人 说 谁派你们来的 语气非常冷漠 冷冰冰的 仿佛冬天中的酷寒暴风雪 似乎接下来就要彻底地爆发 散发出极致的狠辣杀意 第155章 清脆掌声 啊 我说我说 胖子吓得差点尿裤子 虽然街道上人流穿梭 熙熙攘攘 但他们也很害怕 解开这二人的穴道 然后把他们给拉到偏僻处 老实点 不许说假话 张海波穿着黑色外套 帅气非凡 目光锐利 冷冷看着 这胖受结合的两个混蛋 你们的胆子很大 敢调戏我老婆 呵呵 到底是谁给你们出的主意 让我猜哈 会不会是个新周的小白脸呢 张海波想起了一个人 最近也只和这家伙有些恩怨 面前的胖子名叫王斌 虽然身材臃肿 但笑容苦涩 此刻已经是非常的后悔了 不好意思 我们是受到了周少的挑唆 阿呸 是周云松那个混蛋 故意给我们挖坑 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挨打 胖子王斌看向瘦子苦笑着说道 对不起 我该死 瘦高个儿李扬狠了狠心 直接打了自己一耳光 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那家伙说话好听 原来是骗人的 说让我去 他家邮轮上赌博 李扬直接把周云松出卖个透 可见心里面也是非常愤怒 他鼻子仍然非常疼痛 看着张海波说道 我鼻子好痛 是不是断了 得赶紧去医院 此时此刻 胖子王斌和瘦子李扬 都是非常后悔 他们面对张海波 感觉到对方强大的气势 心中非常骇然 就像面对战场上回来的特种兵 有种杀气凛凛的严酷 好像要想把他们二人给打扁 所以赶紧把情况说出来 王斌瞪大眼睛 大哥你不要打我啊 我们什么都说 知道的都可以告诉你 你应该尊重生命 不能随意伤害 张海波哈哈大笑 你们两个还是老实点吧 王斌微微沉思了下 看着胖子李扬咬了咬嘴唇 对于周云松 我们两个知道的不多 以前都是吃喝玩乐 周云松把我们当做小弟 就这样 受高个王斌和胖子李扬 相互补充着说话 把知道的周家的事 直接就抖个底朝天 包括周家一些商业上的事 比如房地产 以及其他行业的阴谋手段等 还有周家国外买油轮 在公海上聚众赌博的事情 哦 知道这么多吗 张海波有些异样 不禁皱起了眉头 然后淡淡地笑了笑 朝着李扬和王斌靠近 你们两个傻小子 敢调戏我的未婚妻 看来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 真的欠揍啊 张海波目光微冷 一举一动 散发着危险气息 李扬和王斌心中一礼 不 不要打我们 他们感到已经身陷险境 吓得身体赶紧向后退 可是接下来 他们的后背就是墙壁 此刻已经是退无可退了 呵呵 给你们点教训 张海波突然出手 一拳砸向胖子李扬 后者躲闪不及 被打了出去 狠狠摔倒在地 不要 住手 王斌见状心中恐惧 着急慌忙上前想帮助李扬 他们两人的父亲是好朋友 所以 怎么可以见到好兄弟受伤呢 却被张海波打在胸口 二人被打趴在地 无法动弹 张海波摇摇头 看着两人痛苦的模样 满意地道 你们这两个不知死活的混蛋 以为调戏女孩子能逍遥法外 我就是在局上班的 你们既然想找死 那么现在也没人能救你们 张海波的话刺激着李扬 他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李扬小心翼翼站起身 我刚才已经都说了 你怎么还要打我 可恶 你不要觉得周家是好惹的 你他妈 说着说着 感觉底气渐渐厚起来 就这样 嘴巴没门 直接就突如着开始骂人 啪 张海波冷笑道 本不愿意和你们一般见识 只是你们两个都在找死 既然如此 那么就把你们关在牢里 多住两天 就在这时候 后面突然走来个人说道 张海波 你好大的威风 竟然在这里故意殴打他人 信不信我报警 直接把你小子抓进去 周云松出现了 可惜他来得太迟 两个蠢货 已经把周家的情况说出来 即便是隐隐绰绰 都是传闻听说 也可以知道 周家到底有怎样的龌龊 和不堪隐隐狗狗的事 其中自然就有违法之事 都是周家的把柄 瘦子王兵抬头一看 只见是神采飞扬的帅哥 周家公子周云松到来 这下他们二人终于能够得救了 可惜 就在下一秒 王兵和李扬 就想起刚才的事 他们已经说了很多 关于周家的坏话 尽管其中有些是道听途说 也有他们瞎编的 但是 周家的事 有大部分是真实发生过的 现在 这样残酷的局面下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啊 周少救命 即便如此 王兵和李扬 仍然是互相对视了一眼 得把这家伙脱下水才行 于是他们大声喊道 快救救我们吧 这家伙打我 啊 你看我的鼻子都流了血 很可能鼻子已经断了 痛死我了 张海波 这是我今天故意为你设的局 谁让你小子 抢我的青梅竹马的美女呢 周云松笑眯眯的 嘴角带着冷笑得意之色 感觉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 咔咔咔 外面街口很快停了车 然后有三个制服警走过来 直接就把张海波给包围了 我靠 这啥情况 李扬和王兵都大吃一惊 看着突如其来的转变 心中充满感激和敬畏 还有后悔 他们刚都说了坏话 如果周云松不及时出现 他们可能已经身体重伤 甚至危险 刚才他们挨打 简直是太可怕了 身上非常痛 感觉肋骨骨头 都可能断了好几根 然后 两人一脸高兴 赶紧跑到周云松的身边 哭着喊道 周少 太感谢你了 你看我们都受了重伤 这个人无辜殴打普通市民 赶紧抓起来 一定要狠狠教训才行 呵呵 有点意思 张海波轻轻拍拍手 双手相机 发出清脆掌声 哎哟 你们几个想干嘛 要不要我和刘局打电话 今天这是真有意思 姓周的你这样做 有没有经过上面的同意 张海波细血地笑起来 第156章 宾客迎门 张海波看着对方 知道这个周云松 就是个花花公子 既然他今天送上门来 那么继续 这家伙既然不长记性 还继续蹦搭 那么就让他知道 什么是痛 刘警官 我报的警 刚才我路过这里的时候 发现这家伙在故意 殴打这两个人 所以我才打了电话 周云松心里面得意 然后说出这样一番话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旁边两位自然知道怎么说 警官 这人不知怎么回事 突然就过来打我鼻子 你看我鼻子 都流血了 骨头也断了 哦 好疼啊 瘦高个儿王兵 一脸的痛苦 赶紧告状吧 胖子也是痛哭流涕 我的名字叫李扬 今天我和朋友在这里走路 不过是之前在地上 吐了右口唾沫 他就说我们 看不起他 然后一脚把我踢飞了 然后手指着衣服说 您看 我衣服上还有脚印呢 这家伙没有任何顾忌 无故殴打我们这样的群众 实在可恶 两个人直接就是变脸 恶人先告状 非常得意道 看着张海波 指手画脚 周云松说道 看看 无缘无故殴打别人 这是违反治安条例的 严重违法行为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也想见义勇为 可惜我也怕挨揍 只能赶紧报警 这几人这样颠三倒四 故意抹黑 进行栽赃编造 是这样吗 我一手的警官非常严肃 目光锐利 看着张海波冷冷地说道 他们身上有伤 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吧 先做一个笔录 具体怎么处理 我们会公平公正的 周云松点点头说道 刘警官你说得太对了 社会上有一些害群之马 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这样的人 我觉得必须严厉查处 有的必须把他们 胖子和瘦子连连点头 感觉周大少说得非常对 可是 他们心里也慌 刚才交代了很多 周家的那些龌龊之事 都是秘密 如果让外人知道就坏事了 张海波淡淡地笑了起来 掏出一个证件 递给了面前的 这位刘警官 哦 刘警官是吧 这是我的证件你看一下 具体事情到底怎样 我绝不会冤枉的人 这两个混蛋干了什么 等回到了派出所 你们再仔细询问吧 我一手的刘警官眉头皱起 然后看向对面的红本本 嗯 这竟然是警官正 接过来 打开一看 看到里面是红色的国徽 以及张海波的名字照片 和重要信息 名字 张海波 一级警监 刘警官吓了一跳 拿着证件的手 忍不住发抖 这最起码是厅级干部 这位张海波 绝对是一个大人物 没想到居然出现在这 这是厅级干部 为何在街上打人 哎呦喂 首长好 星河路派出所 治安队刘大伟 向您报道 请您批评指示 刚才抱歉了 刘警官 也就是刘大伟 突然向张海波 敬一个礼 君资站得挺拔笔直 突然出现的变故 直接把所有人 都吓了一跳 尼玛 这是啥情况 难道这个被告 被说是打人的年轻人 竟然还是大人物吗 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啊 咋回事 刘大伟心中紧张 赶紧指挥手下的 两个警员 你们不要发愣 赶紧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袭击首长 罪大恶极 赶紧带回派出所 严加审问 啊 是 正在发猛的两个警员 都是刚毕业没多久的 这想立刻就反应过来 拿出手铐 旁边王斌和李扬傻眼了 不是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可是受害者啊 刚才是这个家伙打的我们 你们看 事情就是如此麻辣烫 在周云松惊恐的目光中 两个马仔都戴上了手镯 且还是免费的 冰冰凉凉的银色手镯 故事发生反转 有罪恶的 必然会受到惩罚 三日之后 公海之河海附近 载客两千多人的豪华游轮 刚靠近华国港口 准备添加资源的时候 突然被大批的警员包围 然后直接进行封锁 据悉 这是南方的某市 几位老板合资购买的游轮 就相当于海洋上的巨无霸 有老板们经常汇聚 在轮船上游玩 甚至会进行赌博 以及其他的一些秘密室 反正这些人玩的都是非常的高级 甚至很多漂亮女人都在上面 还有许多快乐的活动 集体 无遮大会 甚至更疯狂的快乐逍遥 比如那些西石毒 某些让精神产生神仙般 享受的白面 不知从哪里搞到的船上 让很多大义的老板 无声无息上瘾 导致最后公司破产 财富化为乌有 周家这个销金窝的破灭 在某层面产生很大的影响 产生了一系列的行动 安全部也同时进行 打掉了好几个间谍的窝点 南海市的周家和刘家 还有几个家族 直接受牵连 家里居然搜出很多违禁品 就这样 三下两下 周家彻底完蛋 仿佛大池塘被抛入石头 泛起巨大波澜 不知影响到多少豪门和官员 让整个社会都肃然一清 很多人闻之大惊失色 突然变得突然规矩起来 这天 秋高气爽 张海波的结婚典礼 正好是最美好的晴朗日子 碰 噼里啪啦 大街上鞭炮齐鸣 酒店欢声笑语 宾客营门 辉煌大酒店里面 一片红色的海洋 大红灯笼 红色对联 还有穿红色旗袍的美女迎宾 酒店一片喜庆 哎哟 真是开眼界了 没想到我这外甥这么厉害 既然娶了大家族的女儿 这绝对是攀上高知了 张海波的舅舅和舅母 都来到了婚礼现场 刚才说话的人 就是舅舅沈海涛 是个很白净的中年人 脸上都是笑意 心里实在太激动了 这次坐飞机过来 他们没有花钱 有人报销机票 所以这两个人都来了 旧母萧翠英 眼睛好像是看不够一样 城市太繁华 都不知道把眼睛看向哪里 陶哥 你说海波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 他能不能帮着咱们儿子 做买卖发财啊 第157章 刘局送礼 豪华的婚礼 庆贺的宾客实在不少 非常热闹 张海波穿着新郎服 正在招待来到的贵宾 比如赵东峰 周哲理 李云龙老板等 这些天就一直帮忙招呼 即便是周凯也在天天忙碌 霍霍 累啊 我累坏了 周凯从旁边走过来 手里居然拿着一瓶啤酒 还喝着酒打着酒鸽 周凯 你干嘛呢 这刚吃完饭还不要下酒瓶 张海波看周凯从旁边包厢里面 踉呛走出 就笑了起来 这家伙有事喝酒非常拼 这些天在酒店里帮忙 同时大家都在这里吃住 李家的辉煌大酒店 可谓是把大家的饮食住宿 这样都给全包下来 完全周到服务 让大家都是非常满意 啊 海波啊 周凯又打了个嗝 我早上就没有吃饭 这到了中午 又陪着你的亲戚朋友喝酒 你说 你到底该怎么感谢我 说话的时候满脸醉意 周凯的脸都是红彤彤的 哈哈 少喝点酒吧 喝醉了 小心你女朋友生气啊 前两天 周凯带女朋友和张海波 他们一起玩耍 和李雪露也都认识了 周凯笑着说道 不就是喝点酒吗 怕什么啊 我真是没想到你的女朋友 竟然是李雪露 她可是李家的公主 周凯这样说着话 拿起酒瓶 又继续往嘴里倒啤酒 这可是国内最好的啤酒 名牌啤酒 香香的酒味 越喝越有滋味 也不怪周凯这家伙 对这种啤酒非常的喜欢 现在天气依然比较热 喝点啤酒的确很舒服 周凯眯着眼睛说道 李雪露啊 海波 没想到你们两个 竟然还是高中同学 这是怎样的缘分 而你又来到南方这里工作 遇到了他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千里姻缘一线千 婚姻之事也讲究缘分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张海波说道 周凯 你赶紧在酒店里找个房间去休息吧 我接下来有事还要忙 接着 张海波又去招呼老家过来的 大伯和堂哥 还有舅舅和他的儿子 老家过来的亲戚 其实也就不过才五六个人 大伯 三叔 还有两个已经结婚的堂哥 再加上舅舅舅母 和年底准备结婚的表弟 这就是最主要的亲戚了 主要是距离远 即便给大家报销飞机票 也都感觉处远门非常不方便 而且 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 很多亲戚都没有办法过来参加张海波的婚礼 由此等以后 还得在老家举办宴席 好好招待下亲戚 这是当然治理 每家亲戚和朋友同学 都必须招待周到 不能疏忽 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同样也是非常的琐碎 忙忙碌碌 晕头转向 终于到了结婚典礼这天 噼里啪啦 此刻 酒店的门外响起了一击的鞭炮声 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鞭炮 而是电子音 旁边还有礼炮正砰砰砰响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天空有红色气球飘飞 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 欢乐的锣鼓队敲响了号角 表演队员穿着大红衣服 表演着从街上走过 刘局长到 周凯突然走过来 然后在张海波耳边 小声地说道 这个消息也是非常劲爆 对于警局刘富海局长 周凯在电视新闻上自然见过 而且也知道这位的地位 那绝对是大佬极变 在整个云省也是非常厉害 而且现在的位置也是很重要 刘局掌管着要害部门 如此人物 今天竟然也来到张海波的婚礼现场 很多人都非常震惊 张海波点头道 刘局到了贵客邻门啊 我得赶紧去迎接 真没想到刘局也会来 接下来或许要更加的热闹 刘局这意外的来客 实在是有些地位惊人 必须迎接 之前 刘富海局长还说 要请张海波喝酒聊天呢 后来因为诸多原因 张海波太忙 没顾得上 直到现在 二人也没喝成酒 似乎今天要完成这个约定 但实际上 刘局心里已经把张海波 作为后起之秀 加上之前的劫机案件 还有其他的是 张海波的能力和为人准则 眼里容部的沙子的性格 恰好与刘局的性格脾气秉性 也比较默契 所以 今天刘局能过来 并且送来书法 宁静致远 一幅磅礴大气的楷书 张海波出来 就在酒楼下面的大厅 看到了刘局长 李明浩等几位长辈正在招待 大家客气地说着话 然后在旁边的沙发上 坐了下来 海波 刘局长给你送了一幅墨宝 非常的珍贵 你今天一定要好好 敬局长几杯才行 刘局是今天结婚典礼的贵客 岳父刘明浩 笑着起来介绍道 这位岳父心里还想着 可能女婿不认识刘福海局长 却不知 二人是熟人呢 表装好的横幅 上面书写着四个大字 宁静致远 能感觉到笔风上带着的豪迈之气 还有股浓郁的磅礴气势 谢谢 太谢谢刘局了 没想到刘局今天能过来 张海波赶紧和刘局长热情地握着手 礼貌地说道 心里有点激动 他没有任何的准备 不知是否要让刘局留下吃饭 毕竟这位日理万机 工作非常忙碌 刘福海笑了笑 伸手拍拍张海波的肩膀 热情地道 我就送你一幅字 然后今天还有重要的会议 这还得赶时间要过去 实在抱歉 不能在你这里喝酒了 爽朗的笑声在大厅回荡 引起更多人的特别关注 刘局长过来 非常低调 但他身穿的警服 在这个庄重的婚礼现场 身份也是非常的显眼 认识的人也比较多 所以很快就引起了轰动 有些人听到消息过来之后 却发现刘局长刚刚离开 来如风 去如电 作风就是这么的麻利 很多人都知道刘局的性格 做事认真严谨 而且不苟言笑 却没想到 就在今天 李家的女婿张海波结婚 居然能让刘局过来送礼 怎么可能 而且很明显 刘局和张海波的关系还挺好 很多人都看到 刘局拍着张海波的肩膀 二人似乎好像也非常亲近 第158章 怎么受伤了 洞房花竹叶 一夜好眠 张海波感觉腰都痛起来 这两天实在太忙了 也办了很多事 里里外外的都是他在主持 还有部分大人物的交流 必须要注意态度 在礼节上面也不能有疏漏 结婚典礼 这天喝了很多酒 毕竟是结婚的大喜日子 晚上自然有人闹洞房 但是都让张海波给撵了 你们开什么玩笑啊 都想闹什么呢 尤其周凯这小子 特别能胡来 不知道想的都什么主意 竟然想弄一个苹果 在中间 让张海波恋人间 啃苹果这样老俗套的把戏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一日清晨 海波 你们都起来了 二人走出房间的时候 在走廊里面遇到了母亲大人 李雪露脸色娇羞 昨晚一夜 可是把他给折腾得不轻 妈 点您敬茶 接下来就是非常传统的 给父母敬茶的礼节 父母二人非常高兴地 坐在主位椅子上 笑呵呵地看向了漂亮席 好好好 真好啊 张海波看到 父母二人都是非常激动 先后都喝了茶 然后母亲沈小晴微笑着非常温和地送点洗礼雪露礼物 嗯 雪露是个好孩子 妈心里面非常高兴 客厅里 说话之间 母亲从茶几上拿过盒子 打开里面是一对手镯 竟然是非常剔透的玻璃种帝王绿 而且 张海波在以前 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对手镯 雪露 媳妇 这是妈送给你的礼物 这是海波他奶奶 在我结婚的时候送给我的 这是咱们老张家的传家宝啊 沈小晴笑眯眯地说道 然后 抬起李雪露的手腕 把手镯给轻轻戴了上去 嗯 真漂亮 父亲也笑了起来说 这对手镯来历不凡 想当年也是机缘巧合 那时候是二十块钱银元 从流浪的老夫妻手里买的 那时都不太值钱 不像现在玻璃种翡翠 都是多少亿这么贵 张海波也有些惊讶了 咱们老张家 还有这样的宝贝 我怎么居然都不知道 这是你奶奶的宝贝 从来都在箱子底下放着呢 父亲张天柱笑着说 小时候我不懂事 有一次翻箱倒柜 竟然把手镯拿出来 这下让你爷爷得看见后 气得把我叼在树上 狠狠地打了一顿 沈小晴也笑了起来 你把他早年非常的顽皮 活脱脱就是孙悟空下山 哈哈 听父母讲小时候的事 张海波夫妻二人也笑起来 妈 这手镯太贵重了 李雪露不好意思 同时也感觉 这个玻璃种翡翠手镯 确实太过贵重了 如果现在从市场上购买 起码价值两亿以上 这么贵的翡翠手镯 也不知道 婆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就这样直接送给了自己 如此看来 海波的爸爸妈妈 是非常看重自己的 李雪露心中这样想到 心里面就有些犹豫 忍不住谨慎道 妈 这个翡翠手镯 还是你自己戴着吧 沈小晴认真说道 这是海波奶奶给我的 现在给来你 这类似于张家的一种传承 而且也是要传承改席的 好吧 那我收起来 李雪露非常高兴 终于心里面踏实起来 也是充满喜悦 心里很激动 结婚之后 张海波幸福的日子 平平淡淡的生活 就这样开始了 夜晚也少不了温馨的场面 每天都很快乐 家里面充满着 夫妻幸福生活的气息 张海波结婚后第五天 手机突然响起来 他拿起保密电话一看 上面显示着一个 熟悉的美女的名字 舒晓蕊 什么是他 喂 小蕊啊 你和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吗 张海波很快接通电话 然后就得知一个重要消息 舒晓蕊电话中告诉他 他现在受伤了 正在某普通酒店里面 让他过去找 并且过去 给他带一些消炎药和绷带 然后再带些食物和水 听到这个意外消息 张海波感觉有些愕然 这怎么可能 难道这个美女舒晓蕊 是来执行任务的 即便如此 为什么没有通知他们这些人呢 如果通知到位 薛涛必然给他打电话 告诉清楚 看来这里面有情况 轰隆隆 张海波开着车子 按照导航 很快找到了一个普通的旅店 这地方周围比较安静 没有其他的喧闹和混乱 先生 要开房吗 一个长得有些肥胖的女人 就是这个旅店的老板 张海波摇头说道 我是警察 这是我的证件 你看一下我来找人的 一个红色小本 拿出来直接拍在老板面前的桌上 啊 你真的是警察 胖女人吓了一跳 肥胖的脸哆嗦了下 脸部竟然出现了怪异变化 大姐 放心好了 我不过是过来找一个朋友而已 张海波并没有顾及其他 语气冷冷地说道 我这是保密任务 你如果泄露出一丝 小心我让你这家店直接关门 知道接下来怎么做吗 胖女人一脸地认真道 放心警官 嗯嗯 我知道你属于保密 您说吧 我绝不会泄露出任何事情 哼哼 说话的时候竟然带着兴奋 张海波严肃地说道 你不要多问什么废话 记住我来 这不能泄露 说完这些话 他扭头向楼梯上走 手里面提着两个袋子 里面装着便利店购买的一些饮食和水 至于药物这些 张海波的空间里一直都有着 作为储存 当然不能缺少 砰砰 张海波敲响三楼 一个单间的房门 三长两短 敲响房门 带有节奏 嘎吱 舒小蕊轻轻打开门 只见他脸色苍白 身体微微颤抖 又兼隐约有着血液的痕迹 怎么受伤了 张海波慢慢进入房间 走廊静悄悄 并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里 看来这旅店地方 也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虽然只是普通的旅店 二人目光相对 舒小蕊微微沉默几秒 然后笑着道 海波 前几天你结婚的时候 我远远看到你 你的妻子真漂亮啊 气质也很出众 第159章 热恋 小蕊你早就来了 既然来到这里 为什么不联系我 张海波有点生气的道 看他这样子 也是让人无语 也不知道执行的什么任务 舒小蕊竟然能够受伤 小蕊 你自己不是也有高级那米铠甲吗 怎么还能受伤 告诉我 谁伤的你我灭了他 张海波走到窗口 站在那里 声音冷冰冰的说道 小蕊 你可是精英啊 怎么能在小水湾里翻了船 看这远处灰蒙蒙的天 今天的天鹰了 预报有雨 天空云层密布 酝酿着暴风骤雨 房间的气氛有些安静 怎么不说话 张海波叹了一口气道 哪里受了伤 我帮你包扎 可不能就这样挺着 这里是国内发生什么事 由特勤部作为靠山 千万不能让自己处于危险 我 我的伤有点尴尬 舒小蕊红着脸笑道 张海波结婚的时候 舒小蕊就已经来到这个著名城市 他只是远处观看着 并没有想参加或者送礼 这是好朋友的结婚典礼 你都已经结婚了 我却是一个孤家寡人呢 张海波听舒小蕊说的话 有点柔柔弱弱的话 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总感觉有些疼 嗯 别说这样的话 你到底得受伤了 我赶紧帮你处理一下 不然感染的话 身上很可能会流霸 张海波拉过舒小蕊 只见他的右肩膀 只是用纱布简单的包扎 舒小蕊 你这里的伤 我再重新帮你 帮我扎一下吧 听话可不要任性 既然你打电话让我过来 就千万不要任性 接下来 张海波拿出水和食物 让他先吃点东西 舒小蕊也没有任何尴尬 慢慢脱掉衣服 露出里面穿着的简陋内衣 又见上面 果然是血淋淋的斑驳痕迹 这是 被人拿刀划了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舒小蕊轻描淡写地说道 就在昨天晚上 舒小蕊追踪着人 此人在北方 就感觉是个很强的对手了 然后一路跟踪到了南方 没想这里 居然还有这个家伙的一个厉害朋友 结果发生直面冲突 舒小蕊虽然强 但是直接面对两个同境界的男性强者 也是感觉压力山大 最后 不小心之下 被其中某人的刀给伤到肩膀 就这样 他赶紧撤 这些人竟然带着手枪 直接打在舒小蕊的臀部 好在舒小蕊反应快 最后成功地 把对方的追踪射击给躲过了 不过在最后 对方的一颗子弹 射中了舒小蕊的臀部位置 导致差点就落入对方手里 哦 你轻点 处理过肩膀上的伤口 张海波开始挖他臀部的子弹 这地方 的确让人尴尬 不如我再去找点麻药 给你打一针麻药怎样 张海波摸了下自己的鼻子 说道 眼睛里竟然都是粉色 充满了诱惑之意 让人看着就有些心动 跃跃欲试 男女之间总是不一样的 身体是如此诱人 尤其舒小蕊这个漂亮女子 长期锻炼 身材更好 你的防弹服呢 这个舒小蕊 之前在特勤部的时候 买过防弹服 怎么现在就没有穿 我 啊 舒小蕊轻喊出了声音 在说话的同时 张海波已经用刀子 把子弹直接给挖出来 所以 这种剧烈的痛 让美女忍不住抓紧了床单 你个混蛋 你刚才故意转移 我的注意力是不是 差点把我的伤口给弄坏了 我 舒小蕊完全放松之下 竟然哭了起来 身体轻轻颤抖着 好不委屈 张海波 你们这些男人 果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哭着哭着又骂起来 叮咚 金属响声落在地上 别哭了行不 这子弹 竟然是国外的型号 你追捕的 到底是什么人 看来武力之不低 而且随身还带着如此的武器 告诉我在哪里 我去给你 张海波眼睛眯了起来 看着地上带着血的小子弹 能够想到是怎样的威力 我的事不要你管 海波 你赶紧离开这里就行 舒小蕊感觉臀部的清凉 火辣辣的疼痛 突然消失了 房间有浓郁的药物香味 张海波挖出子弹 并没有停下来 手下动作也没有停 而是用酒精仔细给消毒之后 又在美女的臀部上了药膏 这是她在空间世界中的那些千年药材 研制的药物 这些药物的效果非常好 小蕊 怎么样 我这种药非常珍惜 很快能让你痊愈 可千万不要这样骂人 张海波好笑地摇摇头 这个美女现在好像生气了 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她 嗯 药的确是好药 舒小蕊感到 身上活辣辣的伤口 已经很快不疼了 有股冰凉浓郁的药力在那里散发 有一股凉凉麻麻的舒爽感 张海波点点头说 你刚才丢打电话 把我吓了大跳 你说 你既然已经来到南海市 不说能参加我的婚礼吧 起码也可以和我说一下 我帮你共同抓捕 那个目标嫌疑人才安全 房间里无比安静 就好像落针可闻 有淡淡的药箱 在这房间里洋溢着荡漾着 呵呵 要你管我 过了片刻 舒小蕊突然慢慢站起来 很快穿好衣服裤子 尽管现在他身上的伤口 已经不痛了 但是 面前这个男人啰啰嗦嗦的 实在是有点烦人 那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张海波有些无奈 自己来帮他处理的伤口 没想到他竟然不领情 还要吼自己 小蕊 你在说什么 我是为你的安全考虑 要不我马上离开 看舒小蕊的状态挺好 张海波也不想招惹他 于是笑着身体 后退了半步认真道 二人目光对视在一起 别这样 瞪我干什么 我可是过来救你的知道不 张海波说道 我知道 小蕊你这次任务非常危险 所以还是告诉我 究竟怎么回事吧 舒小蕊点点头 轻轻拧着嘴 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海波 你人真好 所以我心里其实早就喜欢你了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舒小蕊身体扑了过来 直接扑进张海波的怀里 温暖的郊区充满着热恋 第160章 我爱你 海波 我爱你 美女炙热地轻塌 直接淹没了张海波的情绪 就像平静的大海深处 那汹涌的暗流 两酒停息 小蕊 不要这样 我已经是有老婆的人了 张海波摇摇头叹口气 二人刚才情不由己 居然就这样搂抱在一起 仿佛是情深不由己似的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男女之间的特殊原因 毕竟 女人喜欢男人 就与男人也喜欢女人同样的道理 嗯 海波 我为什么不早点认识你呢 舒小蕊轻轻抹去脸上的泪水 小声说道 舒小蕊的生活里 张海波是他喜欢的第一个男人 没想到 对方已经结婚 现实就是如此 当你明确知道 自己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那人已经离开得越来越远 忘记我吧 我 张海波摇摇头 轻轻拥抱住舒小蕊 你是个好姑娘 我们是没有未来的 我总不能学古代皇帝 来个三宫六院吧 而且这个也是非常不现实的 舒小蕊推开张海波 目光微冷笑道 呵呵 就你这样的 还想三宫六院 真是脸皮厚 我刚才不过是情绪激动 刚才我们这样 就当作是一场春天的梦算了 梦幻之旅 不过如此 啊 哦 张海波认真的看着他 二人目光对视在一起 毕竟 刚才二人的吻 彼此还留着对方身上的气息 就像是草原的歌 依旧回音不绝 在他们彼此心底 留下了永远无法抹除的痕迹 哼 我想什么呢 舒小蕊笑道 我刚才就是有点迷惑 让你占了便宜 语气有些冷 让人不适 你有什么任务 张海波有点肝大的问 这个舒小蕊嘴硬的厉害 身上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 特立独行 同样也是非常有主见的女子 舒小蕊摇摇头 说道 在北方有一家工厂 进口了很多的化学材料 然后产品比较混乱 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这个企业生产的商品 是处于监管的重要领域 有些东西是要出口的 然后在抽查中 竟然在出口的正常商品中 有家层 就涉及到了某些特殊的物品 于是经过了抽查检验 追踪 特勤部舒小蕊接下任务 追着背后黑手 就到了南方 我没想到 他们在南方 也是有据点的 而且很不简单 很快他们发现了我的踪踪 所以才有了我受伤的事 舒小蕊皱着眉头 把事情的情况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在这个世界 有着很多贪婪的人 正常的商业途径嫌赚钱慢 然后他们就会偷偷生产 一些暴力的产品 而这些商品充满了禁忌 属于违禁品的行列 所以相关部门 长期严防死守 出现一例 立即封杀 既然如此危险 难道就你独自一人 在执行任务 张海波也感受到 这背后的棘手程度 于是就忍不住询问起来 舒小蕊认真地说道 我只是调查而已 没想到 他们在南海市 竟然也有个老巢 事情就是这样的 没有预料 对方是如此的猖狂 而且还有更强的高手 那就灭了他们 张海波的表情冷酷起来 你呀 如果以后有事情的话 都可以找我 而且有危险的事 你可千万得小心啊 哗啦啦 很快在洗澡间冲过凉水 张海波走出来 换上刚刚新买的衣服 与此同时 苏小蕊也是准备好行动 就这样 两个人在激情之后 又开始了小心探索 在南海市的偏僻乡村 有家无名企业 周围都是铁丝网包围 而且常有人看到这里 偶然有卡车进出 本地人都非常疑惑 这里怎么有这样一个 无声无息的 冒黑烟的企业 而且也从来不从本地招工 即便有人想打听 也找不到人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二日上午 南海市的警局和特勤 结合行动了 一下就包围三个地方 全副武装的警 也都参与了行动 周围交通 进行暂时管制 三个关键地点 其中包括那个企业点 还有个办公大楼 以及郊区一幢豪华别墅 砰砰砰 甚至还进行激烈交火 一个多小时后 最为防守严密的豪华别墅 直接就被瓦斯坦催雷弹 给全部轰炸了 如此这般 藏在别墅里的特坏集团 被全部抓住 最后没有任何漏网之余 我靠 海波你真厉害啊 这刚刚去总部培训完毕 回来参加原石工盘 又是结婚典礼 三下午除二又干了大事 在回去的路上 张海波和薛涛 坐在一辆越野车里聊天 对于立功的事 大家自然是都欢迎的 不过 但是 现在的情况 却似乎有点超乎想象 周涛心里觉得 张海波这次翘无声息 就干了一件大事 如此的特殊案件 能直达天庭 到底是怎么发现病侦破的 队长 都是机缘巧合 等回去有时间和你细说 张海波笑了下说道 就在上午 张海波作为队里最强的高手 直接迎战对方别墅里面的三位化镜强者 不过也只是片刻功夫 就把对方三个人给活捉了 之前大批特勤包围过来 别墅里的人 就知道他们 不知什么原因 已经暴露了 想离开 却已经失去最佳机会 无法逃出升天 所以他们最后就干脆来了个鱼死网破 好家伙 简直就很疯狂 对方是有武器的 毕竟这里是南方 有的人也有特殊的手段 勾结其他势力 建立据点 给社会造成很多不安定因素 牺牲了一名年轻的同志 最后强力爆破 彻底炸毁一段 别墅高高的厚重水泥围墙 然后 瓦斯扔了过去 才彻底的瓦解了这个堡垒 最后了解 这种装修非常豪华的别墅 居然有一尺多厚的水泥 打成墙壁 而且 别墅周围的围墙上 还有铁丝网 这的根本 就是一个小型堡垒 幸亏开始就知道 别墅建筑的图纸 直接对薄弱环节进行爆破 可可 回到特勤局 就要开始处理 今天这个重要的案子 小蕊 你感冒了 特勤局里 张海波在第一辆车上下来的时候 听到咳嗽 于是就回头看向了舒小蕊